第281章 宴请 大圣帝国皇室是江姓 公主也有不守 这姜威在皇子公主之中并不算耀眼 她的资质只能算是中下 不然也不可能有皇室的资源无限提供 如今也才是一个驻姬后妻的修士 像她这样的公主 皇室有很多 如果不是因为她嫁给了吴家的未来继承人 她早就被边缘化了 如今她的道旅吴家继承人被无风所杀 她也就失去了最大的仪仗 这个时候对于姜威来说 拜一个四品丹王为师 刻不容缓 所以她想尽一切办法全程寻找 终于让她找到了单往隐居的院子 她在外的这一声高喝 把自己的身份透露了出去 想要以此来震慑住其他天才 等了大概几分钟 院子的大门才缓缓打开 陈平安一脸笑意地走了出来 当看到她这张年轻的脸的时候 外面的人都有些诧异 要知道姜威可不是独自一人前来的 她还带着几个和她交好的大圣天才 师尊让我来告诉你们 哪来的就回哪去 别来烦她 陈平安的声音传出去很远 这也是为了让暗中那些观察的人听清楚 姜威皱眉 传言这四品丹王就是个散修 没有师门 没有加入任何势力 孤身一人 并没有弟子 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少年弟子了呢 站在姜威身后的汤山城城主 见过陈平安的投影画像 那是手下记录下来的 如今看到陈平安出现在四品丹王隐居的院子 他内心震动 脸色也很难看 这少年竟然是丹王的弟子 他这不是无意中得罪了一个四品丹王了吗 难怪自己那手下死得无声无息 这可是有丹王背景的年轻人啊 该死 罗承主赶紧传言告诉十七公主 把他知道的关于少年的事都说了一遍 姜威打量着陈平安 这少年看着年龄不大 但竟然给他一种面对一座高山般的感觉 本宫乃大圣帝国十七公主姜威 求见丹王前辈还请通传一下 他当然不会轻易放弃 就算不是他被丹王说为弟子 是他身边这些和他关系不错的天才也行 他必须要死死地抱住丹王的大腿 只有这样他在皇室才能立足 不然这次他回去之后肯定会被取消皇室公主该有的许多待遇 就连身边的金丹后期护道者也会被皇室召回去 你聋了吗 陈平安不耐烦的道 我世尊说了 让你们滚 他本来在泡灵泉巩固金丹初期的修为 却被这些人打扰 吴蒙子不愿意和这些人打交道 让他出面来打发这些人 这什么狗屁的公主 是听不懂人话吗 作为丹王弟子 陈平安当然不能落了丹王的面子 要充分地扮演一个狗杖人士的二世祖 这里可是修真小世界 强者为尊的修真世界 陈平安的态度可是代表了四品丹王 一个分神后期的强者 大胆 姜薇身边有人站出来大喝一声 他这是想要趁机表现一下 现在还不确定这里面住的是不是丹王 他们找了这么久的丹王 不可能连面都没见到 就灰溜溜地回去吧 你才大胆 陈平安直接一挥手道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大声喧哗 该打 隔着十几米 陈平安这一挥手 直接幻化成一道耳光 啪的一声落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主机后期的年轻人 完全没有机会躲闪 那巴掌眨眼就到 金丹妻 罗承主大惊失色 他自己就是金丹初妻 再加上他还是汤山城大镇的掌控者 这天地能量的变化 他感应得清清楚楚 这个少年 竟然是金丹妻 虽然在汤山城中 借助大镇的力量 他不具任何金丹妻的修饰 可这少年如此年轻 就是金丹妻 这让他如何不惊 要知道 五十岁之前杰丹 那就算是天才了 三十岁杰丹 那就是天才之中的天才 至于更年轻的金丹妻 那就只有在那些圣地之中才存在 那些可都是仙人血脉 天才中的妖孽 姜薇眼睛一亮 这么年轻的金丹 还是丹王弟子 他马上呵斥身边的年轻人道 谁让你多嘴的 还不快给这位师兄道歉 学不分先后 打者为师 不管眼前的少年年龄多大 只要是金丹修士 那就远超他们这些所谓的天才 年轻人已经被吓坏了 脸色苍白 这么年轻的金丹妻修士 要他的命 那还不简单吗 陈平安没等他开口 已经挥挥手道 滚吧 姜薇深深地看了一眼 然后让手下的人 把手中的礼物放下 对陈平安行礼道 师兄 今日是本宫鲁莽了 打扰了师兄和丹王前辈的进修 晚些时候 本宫在城主府设宴陪礼 还望师兄给个面子 然后他也不废话 带着手下的人 转身就走 陈平安摇摇头 他才不会去这公主的宴席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子 想打自己的主意 想得美 不过他 还是把这些人 带来的礼物收走了 他现在可是穷得很 度金丹天节 把所有的零食都用光了 刚走回院子里 陈平安就看到 一脸笑意的便宜师傅 吴蒙子 这老家伙黑黑地笑道 不错 管他是什么狗屁的公主 你要是喜欢 为师给你抢几个公主 来当丫鬟也行 陈平安早就发现 这老家伙 也是个老不正经 那眼中带着点邪恶 似乎年轻的时候 也没少干这种龌龊事 师尊 这地方怕是不能待了 既然被人找到了隐居之地 那肯定会有许多人前来拜访 这姜薇 不过是第一个而已 吴蒙子道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也是熟患的地方了 不过在走之前 你得先去办件事 陈平安以为 吴蒙子是有事 让自己去办 但实际上 吴蒙子说的要办的事 还是陈平安自己的事 吴峰杀了吴家的继承人 和他有关系的林彦等人 都被陈主府关进了大楼 他们可都是山贼 一旦没有人去管这些人的死活 他们很快就会被处死 陈平安还欠着林彦的人情 吴蒙子算出来的 所以陈平安要走的话 这份人情必须要还上 没办法 本来不想去参加 姜薇的酒宴的陈平安 也只能收拾一下 只身前往陈主府 和三天前不同的是 陈平安这次来陈主府 陈主罗大友 亲自在陈主府外迎接 态度恭敬 罗大友不敢不态度端正 他现在就怕陈平安秋后算账 当他暗中派去盯着 那个院子的手下 告诉他陈平安出门之后 他就带着人在陈主府外等着 以他的身份 汤山城的陈主 这一城千万人的主宰 却不敢对陈平安 有丝毫的不敬 这刚一见面 罗大友就赶紧拿出一个储物带道 公子 之前手下人不知你的身份 谎报了妖单的价格 这是陈主府对你的补偿 不管怎么样 自己先主动认错 至少态度上是好的 罗大友还有点肉疼 他给的储物带中 可不是补偿那么简单 还有赔礼 别看他是汤山城的城主 可实际上他也不富有 手底下养着那么多人 这汤山城偏僻 又没有多少油水可以捞 他自己还需要庞大的修炼资源 他停留在金丹初期都几十年了 就等着积攒资源 一举突破金丹中期 但是 这次为了给陈平安赔礼 他拿出了整整一万块下品零食 这是他这个金丹初期的城主 好多年的积蓄 陈平安只是微微一感应 就对储物带里的零食数量很满意 不动声色的收下储物带 陈平安微微一笑道 无妨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罗大友嘴角微微一抽 一万块下品零食啊 总算换得了丹王弟子的原谅 他手底下的那个假丹妻休士 真是罪该万死 花钱消灾 这件事没把自己牵扯进去 那就算好的了 罗大友在前小心翼翼的引路 很快就到了城主府中的设宴之地 一眼看去 这里有不少穿着华丽的年轻男女 他们都是这几天 为了丹王收徒而来 一群人全都好奇地打量着陈平安 他们可都是大圣帝国各大家族的子弟 每一个的背后 都有原英老祖的大家族 十七公主姜威设宴可是有目的的 她有皇室的身份 自然要高人意等 即使她马上就要失去皇室的宠幸 那也不是一般的家族子弟可以比的 召集这么多人 她也是要向陈平安 展现她皇室公主的影响力 一呼百应 姜威站起来之后 这些家族的子弟们才缓缓地起身 师兄 来坐这里 姜威异常的热情 一脸的笑意 她这哪像是刚死了道理的人 她坐的这一桌 有好几个年轻人 这些都是大圣帝国真正的天才 就连姜威也要拉拢的天才 陈平安走了过去 她现在可是丹王弟子 身份不比这些人差 再加上 她已经是金丹初期的修士 浑身上下都透着神秘强大的感觉 即使是这些人背后的家族强者 也不敢小觑她 师兄 我给你介绍一下 姜威很认真的 给陈平安介绍她认为重要的那几个年轻人 当然 这些人和她的关系 应该是比较亲近的那种 这些所谓的大圣天骄 实力最强的 也不过是筑基顶峰而已 但是 他们确实都很年轻 基本上都在三十岁之下 罗大友这个城主 都没资格和陈平安他们坐在一桌 别看他是金丹初期的修士 但是地位远远不如这些大圣天骄 这里的天骄 基本上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能结丹成功 未来甚至是能破丹成英的天才 而罗大友这样的金丹初期 即使是修炼几百年 也有可能就是金丹后期 最多就是金丹顶峰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被丢到汤山城这么偏僻的地方 来当城主 大圣的天骄们 虽然对陈平安很陌生 可因为陈平安的背后 有一个丹王 他们也不敢得罪陈平安 九宴开始之后 大家都有说有笑的 话里话外 这些人都在打听陈平安的来历 最重要的 当然是想要弄清楚丹王的意图 当陈平安告诉他们 师尊要离开汤山城的时候 不少人都有些失望 他们不远万里的赶来汤山城 结果丹王已经收下了弟子 所以 很多人开始结交陈平安 留下了自己家族的信物 让陈平安经过他们家族的时候 可以去找他们 没办法 丹王他们是不可能拜师了 但是丹王的弟子 他们还是可以结交的 这也算是给家族一个交代 城主府这次可是大出血 光是这次的宴席 那就是花费了上千下品零食 把许多珍稀的食材都用上了 喝的酒 还是市面上买不到的皇室特供零酒 是姜薇这个时期公主拿出来的 酒过三循 陈平安这才开口道 公主殿下 我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姜薇眼睛一亮 他现在巴不得陈平安有事找他办 这样就能让陈平安欠下他的人情 姜薇道 陈师兄客气了 你的事 那就是我的事 你尽管说 陈平安道 我出来汤山城时 认识一个朋友 他现在被关在城主府中 我想带他离开 姜薇目光一宁 他自然知道陈平安说的是谁 这个时候 他本该直接答应陈平安的 陈师兄你可知道林燕是谁 姜薇觉得 他有必要把林燕的身份 跟陈平安说清楚 陈平安听山寨里的人说过 林燕是一个大家族里的人 逃婚逃到汤山城来的 姜薇道 林燕的真实身份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就算是我大圣皇室 对他的事也做不了主 其他人都看着姜薇 对这个只是舞者的女人 忽然很感兴趣 姜薇见大家都是一脸的好奇 接着道 陈师兄有所不知 林燕他来自于西楚临驾 早在几年前 西楚就发出了悬赏令 寻找林燕 我也没想到 会在汤山城见到他 如今他被抓的消息 已经传去西楚 那边已经派人过来 他的意思已经很清楚 大圣得罪不起西楚 西楚 那是林家在大圣之上的一个王朝 曾经的七星势力 如今虽然已经调到了六星 但那也不是大圣帝国 可以招惹的存在 陈平安对昆仑界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这西楚他 还是知道的 没想到林燕的来历还这么大 看来他有不少是瞒着自己 并未跟自己说实话 第282章 抢人 陈平安没有为难将威 不过他提前离席 让罗大友带他去见见林燕 说是被抓 林燕实际上是被禁锢在 城主府的后院之中 他吃得好 住得好 因为他的身份曝光 谁还敢真的把他关在大牢之中 陈平安一人 独自走进了林燕住的地方 看到林燕的时候 陈平安总会不经意的想起 在外界的张婉星 你来做什么 林燕似乎还对陈平安的 见死不救 耿耿于怀 陈平安无法把自己 是来自于外界的事情告诉林燕 所以他只能任由林燕 继续误会自己的身份 昆仑弟子 要真实亮出身份预牌 也许能解决林燕的麻烦 但是 这也会把真正的昆弟子引来 自己那身份预牌 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他也不清楚 老道是自己 都只是一个原因中期的修士而已 他在昆仑先宗的地位 能有多高 我可以带你离开 吴蒙子叫自己来城主府赴宴 绝不是 让自己白走一趟 不为难将威这个大圣公主 但不代表自己 不能带走林燕 林燕眼睛一亮 但很快又暗淡下去 他深知 自己身份暴露之后 会把什么人引来 他也不傻 这两天想了很多 联想到陈平安重伤 出现在他们山寨 陈平安不敢暴露昆仑弟子的身份 说不定就是遇到了什么大麻烦 不用了 林燕心中的那点希望之火 也湮灭了下去 他想逃离 但是如果这样会连累到陈平安 他就会选择回去 陈平安呵呵一笑道 这次是我的选择 说完之后 陈平安直接上前 一把搂住林燕 金丹七的修为 直接散发出去 强大的气息 就连城主府的大阵 都直接惊动了 汤山城只是个小城池 这城中的大阵 只是三品大阵 和外界要往谷中的大阵差不多 陈平安带着林燕 出现在半空中的时候 城主罗大友 脸色难看 陈公子 你何苦要为难我呢 罗大友可没想到 陈平安会直接抢人 他是动手也不是 不动手也不是 动手吧 他凭借城中大阵 能发挥出金丹后期的战力 不动手吧 林燕被带走之后 他这个城主 怕是也要受到点惩罚 陈平安哈哈大笑道 人我今天必须要带走 我不为难你们 你们若是想留下他 可以从我手中抢回去 宴席上的人 也都感应到了 城主府大阵的变化 姜薇看着半空中的陈平安 有些欣赏这个少年 这绝对是他见过的 真正的天骄 如此年轻的金丹七 放眼大圣帝国 甚至西楚 也找不出第二个 而且陈平安做事还算地道 没有强行让他放人 而是自己去带走林燕 去 别伤的人就行 姜薇对他身边的护道者 叮嘱一句 他这样做 当然是做给别人看的 不管如何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要是就这样 让陈平安带走林燕 他也没办法跟皇室交代 西楚那边追究下来 他这个马上就要失宠的公主 更难交差 所以 让手下的人去阻拦陈平安 做出抢人的气势就行 金丹后期的老者腾空而起 一掌就拍了过去 陈平安是刚结单的金丹七 别看他只是金丹初七 但是别忘了他的金丹品级 他可是度过三十三道天节的金丹七 就算是不动用完整的金丹之力 陈平安只用了七品金丹之力 四周的天地能量 都被他的金丹调动起来 你们拦不住我 我就先走了 陈平安大手一挥 金丹后期的修士 竟然被硬生生的逼退 别人还以为 这金丹后期是装的 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是真的被眼前 这个金丹初期的少年给逼退了 陈平安趁着这个机会 已经搂着林燕 直接消失不见 那金丹后期的老者 落在姜威身边 低声道 殿下 此子天资惊人 他的金丹品级最低 也是七品金丹 姜威脸色大变 七品金丹 千年以来 大圣帝国就只出过一个 七品金丹的妖孽 如今那个绝世妖孽 早已经是分神顶峰的绝世强者 没想到陈平安的金丹品级 是七品金丹 难怪丹王会收他为弟子 陈平安回到了吴蒙子住的小院 发现这里面的好东西都消失了 就连院子里的药田也都不见了 走吧 现在就走 大麻烦一样 他直接带着陈平安和林燕 消失在了汤山城 隐居在汤山城的四品丹王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汤山城 陈平安这个名字 也被大圣帝国的各大家族子弟们 传了回去 丹王弟子 年轻的金丹修士 七品金丹 这些消息 任何一个都足以让大圣帝国 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原本陈平安以为 吴蒙子会带着他们 离开大圣帝国的国土范围 谁也没想到 吴蒙子竟然把他们带到了大圣帝国的都城 大圣皇城 从汤山城到大圣皇城 超过十万里的距离 一行三人 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他们没有急着赶路 陈平安如今 已经是金丹七的修士 能遇见飞行 但是有吴蒙子这个分神后期的便宜师傅在 陈平安当然不会浪费自己的灵力 吴蒙子有一件法宝 可以飞行 如果全速前行的话 也就是一天一夜就能到 但是吴蒙子趁着这个时间 传授了自己的丹道给陈平安 趁着这半个月的时间 陈平安不只是修炼丹道 他还需要巩固金丹初期的修为 结丹成功之后 陈平安已经能感应到自己的磅礴生机 原本以为自己会像其他金丹修士一样 拥有数百年的寿命 事实上却是陈平安发现 他是成功的为自己续命了 但续命的时间似乎只有三年 也就是说 他这个金丹七的修士 只能活三年 搞清楚自己还能活三年 陈平安的心情就变得很沉重 还好吴蒙子在他身边 也告诉他 可以为他炼制续命的丹药 但因为他身体的原因 最多只能续命几年 也就是说 哪怕有吴蒙子帮忙 自己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要尽快地修炼 金丹七 并不能完全改变自己的命格 陈平安本来就有炼丹练气的基础 法器他都能炼制 炼丹也不是没炼过 半个月的时间 陈平安已经能炼制出上等的二品丹药 就连吴蒙子都说 陈平安是他数百年来 见过的真正的爵士天才 大圣皇城 这是一座超过十万年的大城 大圣皇室建国之后 皇城随着时间发展 也越来越大 人口早就超过了上一人 城中有大圣皇室的分神器大能坐镇 城外还有五星宗门望云宗 进入大圣皇城之后 禁止飞行 城中有五品大镇 即使是原音修饰 也不敢在城中乱来 这半个月的时间 陈平安和林燕也谈了几次心 吴蒙子多次提醒陈平安 可以把林燕这个女人收了 一开始 陈平安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后面陈平安总算是弄明白了 林燕所在的西楚 和妖族领地接壤 西楚灵家在西楚那是 真正的顶尖家族 族中分神器修士都有三个 难怪将威怕成那样 一个西楚灵家 就能轻松地灭了大圣皇室 昆仑界中 人族和妖族关系向来交好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魔族 妖族必须要联合人族 才能抗衡魔族的入侵 魔族也喜欢奴役最弱小的妖族 妖族会把最好的血脉 送给人族联姻 西楚灵家本来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和妖族联姻的 毕竟只是一个拥有分神器强者的家族 但是因为西楚和妖族的领地接壤 妖族在人族之中走动 很难避免有的人族爱上妖族 妖族爱上人族这样的故事 林燕的母亲就是妖族中的贵族 林燕的身体之中 留着妖族贵族的血脉 按照吴蒙子的说法 那是因为林燕的妖族血脉还没苏醒 不然他的天资能让人族羡慕 难怪离开汤山城的时候 吴蒙子非得让自己去参加江维的宴请 应该是早就算准了自己会带走林燕的 林燕身上有妖族血脉 这算是人妖吗 好几次陈平安看他的时候 总有着严重的好奇心 人他是抢回来了 至于要如何安顿林燕 陈平安还真没想好 吴蒙子还真实的富有的丹王 他在大圣皇城之中竟然也有院子 这院子距离大圣的皇宫都不算远 地方清静 邻界的地方还有店铺 出售各种丹药 修饰之中炼丹和炼器的修饰都是最富有的 但是因为炼丹炼器对神魂的要求太高 很少有修饰能满足条件 就算是强行修炼 只会浪费时间 还不如把时间用在提升修为上 吴蒙子之前没有弟子 但不代表他就是独来独往的散修 他手底下竟然有不少人 原因修饰都有好几个 金丹也不少 这些人都是因为吴蒙子丹王的身份 心甘情愿地跟随他的 所以他在大圣皇城的店铺 一直都有人经营 院子也有人负责打理 这老家伙没有后人 不然的话 就凭他自己的实力和手中掌握的势力 绝对是大圣帝国的第一家族 什么吴家 东炎家这些差得远了 陈平安这个丹王传人 一下子成了这些原因修饰和金丹修饰的少主 在吴蒙子的手下 还有好几个二品炼丹师 一个三品炼丹师 所以在店铺之中 出售的丹药大多是二品丹药 明面上也是那个三品炼丹师 是这个院子和店铺的主人 吴蒙子不露面 他却要求陈平安抛头露面 出现在大圣皇城各大家族的视线之中 很快就有人找上了门 回到皇城的十七公主江威 亲自登门 何在汤山城不一样的是江威现在的态度 要小心意义不少 之前他还能自持身份 但这次回来 他失去了皇室的宠幸 爹不疼妈不爱的 就连吴家那边 对他这感习的态度也不好 说他就是个克星 江威得知 陈平安出现在大圣皇城 第一时间就登门拜访 陈师兄 你可把我害惨了 江威一见面就开始诉苦 你把林燕抢走之后 西楚林家的人赶到了汤山城 雷霆震怒 罗大友被他们当场斩杀 我因为有大圣皇室的身份 才侥幸捡回一条命 罗大友死了 这点陈平安是真没想到 这个城主可还送给了自己一万块下品零食 没想到金丹初期的他 还是因为这件事死了 果然 在昆仑小世界之中 金丹不如狗 江威很聪明 他没问林燕在哪 他诉苦 也是想要借此拉近和陈平安的关系 要知道 陈平安的背后 可是有一个四品丹王 哪怕是西楚林家 也不敢轻易得罪一个四品丹王吧 陈平安当然看得出江威的小心思 要不是自己还需要在大圣皇城待上一段时间 才懒得理他 江威也知道适可而止 没等陈平安表态 他自己就主动转移话题 陈师兄 既然你在皇城 那望云宗的天骄之战 你应该知道吧 望云宗是大圣帝国唯一的五星宗门 天骄之战这么大的事 陈平安当然知道 这两天 大圣皇城都传遍了 望云宗的弟子 会在大圣皇城摆下挑战擂台 接受大圣的天骄们挑战 不管是在外界 还是在小世界 年轻气盛这四个字都逃避不了 年轻人想要成名 那就去挑战望云宗的天骄 只要挑战胜利 不只是一战成名 还有很丰厚的奖励 若是散修 还会被望云宗收为核心弟子 大圣帝国 不知道多少年轻人 想要在天骄之战上名震大圣 陈平安虽然才到大圣皇城没几天 却也听说过天骄之战 据说望云宗已经设下了一台几天时间 至今为止 大圣帝国 还没有任何一个年轻的天骄挑战胜利 姜威道 以陈师兄的实力 若是出手 那望云宗三十岁以下的天骄 绝不是陈师兄的对手 姜威有些期待地看着陈平安 他是真希望陈平安出手 他现在的地位尴尬 许多和他交好的年轻一辈都逼着他 若是他和陈平安走得近一点 陈平安又能在天骄之战上大放异彩 那谁还敢小觑他 陈平安淡淡地道 没兴趣 他是真没兴趣 天骄之战的奖励是丰厚 可是吴蒙子这个便宜师父那么富有 他什么都不缺 至于加入望云宗 陈平安更没兴趣 难道望云宗的老祖宗 还能比吴蒙子强 第283章 你走错了 赶紧滚下去 望云宗的天骄之战 不定时间 也没有任何门帝之间的限制 只要是30岁以下的天骄 都可以参与 不管你是散修 还是家族子弟 没有出身的限制 很多散修就等着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每一次的天骄之战 都会有一些散修 借此机会扬名立万 进入望云宗修炼 即使没有进入望云宗 也有各大家族招揽 或者就是直接给皇室效力 陈平安不需要加入任何势力 他现在的师父若是愿意 随时能开宗立派 创立一个五星宗门 就是大圣皇室和望云宗 都要遵他为分神器老祖 姜薇的算盘 都打到自己身上来了 陈平安不去参加天骄战 这让姜薇很失望 他留了一会儿之后 就告辞离去 他留下了公主府的令牌 陈平安直接丢在了角落里 现在自己的靠山足够大 小小的一个大圣公主 自己可不需要欠他的人情 姜薇走后 又有几个和陈平安 在汤山城认识的家族子弟 登门拜访 陈平安也一一接见 吴蒙子要他在大圣皇城 抛头露面 肯定是有深意的 这一天的时间 陈平安都是在接待 这些大圣皇城大家族的子弟 他们也会主动跟陈平安 提起一些大圣皇城之中的趣事 这些大家族的子弟 都想尽办法的结交陈平安 有约陈平安去喝酒的 还有要把家里的妹妹 介绍给他的 忙完一天之后 回到后院 吴蒙子早在这里等着他了 看到这老家伙 那一脸不怀好意的笑 陈平安就知道 肯定没有好事 果然 吴蒙子一脸坏笑的道 交给你一个任务 明天你去参加天交战 陈平安一脸纳闷 自己去参加天交战 不是欺负人吗 吴蒙子道 你别小看望云宗的天交们 他们之中 还是有几个好苗子的 再说了 三十岁以下的金丹七 望云宗还是有几个的 陈平安刚想说话 吴蒙子直接道 让你去你就去 好处不好处的 我可不在意 师父让我去 我当然要去 师父你就直接说是 需要我输 还是需要我赢吧 吴蒙子白了陈平安一眼 这小子的脸皮 还真不是一般的厚 当然是要赢 不仅要赢 还要赢得漂亮 不过 你不能暴露你的金丹等级 最多只能用七品金丹的力量 七品金丹 够用了 陈平安点点头 这段时间 他也是很认真的去了解昆仑界的 再加上血魔老祖年少时的记忆 他当然知道 七品金丹有多强 只要是结成四品金丹 就已经算是天才了 七品金丹 那是天才中的天才 既然吴蒙子要让自己去参加天交战 陈平安第二天一大早 就收拾打扮好 一身华丽的衣服 带着人就出了门 跟在陈平安身边的 是吴蒙子亲自安排的护道者 他们要负责保护陈平安的安全 其中有一个原因中期的强者 两个金丹顶峰的强者 老家伙说的 要陈平安自己在大圣皇城 闯出自己的名气来 为了避免有人暗中 对陈平安出手 特意给他安排了护道的强者 他这待遇 怕是只有望云宗少宗主 和大圣帝国的太子 有这样的待遇 以前在外界的时候 陈平安本身就是无敌的存在 不需要保镖 可现在这里是昆仑界 要真是有原因期以上的修士 想要杀他 一个神势攻击 就能要陈平安的命 身边带着原因中期的护道者 安全很多 还能威慑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大圣皇城很大 这天交战的擂台 在皇城四个方向都有 东南西北四城 都有望云宗弟子部下的擂台 陈平安住的地方 距离皇宫很近 也就是东城 他的第一站 就是东城的天交战擂台 当他带着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才发现什么叫做热闹 人山人海 就像外界的演唱会一样 人多 外围还有修士 出售各种预检 里面都是记录天交们的各种信息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那是别人 陈平安可没时间去依了一解 这些所谓的天交 望云宗有金丹修士 负责检验参与天交战的天才们的骨骼 确认古灵是在三十岁之下 大圣皇城东城的大家族 都有不少人在擂台边上包下了小楼 一旦遇到让他们心动的散修天才 就会让人去拉拢 这几天 不管是散修 还是各大家族培养的天才 都没有战胜过首类的望云宗弟子 其中有一个擂台 甚至几天来都没有人上去挑战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这个擂台上的望云宗天交 是个金丹初期 三十岁的金丹初期 像这样年轻的天才 望云宗也没几个 耿平海师兄已经结丹一年 五品金丹 就是一些老牌的金丹初期 也不是他的对手 由他守这个擂台的话 除非是皇室把暗中培养的天交派出来 不然没有人能赢他 一些人暗中聊着擂台上的天才 陈平安也都听在那里 他通过合宴之后 微微一笑 然后在没人注意他的时候 就缓缓地走上了擂台 他没有飞身上去 也没有踏剑而来 就是直直地走上去的 啊 有人惊呼一声 发现了走上擂台的陈平安 这小子是谁啊 他竟然赶上耿师兄的擂台 没见过 说不定是外来的散修 不知道耿师兄的实力 小子 你走错了吧 还不赶紧滚下来 就是 耿师兄大度 不和你计较 赶紧滚下来吧 陈平安像是没听到这些人的话一样 而是看着那个盘坐在擂台上的青年 三十岁不到的金丹初期 确实是个天才 你是他们之中最强的吗 陈平安的声音很轻 也传出去很远 擂台上的青年 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的少年 微微皱眉 下去吧 我不和助击修士打 他以为陈平安是助击修士 并未把这少年放在眼里 陈平安继续问道 你是不是他们之中最强的 耿平海有些不耐烦的道 滚下去 他这一生 带着一点金丹初期的威压 强大的气息 直接逼近陈平安 然而 一切风平浪静 陈平安站在原地 就连身上的衣服 都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耿平海是望云宗 年轻一辈之中的领军人物 在大圣皇城之中 他也是名声在外 望云宗的天才不少 金丹七的修士 就有上万人 可三十岁以下的金丹七弟子 却没有几个 他如今还不到三十岁 因为自己有一些奇遇 再加上家族 和宗门庞大的资源培养 在三十岁之前 单程结功 还结成了 让许多修士羡慕的五品金丹 望云宗中 他虽然不是最妖孽的天才 但也绝对是 其中的佼佼者 祝鸡七和金丹七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祝鸡七在金丹七的面前 那就是弱鸡 丹平气鸡就能碾压 像陈平安这种 在祝鸡七的时候 就修炼出金丹道骨的妖孽不算 所以 当耿平海散发出去的气息 并没有把他眼中的少年逼退的时候 他就已经缓缓地站了起来 四周那些窃窃私语的围观修士 也都傻眼了 这是这么多天来 耿平海第一次站起来 完了 这小子惹怒耿师兄了 耿师兄可是五品金丹 皇城之中 除了那几个皇室的妖孽 谁是他的对手 就连那些昏昏欲睡的 各大家族的修士们 都被忽然出现的动静 给吸引了目光 其中一栋小楼里 有在汤山城 见过陈平安的大家族子弟愣住了 十七公主 不是说他不参加天交战吗 他的话 把身边的同伴们都吸引了 全都好奇地 等着他的解释 这人也不废话 而是直接道 他就是陈平安 丹王弟子 后面这四个字 就像一记重锤 砸在众人身上 原来是他 难怪赶上台挑战耿平海 这下有好戏看了 也不知道他们两个谁强谁弱 传言陈平安可是七品金丹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你也信 那不过是十七公主 为了减轻自己的处罚 故意传出来的信息罢了 这有什么好争的 是不是真的 看看不就知道了 一群人 也都看向了耿平海的擂台 而那个大家族的子弟 则是赶紧让人去通知 十七公主姜威 大圣皇城这下 怕是有热闹可以看了 刚被皇室冷落下去的十七公主 说不定还有机会 再次获得皇室的宠幸 擂台上有布折阵法 就是避免对战的时候 力量过大 对四周造成破坏 耿平海看着眼前的少年 既然能上台 那肯定是经过宗门长老 验证过古灵的 耿平海的眼中 有着浓浓的战役 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次的天交战 不就是为了寻找 能让他进步的对手吗 很好 耿平海的脸上 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他也不废话 直接动手 陈平安站在原地 动也没动 不是他不尊重对手 实在是面对一个明显 若太多的金丹初期 他真的没有多大的兴趣 只见他缓缓地抬起手 轻轻一指 在他眼前 仿佛有无数道剑意凝聚 哄 强大的剑意 直接碾压去 突破金丹期之后 陈平安就开始酝酿剑意 当初在彭埃仙岛上 那个师娘送入他身体中的 强大剑意 可是帮了大忙 再加上杜劫的时候 陈平安用天节来锻炼小丑剑 如今的小丑剑 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法宝 但也和真正的法宝差不多 这一道剑意 是陈平安度过金丹节之后 就一直酝酿的剑意 剑意如山 轻负而来 耿平海的动作 戛然而止 在他身前 一件件法器飞出 阻挡着强大的剑意 法器碎裂的声音 让他心疼无比 他刚晋升金丹初期一年的时间 手中剩下的法器 那都是上品法器 甚至还有极品法器 用来阻挡一道剑意 就让这些法器 几乎全都报废 而对方站在原地 连动也没动一下 这也太侮辱人了 此时 四周刚才还沸沸扬扬的声音 突然就停止了 全都诧异地看着擂台上 这转瞬间的变化 就算是不懂修行的普通人 也看得出来 望云宗的天骄耿平海 正在艰难地抵挡那少年的随身意志 一些强大的金丹修士 都露出了慎重的神情 他们在想 如果是他们上去 能接住这强大的建议吗 望云宗这边 这次下山负责天骄站的 是一个原音后期的修士 在宗门之中 有长老之位 他看到擂台上的变化 脸色有那么一丝意外 耿平海的实力 他是知道的 在同龄人之中 找不到几个对手 这少年是谁 在这之前 他从未关注过 走上擂台的少年 旁边有人道 贺长老 刚才刘芷士就传来消息 这个少年 似乎才18岁 他身边还有原音期的护道者 贺长老微微皱眉 原音期的护道者 一般修炼到原音期 都是老祖级别的 就算是自家后辈 不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也不可能 有原音期的护道者 这人接着道 如果真如刘芷士说的那样 这少年的身份 应该是汤山城那边 出现的少年陈平安 是那位丹王前辈的弟子 死 贺长老深吸一口气 望云宗有自家的情报系统 汤山城虽然偏僻 可那边发生的大事 望云宗都会收集 丹王收徒这件事 望云宗也是派了天才弟子去的 贺长老道 18岁的金丹初期 难道他的金丹等级 真如传言那样 是七品金丹 七品金丹啊 他虽然是原音后期的修士 但是金丹的品级 也才是四品金丹 这金丹的品级每高一级 那未来的成就就越高 就像耿平海 不出意外的话 他是百分百的 能成为原音期修士的 甚至有机会 冲击一下分神期 但若是七品金丹 只要不夭折陨落 将来必定能成为分神期大能 甚至是合体期大成期都有可能 这样的天才 可惜已经被丹王收为了弟子 不然望云宗必然要想方设法的收入门中 也许还是老祖亲自收为清传弟子 看来宗主说的没错 老祖和丹王前辈之间 似乎有个约定 耿平海不是他的对手 把这里的消息传回去 让宗主自己定夺吧 第284章 一战成名 望云宗的金丹初期 天交耿平海败了 他是被望云宗的修士抬下去的 只是一招 他损失了好几件法器 还是被陈平安击败 最后昏迷过去 也不知道是因为受伤还是气的 有人甚至怀疑 他是装的 这个时候装昏迷 似乎是最正确的选择 陈平安击败了耿平海 可他并没有半点得意 这只是五星宗门的天交而已 昆仑界那么大 天交何其之多 大圣不过是一个小地方而已 算下来 就相当于是外界的一个乡镇一样的等级 如今耿平海被陈平安打败 他也就成了新的天交战手类人 他学着耿平海之前的样子 盘坐下来 闭着眼睛 吴蒙子让自己参加天交战 赢得漂亮 应该算是完成他的交代了吧 果然 屏蔽掉周围的声音之后 安心打坐 这逼格马上就上去了 四周那些人 早也被台上的少年所折服 不知道多少年轻的姑娘 暗颂秋波 就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公主府 在大圣皇城 公主府有上百座 能被安排到公主府居住的公主 那可都是皇室宠幸的公主 十七公主就算失去了宠幸 但是皇室 还是给他留了点颜面点 并没有让他搬离自己的公主府 只是如今他的公主府 一应待遇大不如前 皇室提供的资源 也是大打折扣 之前他还拥有金丹后期的护卫 如今留在他身边的护卫 只是两个金丹初期而已 姜薇今天也没心情去看天交战 他若是出去 可不只是他的那些兄弟姐妹 会笑话他 以前他有吴家继承人作为道旅 在大圣皇城 那也是要封的封 要语得语 谁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这次的汤山城之行 若是吴家继承人 可结果就是 他的道旅被无风斩杀 如今他地位不保 这公主府早晚也会被收回去 这些天就连府中的下人们 都是谨小甚微的 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他 被他杖杀 姜薇没有心思修炼 他的修炼资源也大不如前 再加上他资质有限 修炼几十年 或许才有机会镀金丹节 他正在公主府里盘算 他这些年积累的人脉 还剩下多少 有多少是可以用的 作为皇家的公主 他现在死了道旅 以他的姿色 皇室肯定会为他重新选择一个道旅 不过肯定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 说不定还会是去给一些老古董当妾 甚至是把他许给一些边缘的家族 想到这里 姜薇就有些难受 他明明美若天仙 有大好前途的 陈平安 他原本想要借着这个少年的身份 保住自己的地位 以他的经验 想要拿下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 可算不上什么难事 难就难在 如今他的身份地位大不如前 也不敢太明显 怕惹得吴家那边不高兴 也怕无意中惹到陈平安 殿下 殿下 其切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姜薇微微皱眉 有些不耐烦 他手底下的一个贴身宫女走了进来 有些兴奋地道 殿下 陈公子参加天交战了 作为姜薇的贴身宫女 这宫女是知道自家主子的想法的 姜薇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因为有太多的陈公子 你说谁 宫女见竹子心不在焉地 再次提醒道 殿下 陈平安陈公子参加天交战了 姜薇激动地站了起来 脸色甚至有点红润 就像是他第一次在洞房里 见到吴家继承人一样 虽然陈平安参加天交战 和他的关系不大 可在汤山城的时候 他和陈平安走得最近 很多人都看着呢 走 我们去看看 既然陈平安去参加天交战了 作为皇室唯一一个和陈平安接触过的人 他必须亲自到现场去 就算他什么都不做 只要人去了 那就是态度明确 那些等着看他笑话的人 就要好好想想他和陈平安的关系 收到消息的可不只是姜薇 大圣皇城之中 有头有脸的人物 只要是关注丹王事件的家族和势力 都在很快的时间 知道了一招 打败望云宗天交耿平海的 就是丹王弟子陈平安 陈平安 这个名字 很快就传开了 什么叫扬名立万 陈平安这算是在大圣皇城 打响了第一战 一战成名 再加上他丹王弟子的身份加成 让他在短时间之内 就成为了大圣皇城中 各个阶层讨论的对象 上到皇室成员 吓得贩夫走卒 都在议论天交战上 一战成名的陈平安 这大概就是吴蒙子要的结果 让陈平安在大圣皇城 闯出他自己的路 皇城之中很多势力都在商议 是否要派人去接触陈平安 一些家族甚至都想好了 用自家家族之中最漂亮的女子 去接触陈平安 要是真能把陈平安收为女婿 就是用十个女儿嫁给他 也有人愿意 十八岁的金丹初七 还是七品金丹 这样的天才 绝对是绝世天交 千年难遇 吴蒙子所在的院子里 他似乎已经知道了 陈平安一战成名 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 老何 你觉得我这个弟子怎么样 吴蒙子口中的老何 就是名义上这个院子的主人 也是那个三品炼丹师 元英顶峰的强者 元英顶峰的修为 在这大圣帝国 那也是顶尖战力 要知道 皇室和望云宗对外 都只是宣称 只有一个分神器强者 但实际上 有没有一些老不死的分神强者 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一般情况下 分神器的修士也不出面 就拿望云宗的宗主来说 五星先宗的宗主 也不过是元英顶峰的修为 除非他修炼道分神器 那就会主动退位 成为宗门的老祖之一 老何录出了然的笑意 是个好苗子 你把他丢出去 是想让他走自己的道吧 吴蒙子点点头道 我这弟子 和我年轻的时候 很像 我不能困住他的天赋 他若是一心修炼丹道 将来肯定能成为丹县 只有他知道 陈平安在荆丹期的时候 就度过了仙人的三十三道天节 这样的绝世天才 不可能只是丹仙那么简单 老何道 这小子的心性不错 资质也不错 只是要想成为丹仙 谈何容易 他自己困在三品炼丹师 已经上百年 无法再进一步 从炼丹师到丹王都如此困难 更何况还是传说中的丹仙 那可是七品丹仙 四品丹王 五品六品也是丹王 到了七品之后 那就是丹仙 三品到四品是个门槛 六品到七品也是一个门槛 这就和金丹的等级是一样的 三是一个门槛 很难跨越的门槛 一旦跨过去 就成为了人上人 很多三品炼丹师穷奇一生 也无法突破 成为四品丹王 卡在三品炼丹师上千年都有可能 七品丹仙 不说丹道之上的成就 单单是自身的修为 就最起码是杜杰期 杜杰期那可是人间仙人 被称为帝仙至尊 吴蒙子不会泄露 自己这个弟子的绝世天资 他知道 那有多吓人 一旦陈平安的金丹节 是三十三道雷节的事情泄露出去 那这天下将会阴塌而乱 吴蒙子忽然抬起头来 只见一道身影 在半空之中慢慢凝聚而成 见到这道身影 吴蒙子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师兄 他就是你选的人吗 眼前的这道身影 只是神石投影 但别小看 这道神石投影 就算是原因修饰 这神石投影 也能轻易斩杀 因为他是望云宗的分神后期老祖 林冲 一个坐镇望云宗数百年的大能强者 没人知道望云宗的这位分神后期的老祖 还有一个师兄 就是四品丹王吴蒙子 至于吴蒙子和望云宗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就是几百年前的事 就无人得知了 吴蒙子道 你对我这弟子可还满意 林冲微微笑道 师兄选的人错不了 既然他是师兄选好的传人 那我这个做师叔的 怎么也得送他一份礼物 吴蒙子哈哈大笑道 大善 那东西 你也准备了这么多年 就给他吧 林冲的神石虚影 嘴角都抽了抽 不过还是叹息一声道 好吧 师兄既然有意 那就给他 我明白师兄的用意 不过这是不能操之过急 得等等 吴蒙子挥挥手 道 赶紧走吧 等下皇室那老东西 还以为你想和他打架呢 传人我已经找到了 剩下的事就交给你去做吧 师兄放心 我会安排好的 林冲的身影慢慢淡化 直至消失不见 东城区的天交站擂台处 陈平安成了金丹七天交的守类人 耿平还几天都没遇到对手 陈平安一招就打败他 就算真有几个隐藏在暗中的天交 这个时候 也绝对不会上去自取其辱 有些家族之中 藏着那么几个天交 但也最多 就是和耿平安一个级别 十七公主将威的到来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她可是大圣皇城出了名的美女 要不是嫁到吴家 不知道多少修士 想要与她一起修炼 她现在的处境众所周知 吴家继承人被杀之后 现在吴家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天才 她是堂堂的皇室公主 总不可能嫁给吴家子弟两次吧 当年她先许配几无风 后又嫁给吴家继承人的事 都成了大圣皇城的笑话 这次她回到大圣皇城 很多人都等着看她的笑话 可现在这些人笑不出来了 姜薇在汤山城宴请陈平安 回到大圣皇城之后 又第一个去拜访陈平安的事情 早就传开了 谁知道这两人之间 有没有什么奸情 毕竟姜薇确实是个大美女 还是个诱人的少妇类型 那个少年不喜欢这样的女人 姜薇很聪明 她到了这里之后 也不用刻意地 去找擂台上的陈平安 只要站在这里 那别人就会猜测 她和陈平安的关系 这才是她想要的结果 十七妹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还想着去你府上找你呢 一个青年缓缓地走了上来 四周的人都赶紧让开 身穿蛟龙服的 那可都是大圣皇子 眼前这位 就是大圣帝国的九皇子江波 这大圣国如今的 皇帝儿子女儿一大堆 皇室那是真的开之散业 可这些皇子公主 真正能得到皇室宠幸的 却没几个 九皇子和其他皇子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 他和大圣如今的太子 是同胞兄弟 江维微微行礼道 见过九皇兄 以前九皇兄和他接触 那是因为他嫁到了吴家 九皇兄代表了太子 和大圣的各大家族接触交流 需要这些家族的支持 本来他回来之后 就去拜访过九皇兄 但是九皇兄根本不见他 找了个借口躲了起来 如今他刚到这里 九皇兄就凑上来 意图很明显 九皇子江波道 听说十七妹回来之后 去府上找过我 这几日我都在宫里修炼 没见着你 他就是随便找个借口 江维也不在意 皇家哪有什么亲情 不过是利益罢了 九皇兄是太子胞弟 属于太子党 为太子安前马后的办事 拉帮结派的笼络人心 要争论修为 这九皇兄还不如他 才助击初期 资质更差 江波接着道 以后你到我府上 不用同传 我那里就是你的家 你随时可以回去 江维心里冷笑 说得好听 要不是自己现在还有点用 他可能都不会看一眼 自己这个妹妹 江维直接道 皇兄想说什么 就直接说吧 江波哈哈笑道 也是 咱们兄妹之间不必客气 那我可就实话实说了 太子殿下 要我邀请陈平安 去东宫做客 你可否帮我带话 给陈平安 太子殿下有意 把他的小女儿 嫁给陈平安 这门亲事 你觉得如何 江维一愣 这太子还真是一想天开 当了两百多年的太子 已经等不及了吗 他自己想要嫁女儿 也不问问 龙椅上的那个人同意吗 丹王弟子 就算是太子的女儿 也配不上 他还不知道 要等多少年 才能登上皇位呢 现在他的女儿 就是个郡主身份 还没有自己这个公主尊贵 自己这些皇兄们 怕失望了 真正掌控 整个大圣帝国的 是龙椅上的那个男人 已经活了几百年的老家伙 他们的父皇 一个财金丹顶峰的老东西 大圣皇室的皇帝 只是金丹顶峰 不过当皇帝的 要的是才能 而不是修为 皇室有那么多强者 皇帝就算是个普通人 谁又敢打皇室的主意呢 才是大圣帝国的定海神针 第285章 擂台顿悟 万见其名 大圣帝国皇帝的子女们 年龄相差大 甚至还有些资质差的 已经寿终正寝 就拿当今的太子来说 已经三百多岁的太子 这还不是皇室史书上等的 最久的太子 太子虽然还是金丹后期的修为 能活五六百岁 但是龙椅上的那个 可还能活很久 谁都知道 当今太子盯着那个位置 这么多年 在外面也是拉拢全臣 和各大家族暗中合作等等 皇帝睁之眼闭之眼 是因为他不怕太子造反 老祖宗不发话 这皇帝的位置 谁也别想做 皇室能开之散夜 还得感谢皇帝的后宫妃子多 本身修士就很难有后代 有时候一个妃子相隔百年 才怀孕都很正常 所以皇帝的孙子都有得死了 他最小的儿子女儿 还是小孩子 九皇子一百多岁 姜威三十岁 相差就有一百岁 姜威道 皇兄 陈师兄不惜被人打扰 他若是有一娶皇室的女子 你觉得 父皇会把谁许配给他 姜威脸色有那么一丝难看 他也有女儿 他也想把女儿嫁给陈平安 他虽然看起来是青年的样子 那是因为 吃了许多蛀岩的丹药 实际上他已经一百多岁 距离两百岁的大县也不远了 姜威道 父皇那边就算有意 那不也要看陈平安的意思吗 万一他要是都喜欢 也可以都娶了 反正皇室的女子很多 别说修士了 就是那些家族里的普通人 谁还没有几个士钱 少的几十个 多的几百个 他当然要尽情的享受 十八岁的姑娘 他府上都有很多 姜威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画面 脸色微微一红 他一开识本 就是想要以自己的美色 诱惑陈平安的 只是他无从下手罢了 难道 自己还要和侄女 还有妹妹们争男人吗 甚至和他们一样 去服侍同一个男人 其实认真想想 也不是不行 因为这个男人是陈平安 可是 还要陈平安愿意啊 皇兄的意思我明白了 等天交战结束之后 我会亲自跟他说的 姜威知道 陈平安一战成名之后 他这个过期的公主 就算再有姿色 也不可能登堂入室 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 他根本配不上陈平安 可他当然不甘心 若是能成为陈平安的女人 他做什么都愿意 哪怕只是在陈平安的房间 待上一晚也行 他心中按下决定 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不然就让那些小骚蹄子们 减着大便宜了 和那些年轻的小姑娘比起来 他可更有经验 姜威和他的九皇兄讨论的事 也是很多大家族在讨论的事 谁不想把自家最年轻 最漂亮的女子嫁给陈平安 这样的绝世天骄啊 陈平安屏蔽了外界的声音 两耳不闻窗外事 他此时正在内饰他自家的神魂空间 度过金丹节之后 他的神魂空间比之前扩大了许多 在他的神魂空间之中 还有血魔老祖的血色世界 其中的天道果树也在慢慢地发芽 他有一种感觉 好像这天道果树 有着很大的作用 只是他自己还找不到有什么用 目前最大的作用 就是让他无时无刻都在感应道运 修炼越到最后 道运的领悟越难 可陈平安有天道果树 这一切就好像变得简单了很多 就像现在 因为他用一道 剑意就打败了望云中的天骄 他正在领悟之前那一剑之中的剑意 剑道也是大道之一 昆仑先宗修炼的最多的也是剑道 金丹期开始养剑 用血脉神魂养剑 他如今身上有老道士传的昆仑功法 这昆仑功法 应该就是昆仑界中的昆仑弟子 修炼的功法 以他现在的眼光和见识 当然知道 这套功法是不完整的 应该只是上半步 只足够他修炼道分神器 分神器之后的昆仑功法 他是只有去昆仑先宗才能得到 自己还要找老道士 去昆仑先宗是早晚的事 只有找到老道士 才能搞清楚 自己是谁 还要怎么出去 外面的事还没解决好呢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淑女姐姐王丽 小圣女熊思思 东南王郡主南宫沙 他们是不是也想自己了呢 神魂空间之中 陈平安的意识中 出现了几个女孩的身影 然后一道见光突兀的出现在他眼前 不 陈平安的神魂颤抖起来 这道建议 竟然要把他脑海里的这些身影斩进 这不是他要的建议 而在外界 有修士似乎发现了陈平安的问题 因为他的身子在微微颤抖 脸上都是戏涵 他在干嘛 有人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他不会是顿悟了吧 不少修士都露出羡慕的神情 这经单期修士 每一次顿悟都弥足珍贵 陈平安之前还在战斗 这转眼之间就在擂台上顿悟 而且看他这情形 顿悟都和别人不一样 陈平安的护道者 已经站到了擂台边上 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 就连往云宗这边 都派人过来帮忙 此时此刻的陈平安 再次成为了焦点 在茫茫人海中顿悟 这得是多大的胆子 才敢这样做 这要是有人故意破坏 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快看 他面前那是什么 有修士惊呼出声 剑 那是剑 陈平安的身前 小丑剑飘浮出来 其上有着无数的剑影 四散而去 周围那些拿剑的修士 感觉到了手中的剑都颤抖起来 这一瞬间 无数修士都要想办法 握紧自己的剑 但是下一刻 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 因为一把把剑 挣脱他们的主人的手 发出嘹亮的剑鸣 直冲天际 助击修士 炼气修士的剑 根本就控制不住 万剑齐鸣 他到底动了什么东西 有人心中起疑 他们这辈子 都没见过这样的画面 一把剑 一百把剑 一千把剑 一万把剑 无休止的飞天而起 形成了一个剑气漩涡 很多人甚至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 要知道这些剑中 还有不少都是法器 虽然只是占了少数 可这么多剑 哪怕从天而降 也能灭掉一大片人 姜薇握紧拳头 看着擂台上的少年 眼中无比的坚定 这个男人 谁也不能和他抢 一战成名 万剑齐鸣 绝世天骄 舍他其谁 半空中盘旋的剑椅 汇聚在一起的长剑 形成了一道剑盒 如此强大的剑椅 只要是在握在手中的剑 或者背在身上的剑 都像是受到了莫名的召唤 城中那些卖剑的店铺 是真的倒霉 店铺里的剑都是无主的 这个时候 也被剑一锁勾动 亦飞冲天 这么大的动静 一些许久不出事的老怪物们 都被惊动了 东城区这一片 不知道多少道神石 出现在天骄战擂台的方向 还真有人试图想要用 神石攻击 正在顿悟的陈平安 而胆 一声惊雷式的大喝 从擂台边上的原因 中期修士的口中传出 他整个人也刹那间 出现在半空之中 虽然他的速度很快 但是修为毕竟只是原因中期 这出手的人 修为可不低 神石之力排山倒海的压制过来 负责陈平安安全的 还有两个金丹顶峰的修士 也同时飞升而起 三个护道者都已经出动 不知道多少双眼睛 盯着擂台上的陈平安 谁能想到 这个时候 竟然有人会对他出手 难道这出手的人 不知道他是丹王弟子吗 魔族 不知道是谁惊呼一声 因为一道黑色的雾气 洗脚来 距离擂台最近的修士 都傻眼了 十七公主将为脸色苍白 她没有任何犹豫的 被身边的两个金丹初期修士到 拦住这些魔族 昆仑界中 人妖两族交好 因为有共同的敌人魔族 魔族有很多强者藏身在人族之中 很难分辨 只要不使用魔宫 也很难得知他们的身份 天下到处都有魔族的案子 甚至有不少人族 为魔族办事 成为魔族的走狗 为的就是能修炼魔宫 获得魔神赐予的力量 还因为魔宫修炼速度快 力量来得容易 此时发现是魔族动手 那就证明 大圣帝国虽然偏僻 但是皇城之中 也藏着很多魔族 还有强大的魔族高手 望云宗这边 负责天交战的元英长老 已经出手 陈平安身边 已经没有了保护他的力量 所以 当那道黑雾席卷而来的时候 姜威让他身边的金丹 初期冲了上去 人族和魔族之间 常年都有战事 相互仇恨 可这出手的魔族 不过是幌子 吸引人的目标而已 魔族有一群 隐藏在人族中的强者 他们的任务 就是暗中与那些 和魔族合作的人族沟通 还有一个任务 是除掉人族的天才 只要发现人族天才 特别是天才中的天才 绝世妖孽这种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要把这些天才除掉 魔族不允许人族 和妖族的天才成长起来 也许魔族在大圣皇城之中 潜伏的人 早就注意到了陈平安 七品金丹 十八岁的金丹初期 传得沸沸扬扬的 这样的天资 绝对是人族天才之中的 绝世天骄 一旦成长起来 就会成为魔族的心腹之患 所以在他还没成长起来的时候 就要把这样的绝世天骄扼杀 就在江维身边的金丹修士 去对付那道黑雾之中的魔族的时候 一些人族修士也冲了上去 人族修士都知道魔族的危害 人族修仙 除了长生 为的不就是除魔未到吗 魔族一旦统治人族的地方 那人间就会变成地狱 魔族修炼魔宫 也是靠夺取人族的血脉力量来修炼 那么多人族修士冲上去帮忙 有炼器修士 有筑基修士 也有金丹修士 就在这个时候 没人注意到 一个金丹后期的修士 在冲上去帮忙的时候 忽然转向攻击陈平安 金丹后期的修士 它身上是人族修士的气息 可在他攻击陈平安的时候 他就是魔族的帮凶 这就是人族之中的叛徒 修炼人族功法 也是人 但是心向魔族 心甘情愿为魔族办事 人都是自私的 所以人心也是最可怕的 没人能想到 在大家都去对付 那黑物之中的魔族的时候 会有一个人族修士 突然对陈平安出手 强大的金丹后期的力量 手中的一件极平法器 直接冲击向陈平安碾压来 就算是有人想要救援 也来不及了 不要 姜薇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真的毫无作用 他只是助击后期而已 他好不容易才看到一点希望 能攀上陈平安的关系 再次在大圣皇城站稳脚跟 可眼看着这一切 都要成为泡影 像泡沫一样的破碎 其实 如今那些看到陈平安 遇袭的修饰之中 不知道多少人希望他死 想要他死的人 绝对多过这个时候 想要救他的人 人类就是这样 你可以是天才 但你不能是比我 还厉害的绝世天才 枪打出头鸟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陈平安一战成名 还在擂台上顿悟 引得万箭其名 他这已经不是用天才可以形容的了 既然你这么爱出头 活该引来魔族的高手刺杀 不是人人都有着护卫正道之心的 不然也不会有人族的高手 愿意为魔族办事 沉寂在神识空间中的陈平安 正在努力地压制 那道要途径他记忆中安歇女孩的建议 这道狂暴的建议 似乎要凌驾在他之上 破除他心底的那些执念 陈平安修的是有情道 可不是无情道 人若无情 那和畜生 和魔族有什么区别 既然有情 你只是一道建议 我让你斩谁 你才能斩谁 这道建议 在他的神识空间之中 变得狂躁起来 仿佛要斩尽一切 不允许陈平安控制他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强大的气息碾压过来 陈平安感觉到了外界的威胁 大鹤一声道 给我斩 随着他的大鹤 外界的天空之中 那道剑河像是受到了影响 大如几个篮球场 一样大的剑河漩涡中 无数的剑一起落下 偷袭陈平安的金丹后期修士 眼看就要得手 一些修士甚至期待着陈平安 被碾压成碎肉 突然狂躁的剑河之中 许多的剑一拥而下 直奔这个金丹后期的修士而来 第286章 魔族刺杀 万剑齐奔 可比万马奔腾 还要有画面感 当一把剑刺像一个人的时候 看见都会觉得害怕 然而 当无数的剑刺像一个人的时候 那就不是害怕 而是灵魂上的颤抖 虽然这些剑中 还有很多只是废铁 就是五福用的铁剑而已 可当这些剑的数量 已经达到一个恐怖数量的时候 量变也会引起质变的 更何况 这些剑中还包含着许多的法器 下平法器 中平法器 上平法器的剑也有 这么多的剑 一起刺向偷袭陈平安的金丹后期 他抬头看见的 就是狂风剑雨 眼中除了剑 还是剑 金丹后期修士的护身金光 在抵挡了几百把刺来的剑 毁灭了几百把剑之后 终究还是消散无踪 而那些剑 已经直直地插在地上 在那中间 有一个人形的剑体 身上被插了许多的剑 金丹修士又如何 又不是不死之身 只要不是原因修士 都无法做到原因出窍 除非是修炼灵魂类的功法 在金丹七肉身被毁的情况下 还能留下神魂夺赦 可偷袭陈平安的金丹后期的修士 早就被剑一锁定 就连神魂都没有逃出去一丝 看着地上那插满的剑 这个金丹后期修士的肉身 早已经被剑插得满满的 比刺猬还要命 许多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这就是绝世天才的本事吗 顿悟中的剑意 竟然能斩杀一个金丹后期的修士 若是他真的领悟这道剑意 是不是说他 虽然只是金丹初期的修为 却能越即斩杀金丹后期的修士 那些想要陈平安死的人的心中的想法 更强烈了一些 金丹后期的偷袭刺杀都失败了 那是不是说 只有原因期的高手出手 才能杀死陈平安呢 他这是借助顿悟的力量 才能杀死金丹后期的修士 以他自己的力量 最多能杀死金丹中期的修士而已 有人小声地做出总结 顿悟的时候 天地力量根本不受顿悟之人的控制 但能杀死金丹中期的金丹初期 那也绝对是天才中的绝世天才 看来大圣皇城这下有热闹可看了 这么大的动静 魔族都出手了 皇城之中的那些守护者 怎么还看得下去 皇城寺的高手 本就在四周警戒的 这个时候 已经出现开始维持秩序 那到黑雾已经散尽 其中的魔族也被斩杀 有十几个魔族高手 祝鸡和金丹七都有 但是人族修士这边 死了几百个 这其中死的最多的是 炼气七和祝鸡七 也有几个金丹七的修士 被黑雾中的魔族斩杀 至于一开始想要偷袭 陈平安的那道神石 在试探过后 被一群强者围攻 这神石最终选择了自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他若是不自爆 被人找到他的本尊 那可就完蛋了 既然是潜伏 那肯定不能暴露他自己的身份 不过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这神石主人的实力 应该是元英巅峰的强者 这就说明 在大圣皇城之中 还潜伏着魔族的高手 元英顶峰的强者 也许是魔族 也有可能是被魔族收买的人族强者 自爆神石之后 哪怕是分神器的强者 也不可能找到 这神石背后的本尊 陈平安的护道者都受了伤 特别是两个金丹顶峰的修士 他们在第一时间就上去帮忙 那个时候 面临的是那道神石的疯狂攻击 要不是 有元英中期的护道者和望云宗的长老 分担了大部分的力量 他们也许已经死了 剑河已经落下 失去宝剑的修士们 都在那地上插着的剑中 去寻找自己的剑 皇城寺的高手 已经开始参与现场的管理 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 姜薇在这场混乱中 没有受到伤 但是心有余悸 此时那皇城寺的负责人走了上来 看着姜薇道 石七妹 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 皇城寺的负责人 自然是皇室成员 是大圣皇室的三皇子江海 也就是姜薇的三哥 刚才黑雾来袭的时候 是姜薇第一时间 让他手底下的金丹修士 出手拦截的 结果就是 他手下的两个金丹初七 都已经死在了第一波的攻击之中 这可是他公主府 剩下的最后两个金丹七的高手 以他现在的身份 想要让金丹修士 成为他公主府的人可不容易 他供不起金丹七修士修炼 所需要的庞大资源 三哥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 姜薇看着 他这个笑面虎的三哥 心生怀疑 这么大的乱子 皇城司都是等 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才出面 江海呵呵一笑道 皇城司可不负责 望云宗的天交战 擂台安全 不过有魔族在皇城之中 刺杀我人族天才 这件事 我自然会禀告父皇 让父皇他老人家处理 魔族的突然刺杀 肯定会牵扯进来 很多大圣皇城的家族 这些魔族的身份 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 变成他们这些皇子博弈的筹码 三皇子当然要等到 事情发生之后才出面 不然他什么筹码都没有 死了这么多人 才能借题发挥 此时的陈平安 也是心有余悸 虽然他屏蔽了外界的声音和气息 但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还是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还好他正在试图控制那道剑椅 也是因为那道剑椅 他才捡回一条命 如今这道剑椅 已经成为了他神识空间中的 一把神魂剑印 刻在他的神魂之中 不过这剑椅似乎还不服气 并不受他的控制 少主 原因中期的护道者 出现在陈平安身边 轻声提醒道 要不要暂时先离开这里 他的气息不稳 若是再出现一次意外 他没把握 还能护住陈平安 陈平安笑道 没事 师父他老人家 不是都没出面吗 他可是机灵着呢 之前他还想 吴蒙子这个便宜师父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出来 打天交战 还要他赢得漂亮 现在才刚开始 魔族的高手 就迫不及待地出手了 这可是大圣皇城 有皇室的分神七老祖 坐镇的地方 在这皇城之中 发生的任何事情 皇室都是第一个知道的 皇室的高手 没有第一时间出手 吴蒙子也不可能 不管自己的死活吧 陈平安现在严重怀疑 吴蒙子这老家伙 和皇室那个分神七的老祖宗 说不定私底下就有什么勾当 利用他把这些潜伏 在大圣皇城的魔族引出来 看来 无论是在外界 还是在昆仑小世界之中 自己都逃脱不了 被当成棋子的命运 第287章 皇帝VS太子 一次短暂的顿悟 在陈平安的神魂空间之中 留下了一道剑意 那些被毁掉的剑 肯定是需要赔偿的 这些事 陈平安都不用管 自然有人去负责统计 吴蒙子那个老家伙那么富有 他既然利用自己 那付出点代价 也是应该的 陈平安展现出来的天资 已经是天才中的天才妖孽 就算真有一些家族 隐藏着绝世天骄 也不会轻易让他出来 和陈平安打一架 这打输了丢脸 打赢了 那就会变成魔族的目标 魔族猎杀人族的天骄 已经是延续了十万年的事情 谁知道这些魔宰子藏在什么地方 大圣皇城 不在平静 吴家继承人刚死在汤山城 如今又出了一个绝世天才陈平安 打破了大圣皇城上百年的平静 这是否代表着一个全新时代的降临 天骄平出 争夺这一代的无上先缘 大圣皇宫边上 是大圣的太子东宫 这个地方很大 和皇宫也只有一强之隔 大圣的太子权力还是很大的 府中培养了很多的修士 东宫太子江阳 两百多岁 他并不是长子 而是次子 大圣皇室的大皇子 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夭折了 连一天太子也没当过 所以太子之位就落到了二皇子的头上 当了两百多年的太子 也许还有两百年 他都不一定能登上那个位置 此时在东宫的禁地之中 太子江阳老实地站在一边 在他前面 盘坐着一个中年男人 老师 你没事吧 江阳看着眼前男人那苍白的脸色 略微有些担心 男人缓缓地睁开眼睛 轻咳一声 这才看着江阳道 我没事 江阳这才松了口气 他太子府的高手很多 就是元阴修士都有几十个 可元阴鼎峰的修士却不多 就只有三个而已 而眼前的这个 是他的老师 也是最有希望突破到分神期的元阴鼎峰 江阳有些后怕的道 老师 我不应该让你去的 男人呵呵一笑道 这不怪你 是我自己想去的 望云宗那边的人 也护着那小子 看来这个年轻人的背后 真的有问题 和我们之前算到的差不多 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杀陈平安 只是配合一些人去试探一下 因为在陈平安到大圣皇城的那一天 他就算出来 大圣要变天了 他修了补算之术 在皇宫之中 他还有一个外号 叫做天机子 也就是说 他能算出很多事情 借助一些邪恶的方法 他甚至还有未补先知的能力 他负责皇家的补算 对修士的补算难上加难 算出一点天机都不容易 所以 当他算出陈平安会让大圣变天的时候 就一直暗中补算 甚至动用了邪恶的方法 好几次都差点被天机反噬 最后关头收手 这一次 他不过是奋出一道神石 配合那些要刺杀陈平安的魔族 一起行动而已 老师放心 我已经让老九去接受他 江阳道 老九办事我还是放心的 这陈平安就算身上有秘密 我也会想办法 把他的秘密都挖出来 男人叹息道 别乱来 汤山城那边的接触过他的人 全都死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想要杀他可不容易 就算是我本尊全力出手 也不一定有机会 那个丹王 不可能不在他身上 留下后手的 江阳之前就派人去汤山城 调查陈平安 结果与他有接触的 江阳道 老师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放心吧 我会先选择和他合作 男人点点头道 他的背后 也许不止一个丹王那么简单 你要是真能得到他的帮助 那你离那个位置 就更近了一点 这种少年 有很多方法可以拉拢他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长记忆 江阳露出淡淡的笑意 他当然想要坐上那个位置 他的修为 也只是金丹中期而已 一旦有了帝王的气韵加深 他就有机会 冲击更高的境界 皇室最重要的 并非是那个位置 而是那个位置上的人 拥有整个大圣国的气韵 九五之尊 气韵护身 老师只要你早日突破 弟子就更有把握了 江阳是知道的 他的老师最有希望 在几十年之内突破到分神期 一旦他的东宫之中 有一个分神期的强者 那老祖宗也会考虑 让他坐上那个位置的 男人苦涩一笑 这次分出去的神识自报 他需要好几年的修炼 才能恢复 男人淡淡的道 去找几个顶炉来吧 江阳露出邪恶的笑容 他知道 老师需要的顶炉是什么 东宫就养着很多 随时提供给老师的 江阳道 老师稍等 我这就去安排 他转身的时候 看见的是一旁 堆着的累累白骨 这些可都是年轻的女生 他们在被吸干了力量之后 最终也只能成为 这白骨之中的一份 东宫太子的老师 太子太父 负责皇室补算的 原因巅峰的强者 其实是一个魔修 要不是魔修 他又怎么能和那些 魔族修士联系 一起制造了一场 突然的刺杀行动 魔修不一定是魔族 这就和魔族 也并非全都是 坏人一样的道理 人族之中有魔修 魔族之中 也有修炼人族功法的修士 相隔一墙之内的 大圣皇宫之中 大圣的皇帝身穿龙袍 坐在龙椅之上 气息沉稳 他的脸上 带着淡淡的笑意 我这些儿子之中 老二性子最急 他以为我对他的 嗜好不知情 实际上 只不过是睁只眼 闭只眼罢了 真正让我欣赏的 还是老三 这小子懂得隐忍 这么多年 硬是不显山不露水的 皇帝在评价 自己儿子的时候 手下的人自然不敢插嘴 大圣帝国的皇帝 也不会称朕 这是修真世界 又不是帝国统治的世界 小青 我知道你儿子的事 那罪魁祸首无风 不也死了吗 皇帝的面前 站着一个男人 他是东年家族的族长 一个元英后期的强大修士 死在汤山城的东年南松 就是他的儿子 陛下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现在担心的是 陈平安的出现 会不会让大圣皇城乱起来 他的背后 可是有一个四品丹王 是不是应该请示一下老祖宗 问问他的意见 第288章 妖族少年 皇帝露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表情 很平静的道 老祖宗一直没发话 你真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吗 小青 咱们可是几百年的关系 从小一起长大 你心里想什么 我能不知道吗 你儿子是因为林彦而死 你知道陈平安带走了林彦 可是你仔细想想 林彦的背后 那可是西楚林家 就算是老祖宗出面 你觉得西楚林家 会给老祖宗这个面子吗 东延家族的族长脸色自然 正如皇帝说的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少年的时候也是死的 当初东延家族 可是有份神器老祖坐镇的 也是因为东延家族的支持 如今的大圣皇帝 才是眼前的这个男人 陛下 陈平安这个人的过往 我们一无所知 他出现在汤山城 无缘无故的 就成为了丹王弟子 陛下难道就不怀疑他的来历 陛下难道不想知道 他这样的绝世天骄 为何要在这个紧张的时刻 走到大家的面前 他的话 其实也是在试探皇帝陛下 如今的皇室 对他们东延家族 可没有以前那么照顾 东延家没有了分神器老祖之后 地位一落千丈 就是元英七的高手 也不如其他家族 他和皇帝的关系 也因为身份的变化 实际上早就没有什么情意所在 东延青 皇帝的称呼 也从之前亲切的小青 变成了直呼东延青的名字 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该你知道的是 自然会让你知道 你先回去吧 有事我会让人传你进攻 皇帝闭上了眼睛 他的前台词也很简单 就是说 没事你别进攻来烦我 东延青知道 皇帝果然有事瞒着他 赶紧行李 匆匆离开皇宫 如今的大圣皇城 许多家族都在推测 今天在天交战擂台处发生的事 是谁在背后主导 那些魔族的人 和谁家又有关系 一些本就不干净的家族 开始派人四处打听 想要搞清楚 这件事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接下来的两天 各大家族都在小心翼翼 等着皇室这边的博弈 至于东城区的天交战擂台 驻基期的倒是还有人上台挑战 而且因为陈平安一战成名之后 还真的起到了激励的作用 许多天才都冒了出来 在天交战上大放异彩 望云宗的天才们 也不全都是无敌的 一些天才也开始陆续 被冒出来的散修 或者家族子弟打败 也只有陈平安的 金丹七天交战擂台 无人上去挑战 就连望云宗方面 也没有在耿平海说了之后 做出任何的回应 但有一件事 却耐人寻味 望云宗方面忽然传出消息 今年的天交战最后的胜利者 除了获得之前 就已经公布的各种奖励之外 还可以获得一次 进入望云宗秘境修炼的机会 望云宗秘境 向来只对望云宗的 内门以上的弟子开放 那是望云宗用来培养弟子的秘境 千百年来 外人想要进入望云宗秘境修炼的条件 一直都很难达到 要知道 望云宗号称原因上百 金丹上千 助击弟子上万 可全都是靠着 秘境之中的修炼资源 所以 当望云宗宣布了 今年的天交战 最终胜利的人 能进入望云宗秘境修炼之后 不少还在观望的天交们 也都冒了出来 其中自然也有 三十岁以下的金丹七天交 只是没有人来挑战陈平安 他们都去挑战 其他城区的首类金丹七 许多天才横空出世 一个个以前从没听说过的名字 在获得胜利后 也被大家口口相传 陈平安太强了 金丹初七的修为 却拥有越级斩杀金丹中期的实力 这就是七品金丹的可怕之处 没人挑战 陈平安自然就是 东城区金丹天交的最终胜利者 他的名气太大了 就算是一些影视的天交 都选择了避而不战 直到这一天 一个穿着虎皮大衣的少年 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缓缓地走向陈平安的擂台 这几天 大家可都时刻关注着陈平安 望云宗还担心再次出事 派来了其他的原因长老帮忙 从少年的穿着上看 他的身份已经脱口而出 妖族 妖兽想要修炼到化形 那就必须修炼到原因期 也就是人类的出窍期 只有这样 妖族才能完成化形 和人类一样 但这只是普通的妖族 一些妖族之中的贵族 他们出生的时候 就是人形 妖族也有贵族血脉 王族血脉 而这些所谓的贵族和王族 他们的族中 都是出现过仙人的 妖也可以成仙 甚至在传说中 妖族还有妖王血脉 就连更高级的妖帝血脉也有 妖族的寿命 天生就比人族长 要说妖族也算是得天独厚 是天地的醜 妖族修炼比人族简单 妖族之中 出现的天骄也很多 而且 妖族的繁衍也比人族快 妖族唯一缺少的 就是顶尖战力 这也是妖族选择 和人族合作的原因 妖族少年登上擂台的时候 陈平安也睁开了眼睛 就像是当初他登上擂台的时候 望云中的天骄耿平海一样 现在只是对象 换成了妖族的少年 大圣皇城之中的妖族本就不多 这妖族少年的出现 也让许多人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因为妖族少年的修为 只是金丹出气 妖族少年看着陈平安 有些不屑的道 他们要我来和你打一架 要不是他们说你很强 我才懒得来这破地方 陈平安看着这口直心快的妖族少年 没来由的就觉得很亲切 他想到了 在外界西南刘家后山 见过的那个被关押的妖族女人 也是这么亲切 这种亲切 就好像自己和妖族之间 似乎有着什么亲密的关系一样 要不是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 陈平安都要怀疑 自己是不是也是妖族血脉后人了 好 陈平安对妖族少年的实力 也很有兴趣 不管是在外界 还是在昆仑界中 他还没和妖族交过手 蓬莱仙岛上杀的那些妖兽不算 妖兽只是属于妖族的外围 也是被妖族控制的物种 千万头妖兽之中 也很难出现一个化形期的妖兽 妖族少年看着陈平安 然后露出一口整洁的牙齿笑道 他们说 你带走了我的未婚妻 如果我打赢了你 你就要把她还给我 如果我输了 她就是你的 第289章 不愿意 我就打到你愿意 要不是陈平安弄清楚了林燕的身份 她肯定还是猛的 难怪林燕不愿意嫁 要逃婚躲到汤山城 原来她是要被嫁到妖族去 看来林燕的血脉应该很难得 不然妖族也不会这么重视 眼前的妖族少年 竟然不只是为了和自己打架来 在妖族之中 相互挑战 然后迎娶彼此的女人 是常有的事情 这一点就是显示 妖族野蛮的地方 流着的血 就算再高贵 也是妖族的血脉 所以 妖族少年要和陈平安打一架 他要引走 被陈平安带走的林燕 我不能答应你 陈平安道 在我眼中 他是我的朋友 不是物品 所以他的去留 只能他自己决定 如果他不愿意跟你走 我也没办法 陈平安虽然知道 这个世界是强者为尊的世界 可他不愿意拿一个女人 来当成物品交换什么 在他心中 林燕算是他的半个朋友 更何况 他还和张婉兴长得一模一样 妖族少年 有些奇怪地看着陈平安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言论 他从小的观念里 女人就是物品 是可以用来交换的 就像他们 把妖族最漂亮的女人 嫁给人族的那些强大的家族一样 而且 他们妖族的女人 只要你足够强大 你都可以迎娶 靠自己的本事迎来的女人 那就是自己的女人 那我就打到你愿意 妖族少年桀骜不逊 他的观念 也不会因为陈平安简单的两句话 就会改变 在他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是拳头不能解决的事情 妖族少年已经冲向了陈平安 握着拳头 一拳轰击而去 巨大的拳头出现了幻影 那是一头巨熊的影子 熊族 有人惊呼出声 妖族之中 熊族以力量著称 天生神力 强大的熊族 一拳甚至能打破空间壁垒 妖族少年 这还不是最强的状态 是变身之后 当他们变成本体的时候 那就代表 他们要拼命了 姜薇现在 已经坐到了不远处的小楼里 他对陈平安的实力 还是有把握的 旁边有人开口问道 石七妹觉得 这熊族少年和陈平安之间 谁更胜一筹 说话的 就是黄承司的统领 三皇子江海 他这些天都在这里 这是皇宫里的意思 本来他要借题发挥 想要带着人去抄家灭族的 却被皇宫里的一道口谕 留在了这里 姜薇知道 他这个三皇兄 心里憋着一口气 不过他还是很耐心的道 皇兄觉得呢 姜海哈哈大笑道 要我说 就该有人压压陈平安的风头 咱们大胜皇城之中的天骄们 不挑战他 不是因为怕他 是形势所逼而已 你知道妖族的天才 为何会出现在大胜皇城吗 他是皇城司的统领 妖族少年到大胜皇城 他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 自然知道 这妖族少年为何而来 背后又是什么势力 主导的这一切 姜薇还没开口 旁边的九皇子江波就笑道 三哥可以跟我说说吗 姜波代表的是太子 姜海眯着眼 看了一眼他这个酒帝 昨天晚上他们就到了 西楚邻家的人连夜进了皇宫 他只是说到这里 姜薇和姜波就已经明白 雄族的天才挑战陈平安 也许是皇宫里的意思 这又是为何呢 西楚邻家的人 如果到了大胜皇城 他们怎么不直接找陈平安要灵验 姜薇想不通 因为他现在也觉得 这些事情透着诡异 九皇子道 东延南松的小子死在汤山城 好像就和西楚邻家的 那个女子有关吧 他这是旁敲侧击地提醒三皇子 因为三皇子的生母 可就是东延家族的族长的亲妹妹 虽然已经死了 可是谁都知道 东延家族是站在三皇子这一边的 一旦将来大胜皇城真的有什么动乱 东延家族可是三皇子最大的助力 姜海呵呵一笑 他那个不成器的表弟死就死了 在大胜皇城之中 耀武扬威也就算了 到了外面 还不知道收敛一点 死了活该 死在汤山城的 可不止东延南松 吴俊不也死在汤山城了吗 吴俊就是吴家死在汤山城的那个继承人 而这吴家 一直都是太子党 姜维看着这两个皇兄之间的针锋相对 暗暗摇头 皇家哪有亲情 血脉亲情 在这座皇城之中 就是狗屁 小皇子不在意的道 看来三哥也不是无所不知 就在昨天 吴家小公主吴雨 已经回来了 三皇子的嘴角抽了抽 吴雨 那个被称为千年难遇的天之娇女 大圣的凤凰 竟然回到了大圣皇城 他皇城思中高手如云 却无法察觉到吴家的小公主回来 这还真是打脸 要知道 吴家小公主 那可是真的有公主封号的 还是他们的父皇收的干女儿 原因也很简单 这吴家一连出了好几个天才 当年的吴风崭露头角 皇家就把十七公主许佩起了他 之后 吴风出世失踪 十七公主又嫁给了吴家的另一个天才 也是吴家的继承人吴俊 而不管是吴风还是吴俊 他们的天资和吴雨比起来 那都不算什么 吴雨在十三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筑基中期的修为 最后被天山宗路过的长老看中 收为了天山宗弟子 要知道 这天山宗可是七星先宗 当时的吴家可高兴坏了 在皇城之中大摆筵席 三天三夜 就是为了庆祝这件事情 皇帝更是直接收吴雨为干女儿 赐了公主的封号 之后 吴雨就被天山宗的长老带走去修炼 这都过去了快十年了吧 很多人都说 吴雨在天山宗的试炼中已经死去 没想到他不仅没死 还突然回来了大盛 就连姜薇都很意外 他是见过吴雨这个小姑子的 吴雨可是吴峻的亲妹妹 要不是有这层关系 吴峻也不可能顺利的当上吴家继承人 吴雨回来 难道是听说他哥哥被杀的事了吗 失去公主的很多特权 他竟然连一点风声都没收到 大盛皇城之中 看来真的要掀起一场 沉寂许久的狂风暴雨了吧 第二百九十章 最终胜利 擂台之上 雄族少年的攻击 就是直来直去 每次挥动拳头 都会有一头熊的虚影出现 这能大大的提升他的力量 也是熊族的天赋异能 这一次 陈平安并没有一开始 就使用他顿悟的那一道剑意 而是打算和熊族少年 比拼一下肉身的力量 肉身力量方面 陈平安自然是不如妖族少年的 可陈平安曾经炼化了蛟龙血 血脉之中残余的力量 也需要借着这个机会发挥出来 力量上不如熊族少年 可是在速度上 陈平安是占据优势的 还别说 老倒是不知道 传授给陈平安的是什么身法 就像是专为了逃命准备的一样 这身法诡异 速度极快 在实战中 可是有很大的作用 两人你来我往的 在擂台上不断的变换方向 看得围观的吃瓜群众 目瞪口呆 一开始 很多人还以为 陈平安会速战速决 现在发现 陈平安甚至都没出剑 不过 这种拳拳倒肉的感觉 看起来却更热血沸腾 也更精彩 陈平安就算躲得快 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就能避开 熊族少年的每一拳 好几次和熊族少年的拳头 硬碰硬的时候 他都是处于下风的 会退好几步之后 再次冲上去 陈平安深这一个道理 神魂力量强大之后 也需要强悍的身体来承载 单单是神魂力量强大 是没用的 一旦让主修肉身的 同级修饰靠近 别人可以轻松地 毁了你的肉身 他从小就是泡药欲长大的 肉身力量 也比一般修饰要强 熊族少年 一直没能拿下陈平安 这让他很生气 于是攻击更加狂暴起来 熊族就是这样 狂暴的时候 他们的力量会增长不少 随着他露出狂暴的一面 他的眼睛也开始变得不一样 绿色的眼睛之中 带着一点点血丝 然后熊族少年的一只手 逐渐受化 虽然是妖族之中的贵族 也不代表他就能直接反祖 变成真正的熊 熊族少年 此时只能受化一只手 他这就和外界的那些 便衣外国人一样 不同的是 他身体之中可全是妖族血脉 兽化一只手 他这一只手的战力 就已经超过了他全身的力量 妖族就是如此 贵族出生虽然就是人形 但是会随着修炼 修为的变强 慢慢的反祖 反祖就能提升战力 这也是他们最强的状态 兽化了一只手的熊族少年 整只手上都是棕色的毛 这还是一只棕熊 他挥动着兽化的手 直接砸向了陈平安 陈平安手一伸 小丑剑出现在他手中 看着手握后剑的陈平安 陈平安打耿平海的时候 都没有用剑 只是用了剑意 如今面对兽化一只手的熊族少年 陈平安竟然拿出了这把 看起来很丑的剑 不少人都在猜测 他这把剑是什么品级 上品法器还是极品法器 小丑剑刚一出现 陈平安神魂空间之中的剑意 就开始蠢蠢欲动 陈平安可没打算用上这道剑意 这剑意是他最强的攻击 要真的用这剑意 说不定剑意能 直接把这熊族少年给斩了 陈平安可不想和妖族为敌 所以他压制着神魂空间的剑意 一剑斩向了熊族少年 他用的是老道士教给他的剑法 一剑斩去 在陈平安的身前 出现了一道道剑意 这一剑比打败耿平海那一剑要强 剑气纵横 刹那之间就出现在熊族少年的面前 他身上的巨熊身影 踏前一步挡住这些剑气 陈平安这一剑 并未用上他领悟的那道剑意 所以这一剑只是剑气 有气无形 但别小看这些剑气 当剑气多到了一定的数量 也是能杀人的 巨熊的虚影逐渐变得虚幻起来 熊族少年咬牙切齿 他大吼一声 发出不似人类的熊叫 他兽化的那一只手握紧拳头 全力砸向了陈平安的剑气 扑扑扑扑 剑气四分五散 好几道剑气 还是落在了熊族少年的身上 让他的虎皮衣上 出现了一道道血痕 他被这一剑所伤到了 熊族少年 看着眼前手握后剑的少年 他停止了继续攻击 兽化的手也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眼睛也变成了正常人的颜色 我输了 桀骜不驯的熊族少年 亲口承认 他输了 他虽然是妖族 但是他不傻 知道陈平安刚才这一剑没尽全力 不然他已经被这一剑直接斩杀了 陈平安收起剑也没继续攻击 又不是生死之战 赢了就行 虽然花了点时间 但也检验了自己的实力 他现在最强大的 就是神魂空间里的那一道剑意 不到万不得已 那剑意自然不会随便用 还有血魔老祖的神魂空间 自己也是修炼了血魔老祖的功法的 要真用血魔老祖的功法 说不定会被当成魔祖 所以 要用血魔老祖的功法的话 那就必须要杀人灭口 做得干干净净 要真被当成魔祖 那就会被人族和妖族所不容的 他可不想变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熊族少年道 我叫塔尔 记住这个名字 下次我们见面 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他缓缓地转身离去 似乎对于下次再见 他会变得更强这件事 深信不疑 陈平安微微一笑 也没说什么 继续打坐 他心里很清楚 熊族少年 是一些人用来试探他实力的 自己现在展露出来的 就是身法速度 还有剑道 熊族少年塔尔的落败 也让陈平安爵士天骄的名气 更大了几分 虽然不知道 那熊族少年是什么身份 但是 既然连妖族的金丹七初七的天才 都不是陈平安的对手 那大圣皇城之中 应该再无任何天骄 会去挑战陈平安 接下来的时间 也确实是这样 陈平安再没有迎来第三个对手 天骄战就这样结束了 陈平安也拿到了天骄战 最终胜利的奖励 要是以前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 绝对是一笔巨幅 三千块下品零食 一件上品法器 还有一瓶金丹七修饰的补气单 金丹七的补气单 就价值不菲 能值几百下品零食 至于那一把上品法器 也能卖出上千下品零食 综合下来 这次的奖励 足足相当于 是五千块下品零食 不过四个城区 只有四个金丹七的天骄类台 这点奖励 对于大圣帝国的 第一仙宗望云宗来说 不算什么 第291章 陈公子可有婚配 住基七的天骄 每个城区有十个类台 金丹七就只有一个 所以 这次胜利的天骄住基七 就有六十个 金丹七只有四个 东城区的 就是陈平安 其他三个城区的 金丹七天骄战类台 竟然都不是望云宗的 首类弟子 这一点 还真是让望云宗 脸面尽失 南城区的是 皇室培养的天骄 叫做江朝 西城区的是 吴家小公主 吴宇 北城区的是 一个散修 叫做刘兵 这三人之中 吴宇更是这两天 大圣皇城 讨论的重点对象 七星先宗的弟子 吴家小公主 修仙十年归来 已经是金丹初期的天才 据说随时都能突破 金丹中期 十三岁的时候 就是住击中期 二十三岁的金丹初期 而且传闻他 也是结成的七品金丹 很多人都好奇 这吴家的小公主 为何不选择和陈平安一战 反而去了西城区的 天骄战类台 甚至有人暗中 拿他们两人来比较 因为在西城区的 天骄战类台上 望云宗的弟子 是不战而败 主动认输的 最神秘的 要属北城区的散修刘兵 他是最后一天 最后时刻才上去挑战的 而且也是只用了一招 没有人知道有多强 唯一知道的 就是望云宗传出来的消息 这个刘兵 今年才二十岁 一个散修 二十岁就达到了金丹初期 自然没有人相信 很多人都怀疑 他是隐瞒了真实身份 不想暴露自己 最平淡的 就是皇室培养的天骄江朝 这江朝属于皇族之人 年龄也不小 超过了二十五岁 他是这次的天骄战中 最后的胜利者中 四个金丹期中 年龄最大的 就连陈平安在东城区 都听说了吴语 这两天 很多人都跑去西城区 看吴语 据说这吴家小公主 美若天仙 甚至有人称她为神仙姐姐 陈平安当然是嗤之以鼻 领完望云宗给的奖励 陈平安也没急着回去 而是答应了 十七公主江维的邀请 去他的公主府做客 自己被魔族刺杀当天 江维手底下 两个金丹初期战死的事 陈平安也是知道的 虽然这不算是什么人情 江维这个女人 也对自己是心怀不轨 但是陈平安也能明白她的处境 去他的公主府做客 也算是帮一下她 陈平安同意了去江维的公主府 这个消息 可是让不少人想如飞飞 江维也不只是 请了陈平安一个人 他本来只是想要试试 能不能请到陈平安 结果陈平安真的答应去他的公主府 消息传开之后 其他人竟然都拒绝了别人的邀请 也来了十七公主江维的公主府 这些人 包括了这次的筑基天交中的一部分人 最让人意外的是 四个金丹七天交之中 除了皇室的江朝之外 其他的都来了江维的公主府 这还真是让江维自己都措手不及 她只是一个过气的公主 没想到还能有这样辉煌的一天 陈平安来也就算了 他在汤山城和陈平安接触过的事 大家都知道 就算是吴宇来也不稀奇 毕竟江维之前可是吴宇的嫂子 散修流兵拒绝了东宫太子的邀请 而是选择了来江维的公主府 这可就真是耐人寻味了 陈平安原本以为也只有他一个人 但最后他刚到来不久 一个个的修士就相继到来 当吴宇走进来的瞬间 陈平安的眼中确实有那么一丝惊艳 他也算是见过美女的男孩子 可看到吴宇的瞬间 还是有那么一丝意外 大概是因为修仙的原因 吴宇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灵气 陈平安很肯定 这个女人绝对是拥有什么特殊的体质 只是以他现在所掌握的信息 无法通过看上几眼 就知道他的体质是什么体质 除非和他打一架 或者是深入的交流一下 拥有特殊体质 修炼速度快一点也就不稀奇了 吴宇也同样在打量陈平安 前来公主府的 姜薇见到这个曾经的小姑子 也不敢摆公主的架子 他知道吴宇是为何而来 所以主动给吴宇介绍陈平安 陈公子可有婚配 吴宇和陈平安说的第一句话 不只是让陈平安有些始料未及 也让一旁的姜薇和其他天娇们傻了眼 陈平安想到自己在外界的那些未婚妻 淡淡的道 有 他又不是渣男 难道还要装纯情少男吗 吴宇接下来的话 才真正的让陈平安见识到 这昆仑界中女人的可怕之处 那陈公子借不介意休妻 娶我为妻呢 扑 陈平安差点把刚喝的灵茶都吐出来 这吴宇看起来一脸的认真 可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难道自己的帅气 在昆仑界也无法掩盖 姑娘 你长得真美 陈平安很淡定的说出这句话 其他人都看着这一对 还真有点惊童玉女的感觉 要真是陈平安娶了吴家的小公主 那还真是绝备 吴宇也露出甜甜的笑容 他当然知道他很美 然而陈平安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受到了羞辱 既然你已经长得这么美 那就不要想得太美了 噗 这次是陈平安让一旁的人 差点吐了出来 就连姜薇的嘴角都抽了抽 他本来还想以自己的姿色 拿下陈平安的 现在竟然就连吴宇也有 这样的想法 他除了有经验之外 好像还真是处处不如 他这个曾经的小姑子 吴宇笑了 他的脸上还有两个小小的酒窝 格外的好看 陈公子还真是个有趣的人 没办法拒绝哦 他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 似乎要陈平安娶他这件事 陈平安并不能做主 陈平安的脸色微微一变 他想到了自己的便宜师傅吴蒙子 这吴蒙子也信吴 不会和吴家有什么渊源吧 要真是吴蒙子 给自己定下一门婚事 就是这吴宇的话 知识是拒绝呢 还是拒绝呢 吴宇细细的笑道 本来我还觉得 嫁给你有点吃亏 可现在我觉得 嫁给你说不定很好玩 第292章 你要小心这个女人 陈平安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明明拿到的是主角剧本 怎么还能被一个女孩 给调戏了呢 一旁的姜威 赶紧替陈平安解围 小雨妹妹 你可别下跑了陈公子 她可是 我今天最重要的客人 她称呼吴宇妹妹 完全没问题 吴宇不仅是她的前小姑子 也是她父皇的干女儿 吴宇笑得很开心 然后一点也不客气 直接在陈平安身边坐下 刚好这个时候 公主府的下人 也快速地跑来 告诉姜威 刘兵来了 姜威赶紧起身 去迎接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天骄 要是以前 她肯定不用这样自讲身份 但是 现在她身份大不如前 也不能再端着她公主的架子 刘兵对外虽然说是散修 可聪明的人都知道 人家只是不想暴露真实的身份而已 二十岁的刘兵 和陈平安算是同龄人 人也长得不赖 一脸同志的脸上 还带着几分纯真 陈平安只是看一眼就能确定 这还真是个孩子 没有碰过女人那种 刘兵到了之后 也在打量陈平安 其实他已经见过陈平安 少年的那一天 刘兵就在现场 他一开始的目标 也是挑战陈平安的 但是最后他放弃了 他有种感觉 陈平安一直都未尽全力 要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肯定会选择和陈平安打上一场 姜薇心情不错 四个天交战的金丹七胜利者 他的公主府就来了三个 这下看谁还敢说 他是过期的公主 都是年轻人 很容易就能聊到共同话题 陈平安很少插话 因为他还算是外来人 对这个世界不熟悉 而且陈平安还知道 他绝对不能泄露 但让昆仑界的人知道他从外界而来 那不得把他抓起来 搜魂 昆仑界和外界是无法互通的 也不知道昆仑境地和昆仑界之间 到底是有什么联系 姜薇也把他这里仅存的那点 皇室的特供灵酒都拿出来 招待这些天交 公主府这边的热闹 和东宫太子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原本今天太子府也是要设宴 招待这一次天交战的天交的 结果想请的人一个都没来 东宫这边早早就结束了这一次的宴请 太子江阳单独在他的书房里 见了皇室培养的天交江朝 虽然都是皇室子弟 但江朝身份地位自然远远不如皇子 更不要说太子了 江阳保持了他太子对外的一贯作风 虚伪 一脸笑意地看着江朝道 明天你们就要去望云宗 你有什么想法 江阳是聪明人 赶紧道 殿下 陈正想向你请教一下 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你进去过那么多次 有什么要提醒陈的吗 他的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他始终是站在太子这一面的 为太子笑全马之劳 太子江阳淡淡地道 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算得上是我大圣帝国最好的修炼宝地 对你的帮助应该不小 不过这次进去的人可不少 那个陈平安 你要格外小心 这个人身份来历 我们都一无所知 我担心他有什么阴谋 还有那个刘兵 你也不可大意 我会跟吴家那边打招呼 让吴宇在修炼秘境之中的时候 和你组队 江朝行礼道 殿下的提醒对臣很重要 不知道殿下有没有什么要我做的 江阳笑得很隐晦 他是太子 有些话不用直接挑明的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代表了皇室 自然要维持住皇室的尊严 一旦遇到那些挑衅皇室的 你可以看着自行处理 我这里有一些东西 你带在身上 关键时候 也许能帮到你 江阳丢给了江朝一个储物带 接过储物带的江朝 只是微微一感应 就被震惊得不轻 这其中 竟然有极拼法器 还有不少的服 那种强大的攻击服录 甚至有相当于 原因修饰一击的服录 太子给他这些东西 要他做什么 已经很明显了 他不动声色地收起储物带 再次行礼道 殿下放心 臣必不会让殿下失望的 公主府中 陆续地有人告辞离去 那些住机器的天才 大多就是来凑热闹的 他们也无法代表 他们所在的势力 江维把这些人送走之后 回来发现 陈平安和刘斌 正在不远处聊天 刘斌还主动屏蔽了四周 让他和陈平安的谈话 无法让第三个人听见 陈平安一脸笑意 淡淡地道 刘兄这是什么意思 刘斌要比他大 两人喝了酒之后 自然而然地 也就称兄道弟了 刘斌低声道 我是想提醒你 千万不要相信吴宇 这个女人很危险 她的声音很小 就像是屏蔽了四周之后 她都还觉得不够安全 陈平安忽然很有兴趣 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 因为她长得很美吗 刘斌道 这只是其中一点 你可能不知道 在她回来的路上 我亲眼看见 她杀了和她同行的所有人 陈平安微微皱眉 这些事和她无关 她本不应该在意 可是刘斌特意提醒自己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刘兄的好意我记住了 不知道刘兄对望云宗的 修炼秘境了解多少 这刘斌是在最后关头 财上的挑战擂台 他应该不是为了出名 而是为了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刘斌道 我只知道 其中圈养了许多妖兽 还有鼠枝不尽的药田 运气好的话 还能在其中寻到一件法宝 法宝 陈平安眼睛一亮 他当然知道 法宝有多贵重 一般金丹修饰 用的都是法器 好一点的 也就是极品法器 即使是大部分的原因修饰 用的也都还是极品法器 这个等级的武器 这也是因为 法宝贵重 炼之困难 炼气修饰 比炼丹的修饰还要少 法器的 法宝难寻 每一件法宝 都价值不菲 动不动就是数十万下品零食的价格 原因修饰 要是没有家族和势力供养 谁买得起 没想到望云宗的修炼秘境之中 竟然还有这样的机缘 看来自己 还真的得去碰碰运气 第293章 师父 我还晓 陈平安没有在公主府多待 该帮的忙也帮了 算是和这个时期公主两亲了 陈平安在走出公主府的时候 就看到那一朵盛开的话 吴宇竟然在大门口这里等他 怎么 你很怕我 吴宇还是那样主动 而且说话的时候 总是给人一种轻松随意的感觉 这样的人 难道真像刘斌说的那样 杀人不眨眼吗 陈平安反问道 难道你不怕我 吴宇的身份 可是七星先宗天山弟子 这种强大的宗门 那可是有大成七老祖坐镇的宗门 别说是大成七 自己现在就是面对元英七修士 也得退避三社 有多远躲多远 吴宇还是天山的核心弟子 这样的身份 他的师尊最起码 也是分神七老祖 甚至有可能是合体七老祖 和这样的人相处 当然要小心翼翼 要真实和对方拼命 不说底牌 怕是吴蒙子 也帮不到自己 吴宇嬉戏一笑道 刘斌是不是跟你说 让你离我远点 陈平安没说话 但是内心却很惊讶 吴宇竟然知道 刘斌找自己 是说这件事 吴宇继续道 我在回来的路上碰见过他 他以为我没注意他 实际上我记住了他 我是杀了人 当时和我一起来的那些人 都是魔族的杀手 他们为了杀我 不下了局 我为什么不能杀他们 吴宇的解释 陈平安竟然觉得有些可信 你没必要跟我解释这些 陈平安不想知道这么多 他也没想要和吴宇 有过多的接触 这女孩是漂亮 可是一点也不简单 吴宇道 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男人了 我当然要跟你说清楚 又是这件事 陈平安微微皱眉 没有说话 而是想要赶紧回去 问吴蒙子到底怎么回事 看着陈平安走得这么急 吴宇在背后笑得更开心了 陈平安以最快的速度 回到了住的地方 还没等他去找吴蒙子 就有人告诉他 吴蒙子在接见客人 能让吴蒙子接见的客人 那肯定是和他一个级别 甚至是比他还强的强者 陈平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觉得吴宇说的事情 可能真的要发生 吴蒙子不会不经过自己的允许 就给自己定下这份婚约吧 就像老道士一样 在自己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就给自己定下了九份婚约 怎么感觉 自己就像是他们手中的筹码一样 他们要用自己去换取什么东西 自己都不知道 即使是到了昆仑界 也无法摆脱这该死的宿命 陈平安的预感还是很准的 等了没多久 吴蒙子就出现在他的身边 吴蒙子道 你已经见过吴家那丫头了吧 陈平安嘴角抽了抽 意识到吴蒙子这个便宜师傅 接下来要说的事了 师傅 我还小 这话说出来 换来的是吴蒙子 伸手直接敲了他的头 这一下 还真是实打实地敲 陈平安这点修为 自然没用 你还小 你身上分散出去的那些气缘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我不问你 是想给你留一点秘密 你气韵缠身 唯一让你活下来的办法 就是把气韵分出去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早就是孽缘缠身了 还小 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女人了吧 陈平安黑黑一笑 这种事 他也没打算瞒着吴蒙子 只是自己的身份 无论如何都不能说的 不是不相信吴蒙子 而是知道的人越少 自己越安全 吴蒙子道 跟你说实话吧 让你带着灵验 也是想让你把身上的气韵 分出去一些给他 你自己可能无法察觉 但是你身上的气韵太耀眼 一旦被人发现 你会很危险的 这段时间 是我一直在用我的方法 替你掩盖你身上的气韵 不然 你早就被人发现了 陈平安倒吸一口冷气 他是真没想到 原来私底下吴蒙子 已经做了这么多 难怪当初 他让自己去城主府参加宴请 就是为了带走灵验 自己当初在外面 收回了一部分气韵 所以 现在那些气韵 也成为了会给自己 带来危险的东西 灵验不错 吴蒙也不错 他们都是拥有大机缘之人 这样 你的气韵就算分给了他们 也不会有人怀疑 吴蒙子的话 让陈平安很无语 这么说的话 自己之前想把气韵 收回来这件事 适得其反 气韵对自己来说是累赘 又或者说是自己实力不够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自己的气韵 会给自己带来厄运 想明白这点 陈平安只能听从吴蒙子的安排 不就是多几个女人吗 自己又不是没那种实力 而就在这一天晚上 大圣皇城之中 就已经传开了 吴家小公主吴雨 被许佩挤了丹王弟子陈平安 皇宫赐婚的圣旨 在当晚就送到了陈平安的手上 消息传出之后 不少人震惊吴家的决定 就算是皇帝赐婚 可是吴雨是天山弟子 他的婚事 怎么可能吴家做主 但更让人奇怪的消息 却已经在暗中传开 传言这门婚事 就是天山的长老 亲自找到丹王定下来的 也就是说 这门婚事 是天山长老和丹王确定的 皇帝的赐婚 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天山竟然要把吴雨 这样的核心弟子 嫁给陈平安 不知道多少人 暗中羡慕陈平安 能娶到吴雨这样的美人 少活几年也行啊 可实际上陈平安 却一点也不开心 因为在他眼中 这就是一场交易 自己把气韵分给吴雨 他就成了自己的未婚妻 就这么简单 陈平安现在还有一个麻烦 要处理 那就是林彦这个 拥有妖族血脉的女孩 正如吴蒙子说的 吴雨一个人 无法分担他身上的气韵 所以他还必须要找林彦谈谈 大圣的皇帝已经赐婚 自己这个时候 还要跑去跟林彦说 自己要娶她 或者订一份 没有约束的婚约 这话还真不知道 该怎么说出口 说起来 自己能在小世界之中 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林彦 这也不知道是她的机缘 还是自己的宿命 所以 这一切还真是冥冥之中 似乎早就注定好了 她和林彦 谁也逃不掉 第294章 带我进去 僻静的小院之中 天上挂着一轮 和外界没有任何区别的明月 林彦宛如堕落凡尘的仙子 安静地坐在亭中 披肩的绣发黑的发光 和当初那个山寨里的二当家 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 陈平安见到这样的林彦 都有些恍惚 和外界的古装张婉兴 就像是一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像是感受到了 陈平安稍微有些炙热的目光 林彦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 她这几天被安排在这里 又不能出去 对于外界的事 都是靠下人跟她说的 林彦淡淡地道 听说你见到她了 她说的这个她 当然是雄族少年塔二 也是她那个 未曾见过面的妖族未婚夫 她虽然身体之中 有着妖族的血脉 却一直认为 自己是人族 不愿意嫁到妖族去 陈平安点点头道 是的 还和她打了一架 林彦笑道 你赢了 陈平安恩了一声 然后觉得 这样和林彦说话有点压抑 干脆直截了当地道 我来找你 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林彦看着陈平安道 我也有件事跟你商量 陈平安道 那你先说 林彦道 你明天要去望云宗 进入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你可以带一个人 可不可以带上我 陈平安愣住了 林彦竟然想要进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她目前只是先天舞者 他一直不能修炼 一旦他的血脉天赋开启 那他的修为将会突飞猛进 陈平安已经听说了 作为这一次的 天骄战惊丹期的天骄胜利者之一 他是可以带一个人 进入望云宗的修炼秘境的 看来这件事 林彦已经知道 所以 他需要这个名额 陈平安没有急着答应他 而是好奇地问道 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进望云宗的修炼秘境吗 望云宗的修炼秘境之中 到处都有危险 自己经丹初期的修为进去 都不敢说 能全身而退 每一年望云宗 都有不少弟子 死在秘境之中 先天舞者的林彦进去 那不是凶多吉少吗 自己要是带他进去 还要分心照顾他 当然要问清楚才行 林彦却摇摇头道 这你不用管 你只需要带我进去就行 我的安全我自己负责 你带我进去 我就答应你 接下来要说的是 陈平安微微皱眉 他怎么知道 自己要说什么 林彦道 丹王前辈已经跟我说了 好吧 看来是自己多虑了 吴蒙子这个便宜师傅 已经把自己说不出口的事都说了 好 我带你进去 既然都是要把身上的气韵分出去的 分给吴蒙子选定的人 自然没错 只是有了这一层关系 自己在昆仑界中注定又要 和这些女人纠缠不清 真不知道 他们得到自己的气韵 对他们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 吴蒙子已经帮自己 把最大的问题解决了 那带林彦进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也就是件小事情 他身上有自己的气韵 还有他自己的机缘 应该也没那么容易死在秘境之中 陈平安和林彦签订了婚书之后 身上的气韵果然有一部分 就转移到了林彦的身上去 第二天一早 陈平安带着林彦 在身边互道修士的护送下 直接前往望云宗 大圣皇城之外 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脉 这里就是望云宗的山门所在 在昆仑界之中 金丹如狗 那住基修士就不如狗 满地都是住基修士 一万个住基修士之中 才有几个能结成金丹 金丹修士已经不是凡人 能踏监而行 相同的道理 一万个金丹修士 也不一定能出几个原因修士 越往上 强者的数量就越少 昆仑界就是靠着庞大的人口基数 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强者 望云宗 作为大圣帝国的第一宗门 实力不弱 其中也有不少弟子 都是属于大圣的各大家族 这些人在望云宗修炼 一旦成为金丹修士之后 就可以选择离开望云宗 回到大圣 当一个金丹将军 若是不想回大圣朝中任职 也可以留在望云宗 资质好的 就可以得到培养 资质不好的 也就是金丹七到头了 那就只能成为宗门直士 为宗门效力 宗门不会无缘无故地培养你 每一个宗门弟子 都是需要为宗门做事的 一般的事情 就是斩妖除魔 宗门也会发布一些基本的任务 望云宗甚至会组织弟子 前往和魔族接触的边境 和魔族大军打仗历练 这些都是可以赚取宗门积分 换取宗门修炼资源的 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就是需要靠宗门积分 才能换取进入的机会 每一次进入的时间 也都是有限制的 最少三天 最多三十天 也就是说 进入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三十天之内 必须要出来 而这一次天交战的奖励 就是三十天 每一个得到奖励的修士 或者宗门弟子 都会拿到一块玉牌 玉牌就是进入秘境的凭证 一旦玉牌上的时效用光 你就必须要出来 想要强行留在修炼秘境中的结果 就只有一个 死无葬身之地 陈平安是第一次 看见这么大的山门 连绵不绝 一眼根本就望不到头 这还只是五星先宗 那些六星先宗 七星先宗的山门的大成什么样 还有这个世界唯一的九星先宗 昆仑先宗 他现在更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也不知道昆仑先宗 认不认他这个外界的昆仑弟子 山门处 有望云宗的执事 负责带领他们这些 得到奖励的天交 要等全部人到齐了之后 才能进去 先喝 有人惊呼一声 只见不远处 一道白色的身影 展翅飞来 赫然是一头通体发白的仙鹤 用仙鹤逮捕的 要么有身份背景 要么有钱 一头仙鹤 价值绝对超过一件极平法器 陈平安一眼望去 看到了仙鹤上的身影 心里嘀咕 这女人怎么比他还喜欢装 这出场的方式 都这么拉风 下次一定也要搞一头仙鹤养着 就算不齐他 看着也养眼啊 第295章 三人行 齐鹤而来的 自然是昨晚大圣皇帝赐婚的吴家小公主吴雨 她那一身白衣 再配上仙鹤的仙气缭绕 看起来就是仙女下凡一样 等旁边的人认出仙鹤上的吴雨的时候 大家都看向了沉默不语的陈平安 灵艳站在陈平安身边 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这个就是被大圣皇帝赐婚给陈平安的吴雨吗 也不怎么样嘛 女人的攀比心是很强的 除了看修为之外 也看身份地位 还有看也看身材的 他灵艳在这点上 可不认为自己就比不上吴雨 与此同时 地面传来轻微的震动 这是妖兽狂奔的而来的动静 龙马 看到这特殊的品种 大家就已经知道上面的人是谁 龙马只有皇室才能用 也是皇室自己培养的品种 也就是说 这骑着龙马而来的 只能是皇室的天骄江朝 皇室的天才 就算想要进入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要么成为望云宗的弟子 要么就是像江朝这样 得到望云宗的奖励 当然 还有一种 皇室的一些核心成员 能被望云宗特殊照顾 获得进入望云宗修炼秘境的机会 江朝的到来 金丹七这次获胜的四个天骄 就只剩下散修流兵了 吴雨直接落在陈平安的身边 他拍了拍仙鹤 仙鹤就飞身离去 进入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自然是不能带着仙鹤的 吴雨第一眼 也是注意到了陈平安身边的灵验 他要主动许多 直接挽住陈平安的首盗 小弟弟 进入秘境之后 你可要保护好我哦 陈平安的嘴角抽了抽 昨天还是陈公子 今天就变成小弟弟了 这身份的转换也太快了点 其他人也都是一脸羡慕的 看着这对金童玉女 江朝眼中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 这次他要做的事还真不容易 太子殿下交给他的任务 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完成 没有了吴雨组队 他也只能想其他办法 太子殿下大概一开始也没想到 皇帝会突然赐婚 吴家和天门会同意 把吴雨许给了陈平安吧 吴雨和陈平安的婚约 那可是大圣皇帝的赐婚 得到天地认可 众人所知的 至于陈平安和林彦的婚约 更像是一场交易 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西楚凌家 绝不允许林彦和别人私定终身 哪怕这个人是丹王弟子也不行 陈平安昨晚就已经猜到 今天会被吴雨缠上的 所以他早有心理准备 他对望云宗的修炼秘境所知不多 有一个熟悉的人在身边也是好事 能让自己少走不少弯路 刘兵来的时候 还是一个人 没有同伴 他也不像吴雨和江朝那么张扬 他远远地看了陈平安和吴雨一眼 默默地走到一边 寻找住击的散修和他组队 人到齐了 望云宗的直视 就把所有人带进了望云宗的山门 这次要进入望云宗修炼秘境的 可不止他们这群 在天交战上获得奖励的天交 还有一些望云宗的宗门弟子 加起来要进入望云宗修炼秘境的修士 竟然有差不多三百人 你可以选择单独行动 也可以选择组队 组队的话 一般都是京丹期的望云宗弟子 作为队长 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只能元云期以下的修士进入 元云期的修士是无法进入其中的 陈平安和吴雨就是两个京丹初期 而且他们还是相当于两个京丹中期的京丹初期 没有人会不时去跑来找他们组队 陈平安也就只有吴雨和林彦两个美人在身边 在望云宗的直视告诉他们 进入秘境之中要注意的事项之后 就把这群人全都带到了秘境的入口 这是望云宗山脉之中的一个峡口 带着玉牌就能进入其中 陈平安他们在最前面 所以他们是最早进入秘境的 一个个修士都飞身进入了秘境之中 陈平安落在了湖面上 感受着这里面的灵气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身旁的吴雨主动道 我听师门的长辈说 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有可能是一件残破的灵气 灵气 陈平安有些诗神 望云宗只是五星先宗 怎么可能有灵气 哪怕是残破的灵气 那也绝对是无价之宝 这件事他还真没听说过 吴雨继续道 你不用惊讶 知道这件事的人少之又少 不过也不敢肯定 因为这灵气有气灵 就算是残破的灵气 也不是一般人能碰的 陈平安暗暗摇了摇头 如果真的是灵气 以他现在的修为 就算真的运气好 得到这灵气 现在也无法用 还会得罪望云宗 望云宗的高手那么多 随便出来一个原因期的长老 都能杀了他 陈平安道 我们现在去哪 他进入这秘境之中 就发现 那些近来的修士 很快就会选择一个方向离去 他们是三人组 人数上不如别的小队多 但是战力可不低 要知道 进入修炼秘境之后 若是发生争执 甚至在其中被杀 那也是没人管的 除了秘境 还有望云宗的约束 在秘境之中 一切的机缘 都是靠自己争取 你若是得到好的宝物 有修士眼红 那就可以动手杀人越祸 这就是修士的生存法则 陈平安很庆幸 身边有吴宇 他应该知道的多 走这边 吴宇道 我们先去藏剑崖 所谓的藏剑崖 就是一个有很多剑的地方 按照吴宇说的 这地方的剑得有百万把 但是大多是残剑 甚至是一些普通的剑 其中可能会隐藏着一些好剑 至于能不能找到这些好剑 就要看自己的运气 他这次的目标 就是藏剑崖 他结单之后 一直没有选择本命剑 望云宗的藏剑崖 有他想要的剑 至于他能不能找到这把剑 那就要看他和这把剑 有没有缘 陈平安原本以为 林彦进来 有什么秘密的事要做 结果他还是选择 跟着陈平安和吴宇 也对 他这个舞者在这里面 应该是最弱的 别说进来的那些修士 就是随便出来 一头妖兽都能杀了他 他这么漂亮 要是洛丹遇到那些 心怀不轨的修士 那下场会更惨 一行三人 就朝着吴宇说的 那个藏剑崖的位置 狂奔而去 陈平安嫌林彦速度慢 也就搂着他一起走 免得他被丢下 第296章 他是你小师叔 望云宗很大 其中许多山峰 也是宗门的禁地 这些禁地之中 大部分也都是宗门重地 其中一处禁地 是望云宗老祖隐居修炼的地方 不得召唤 任何人不得入内 这也是望云宗之中 最高的一处山峰 鼎立在山脉之中 四周仙气缭绕 仙鹤的鸣叫 在山峰外来来回回 此时在这山峰上的 一处大殿之中 望云宗宗主只能站着 大殿之中 坐着两个小老头 其中一个 正是之前出现在 大圣皇城之中 那道虚影的主人 他也是望云宗 众所周知的那位老祖 林冲 而和林冲平起平坐的 是望云宗的太上长老 秦云山 这位太上长老 是在几十年前 才突破到分神期的 但是对外宣称他 已经陨落 太上长老无亲无故 也就不需要在外面抛头露面 刚好可以作为望云宗的 一张底牌 如果不是今天的事情很重要 秦云山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他有自己的洞府 常年隐居 正在冲击分神中气 宗主也姓秦 但是和秦云山 可没血缘关系 宗主秦正祥 他也是被老祖 和太上长老召唤而来 并不知道是什么事 正祥 林冲开口道 修炼秘境的事 你安排得很好 听说你让你的几个 清传弟子都进去了 秦正祥脸色大变 甚至是身子 都微微颤抖 他没想到 老祖会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太上长老秦云山 却是直接冷哼一声道 心术不正 能成为宗主 秦正祥又怎么会 没有一点能力 他当初也是在 许多弟子中胜出 才做了 这差不多两百年的 望云宗宗主 而且他的修为 已经是原音顶峰 只差一步 就能成为分神器的老祖 但是这一步 他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机会 所以这一次 有人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但是要求他帮忙办一点事 秦正祥直接跪在地上道 老祖 太上长老 你们听我解释 面对宗门的两个分神器 秦正祥很清楚 在分神器老祖的面前 他这样的原音顶峰 就是土鸡娃狗一样的脆弱 还解释什么 秦云山道 不就是 你收了别人的丹药吗 怎么 你真以为 凭借那些丹药 你就有机会冲击分神器了吗 早就跟你说过 分神器需要的是机缘 你资质本也不错 只需要静下心爱修炼 还是有机会冲击分神器的 你就这么等不及吗 秦云山是秦正祥的师叔 对于他亲眼看着 成长起来的师职 做出来的事 他心中自然有些不满 当年也是他的支持 这秦正祥才当上宗主的 别人甚至还说 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秦同父子 要不是老祖告诉他 秦正祥做的这些事 他也不知道 所以才会那么生气 秦正祥低着头道 弟子认为 那陈平安就是一个外人 有人要杀他 我就是给他们方便而已 至于他是死是活 与我们望云宗也没关系 啪 他的话刚说完 一到耳光 就已经直接出现在他脸上 动手的是林冲 他没好气得到 你知道个屁 没有关系 按照辈分 你还得叫他一声小师叔 他当然生气 陈平安可是师兄的传人弟子 要真是在他的修炼秘境之中出事 他怎么跟师兄交代 秦正祥脸色大变 挨打对于他来说 不算什么 这个小师叔 又从何说起呢 林冲道 告诉我 除了你那几个弟子之外 还有什么人进入了秘境之中 秦正祥知道 老祖是真的生气了 也不敢隐瞒 赶紧道 我给了他们三十块 进入秘境的御牌 胡斗 秦云山直接站起来 对着师侄就是一脚 这可是实打实的踢 袁英修是在分神器的面前 那不就是个婴儿一样吗 不过他这踢了之后 林冲自然就不好再动手了 他是担心老祖一怒之下 直接把秦正祥给就地正法了 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让他们进入宗门的修炼秘境 万一他们在其中乱来怎么办 秦正祥道 师叔 他们答应我的 进入秘境就只是为了沙尘平安 其他事 他们一概不会做 林冲没等他们继续说 叹息道 事已至此 你就在这里反省三十年 三十年之内 你不许踏出这里 秦正祥不敢说什么 宗门里的是 老祖说了算 他虽然是宗主 也不过是主持宗门的日常事务而已 林冲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秦云山也是冷哼一声 接着消失不见 秦正祥松了口气 对他来说 三十年的时间不算长 他刚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充积分神器 一旦成功 他也能成为宗门的老祖之一 而在后殿之中 林冲和秦云山都出现在了这里 秦云山冲着林冲道 师叔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成为分神器之后 他也就知道了望云宗的很多秘密 包括丹王 也是他的师叔这件事 林冲道 他既然是师兄选中的人 自然有气韵在身 必定能逢凶化吉 若是他能度过这次的危机 那这件东西交给他 不是更适合吗 秦云山点点头道 不错 就当这是对他的考验吧 林冲微微一笑道 咱们去见见那些客人吧 既然敢算计我望云宗 总该要他们付出点代价才行 秦云山也笑道 师叔说的对 望云宗的修炼秘境之中 陈平安和吴雨林艳三人 赶了半天的路 距离藏剑崖已经不远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却在半路上 遇到了一群被妖兽追杀的人 这群人发现他们之后 就拼命地往他们的位置跑 还边跑边喊道 陈公子 吴仙子 救救我们 几个人身上都带着伤 他们一呼唤 把那些追杀他们的妖兽 都吸引了过来 这些妖兽 太多都是一品结单妖兽 也不知道 这群人是怎么惹到这些妖兽的 陈平安不想多管闲事 这些人把妖兽引过来 可谓是不怀好意 吴雨也微微皱眉 他是嫌麻烦 但是这些人之中 他有认识的 吴雨看着其中一人问道 李平 怎么回事 他记得他们这个小队 应该是有金单七的队长才对 怎么现在就剩几个住击七的修士了 第297章 他们是冲我来的 李平是皇城之中一个家族的子弟 李家和吴家 多少也算有点交情 李平也比吴雨要大几岁 不到30岁的住击巅峰 也算是个天才 只可惜 在真正的天才面前 他这种连废材都算不上 他身上还有伤 他也没和其他人一样 大吼大叫的喊救命 听到吴雨的话 李平赶紧道 我们找到了一处药田 正在收取的时候 就引来了这些妖兽 他很简短的说明了 他们遇到的情况 吴雨看了眼追杀而来的妖兽 得有20多头 这些妖兽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这些住击修士 那就是要命的存在 杰丹七的妖兽 已经相当于拥有 甲丹七的修士修为 这些妖兽的品质都还不低 领头的似乎感应到了 陈平安和吴雨的气息 远远的不敢上前 陈平安这个时候走了上来 他才不相信 就是为了一个药田 妖兽都是有灵质的 怎么可能因为一处 普通的药田 而追杀人类修士 到底怎么回事 说实话 陈平安看起来人畜无害 但是真遇到事的时候 他可不会讲客气 想要他帮忙 还有所隐瞒 有一株桑林花 这些妖兽守护的也是他 桑林花 三品灵药 就连吴雨都露出了一抹喜色 果然这修炼秘境之中 到处都是宝贝 三品灵药 最差的 那也是价值上千下品灵石 桑林花的话 价值超过了三千下品灵石 品质好的 一株就超过五千下品灵石 因为桑林花是治疗神魂 需要的灵药 用来炼制桑林丹的主要药材 就算是原因修士灵魂受伤 也需要桑林丹来治疗 难怪这些妖兽要追他们 妖兽也需要桑林花 来提升灵魂的力量 桑林花在你们身上 吴雨想着 既然遇到了这种事 那他出手可以 代价自然是要这一株桑林花 李平摇摇头道 不再 队长拿走了 他利用我们吸引妖兽 自己走了 看来这个队长 也是不想桑林花的消息泄露出去 所以想要利用这些妖兽 把这群助机器修士都杀了灭口 吴雨有些失望 他虽然富有 但是一株桑林花 价值可不低 你们走吧 让他们先走 李平拱拱手道 多谢 他虽然是李家的子弟 但是身份地位大不如吴雨 他们早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得到了吴雨的帮助 他也赶紧和其他人一起 快速地离去 那些妖兽发出不满的吼叫 但是又不敢靠近 陈平安却低声道 你不觉得奇怪吗 那个金丹七 为什么要丢下他们 吴雨微微一笑道 你的意思是 他是故意的 不就是为了杀人灭口吗 陈平安摇摇头道 不对 他应该能轻松地杀死 这些妖兽才对 吴雨也反应过来 是啊 金丹七的修士 还是望云宗的弟子 好像还是金丹中七 怎么会丢下自己的队友走了呢 一株桑林花 还不至于 让一个金丹中七的修士 对自己的队友起杀心吧 吴雨道 你有什么想法 陈平安呵呵笑道 我不知道 不过我有一种感觉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 会在这里面发生 吴雨露出一个娇小可怜的表情道 你可是我男人 你要好好保护好我 陈平安吴雨 这吴雨 还真是有点让他防不胜防 在他们身边的林彦 忽然开口道 有很多强者进入了秘境 陈平安和吴雨 同时看向了他 林彦看着那些妖兽道 他们说的 而且这些强者 似乎在到处猎杀妖兽 所以这些妖兽 才需要桑林花 来治疗同伴的伤 林彦的身体之中 有妖族血脉 他能听得懂兽语也不奇怪 这些结单妖兽 其实都能口吐人言 只是他们始终是妖兽 妖族的兽语 才是他们的通用语言 陈平安道 这些进来的强者 说不定是冲着我来的 他感觉应该是这样 在外面那些人不敢动手 自己身边有护道者 还有师父吴蒙子 可是进入修炼秘境之后 他就只能靠自己 这里面原因修饰可进不来 吴雨没问 他只是好奇地看了林彦一眼后 这才对陈平安道 以你的实力 应该能对付金丹后期的修饰吧 陈平安点点头道 差不多吧 他也没试过 要是用出权力的话 金丹顶峰也不是不能试试 吴雨的意思也很简单 进入修炼秘境的高手 最多也就是金丹巅峰 只要是在修炼秘境里 他们两个的战力加起来 应该能和一般的金丹顶峰 不相上下 吴雨道 那我们就去看看 这些人到底要做什么 说完之后 他在前面 继续朝着藏剑崖的位置 狂奔而去 他没有本命剑 自然不能遇见飞行 不借助外物 金丹器的修饰 是无法长时间飞行的 三人再次踏上 前往藏剑崖的路程 当他们再次停下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处密林之处 吴雨道 穿过这一处密林 应该就是藏剑崖了 他也没进来过 只是家族和师门 给他的地图记载着的路线 陈平安笑道 这密林之中可不安全 他已经能感应到 一点点心计的气息 没等吴雨说话 陈平安就很认真地看着吴雨道 你带着他 先从另一边去藏剑崖 我随后就来 他是让吴雨保护灵液 他想自己一个人 去面对那些近来的高手 吴雨没拒绝 点点头道 好 你自己小心点 说完之后 他带着林彦 从另一边离去 虽然也是要进入密林 但是方向和陈平安的 还是不一样 身边没有了林彦这样的累赘 也没有吴雨 陈平安嘴角 露出一抹邪恶的笑意 既然这些人都是冲着他来的 那他也可以打开杀戒了 全都是高手 他们的身上 应该有不少宝贝吧 发财了 陈平安走进了密林之中 缓缓地走去 闲听信不一样的 在他进入密林办课之后 一道剑光 忽然锁定住了他 竟然是上瓶法器射出来的剑 这一剑的威力 差不多就相当于一剑中瓶法器了 第298章 到底是谁要杀我 在外面的世界 陈平安就曾经被这种剑的法器袭击过 对于他来说 除非是极瓶法器 不然不可能是会对他造成威胁的 只不过是相当于中瓶法器的剑 陈平安甚至连动都没动 身边一层护体气罩已经出现 挡住了急速飞来的剑 而这剑 不过也是想要止住陈平安的速度 哼 巨大的爆炸声忽然传来 陈平安所在的位置 已经被一道巨大的能量 给轰得四分五裂 四周的巨数 都已经被湮灭一样的消失不见 轰天雷 没想到 这些人还准备了这样杀气 这还是能杀金丹七修饰的轰天雷 哪怕是金丹后期 猝不及防之下 也会受伤 一颗这种等级的轰天雷 价值就要两三千块下瓶零食 都相当于是一件好的上瓶法器了 轰天雷的覆盖范围 从中心处开始 直径可是好几十米 这么大的威力 防止了金丹修饰瞬间的反应 利用缩地成寸离开 轰天雷之后 一个金丝网也拔地而起 这金丝网更是一件极平法器 一般是用来抓妖兽的法器 能困住妖兽 要知道 这种等级的法器 拥有者身份都不简单 一道清风吹过 轰天雷爆炸造成的烟雾和灰尘消失不见 合拢的金丝网中 除了一些没被毁掉的杂物垃圾之外 竟然再无任何东西 陈平安的人消失不见了 刚从三个方向出现的三人 看着空空如也的金丝网 眼中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人不可能凭空消失 他们的陷阱 就是金丹后期的修饰 也能扑杀 而且这样的威力 是经过他们仔细核算的 只是能重伤他们的目标 不会让他们的目标 被炸得灰也不剩 你们是在找我吗 陈平安的声音 在他们的身后响起 小丑剑已经砍向了其中一人 要不是他早有准备 还真的要阴沟里翻船 他身上有无蒙子给的传送符 虽然浪费了一张 可是在关键时候 还真是管用 分神后期的强者 亲自炼制的传送符 即使是传出千里范围 也没问题 陈平安只是传出金丝网的范围 这已经是浪费传送符了 要知道 这样一张传送符 一般都是那些修仙的 二世祖们报名的宝物 一张就价值上千下品零食 一般修饰也舍不得买 在陈平安的声音出现的时候 三人都做出了同一个反应 转身向着声音的方向攻击而去 这三人都是金丹后期的修士 而且他们配合默契 一看就是专业的杀手 陈平安手中的小丑剑 砍在其中一人的护体契罩之上 碰 巨大的力量冲击 让陈平安都往后退了两步 而这个时候 三人的攻击都已经到了 陈平安只能利用自己的身法优势 从这些人的眼前消失不见 然后再次攻击 像刚才砍了一剑的这个修士 刚才他只用了五成的力量 底牌可一点也没用 事实证明 他五成的力量 还是不如一个金丹后期的修士 所以这一次 他用了八成的力量 手中的小丑剑也没有任何剑法 直接砍了过去 三个金丹后期 这可是绝佳的练手机会 当然不能错过 刹那之间 三个金丹后期都扑向了陈平安 而且他们的攻击配合默契 三人联手 能和金丹顶峰的修士一战 陈平安节节后退 好几次都被逼到 差点被三人联手斩杀的样子 都说 你是绝世天骄 我看也不过如此 小子 你束手就擒的话 我们还会给你一个痛快 不然等一下就要把你八皮抽魂 问出你身上的秘密 陈平安听到这话 心里咯噔一声 自己的秘密 自己能有什么秘密 最大的秘密 就是自己是从外界进来的 还有自己神识空间中的 血魔老祖的神魂 自己并没有什么仇人 在大圣皇城 自己也没得罪谁 但是这些人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还在望云中的修炼秘境之中 布局杀自己 他可不相信 这世间会有无缘无故的杀意 再次后退了几步之后 陈平安看着眼前的三人问道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 本来他已经动了杀星 但是现在他是真想知道 这些人为何要来望云中的修炼秘境中杀自己 进入望云中的秘境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这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才能安排这种级别的强者 进入望云中的修炼秘境 而且 之前灵验不是说了吗 有很多强者 也就是说 这三个金丹后期 只不过是其中的三个而已 告诉你也无妨 反正你马上就要死了 其中一人道 有人悬赏一件夏品法宝 一万块中品零食 要你的小命 死 陈平安都倒吸一口凉气 一件夏品法宝 一万块中品零食 自己的命 竟然这么值钱吗 一件夏品法宝 别说是金丹期的修饰了 就是原因期的修饰 也会心动 更何况 还有一万块中品零食 一百块夏品零食 才能换一块中品零食 这一万块中品零食 那不就是相当于 一百万块夏品零食吗 就是一般的分神初期的老祖 能拿出这么多的中品零食吗 反正陈平安知道的 大部分的原因修饰 绝对没有这么多的财富 什么人要杀自己 竟然舍得 拿出这么多中品零食 这些中品零食 绝对足够一个金丹期的修饰 修炼到原因顶峰 甚至冲击分神期去了 难怪这三个金丹后期的修饰 如此疯狂 不惜准备轰天雷 也要杀自己 重赏之下必有勇服 就连自己都行动了 关键是 这要杀的目标 还是自己这样一个金丹初期 就算暴露出来的是 七品金丹 那也是金丹修饰 既然我都要死了 那总该让我死得明白吧 陈平安道 到底是谁要杀我 刚才说话的修饰 呵呵的冷笑道 小子 别说你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发布悬赏的人可没露面 你死了也别怪我们 就算你不是死在我们兄弟的手上 也会死在其他人的手上 这次进来杀你的人 可是有整整三十个 我们兄弟三个的运气好 在这里堵住了你 陈平安明白了 也就是说 无论自己选择去那个方向 都有修饰在埋伏等着自己 要杀自己 而且 这拿出巨额悬赏的人 竟然连面都没路 这是害怕自己知道他是谁吗 第299章 血魔大法 大圣皇城之中 还没有人 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来杀自己吧 陈平安的脑海之中 一个念头一闪而过 可是 不对啊 那个人不应该是在外界吗 那个在外界灭掉了 西南刘家的神秘强者 陈平安之所以会怀疑这个人 是因为 他带走了西南刘家后山中 关押的妖族女人 还有 那个人知道 自己身上的气宇 他不敢亲自动手杀自己 就算是在昆仑界 他也不想自己的死 和他牵扯上任何的关系 他连和自己有关的女人 都不敢杀 只能借助别人的力量 布局来杀自己 就像现在 自己进入了修炼秘境 在修炼秘境之中被杀的话 对他是不会造成反噬的 所以 他要这些人 进入修炼秘境之中 来杀了自己 感觉到了脊背发凉 自己的背后 总有一双眼睛盯着 如果真是这个人的话 他为什么非得杀自己不可呢 他能拿出这么多悬赏 那他的实力 绝不是自己之前猜测的那样 也许这是一个分神器的老祖 甚至更高的修为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在外界的 就有可能只是他的分身 就和要往古老祖一样 分身去了外界 本尊还在昆仑界之中 三十个杀手嘛 陈平安的嘴角 露出一道邪恶的笑意 很好 现在 你们可以去死了 陈平安的身上 忽然出现一道血色的影子 就连小丑剑上 都有血色的雾气在涌动 这是血魔老祖自创的血魔大法 年少时的血魔老祖 可就凭借这套血魔大法 成为绝世天骄的 魔宫 三人大惊 眼中却也激动起来 血色的魔宫 那可是魔族之中的皇族 才能修炼的功法 杀死一个魔族的皇族 那对他们来说 就是天大的功劳 而且传说魔族的皇族数量极少 他们也只是在传说中听说过 修炼血色魔宫的魔族皇族 没想到他们的运气这么好 竟然能遇到一个魔族的皇族 兄弟们 杀了他 咱们这次发大财了 三个金丹后期 兴奋的 就连气息都增长了不少 魔族皇族啊 杀了眼前的魔族少年 那就是一场颇天的富贵 陈平安并不知道这些 毕竟在他吸收的血魔老祖的记忆之中 只有少年时期的记忆 既然已经用上了血魔老祖的血魔大法 那自然是不打算留活口的 一道血色的影子 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对着眼前的三人 一口咬了下去 啊 啊 三人发出相同的惨叫之声 他们的身体之中的血气 竟然正在被这血影吞噬 这就是血魔大法之中的吞噬 陈平安也是第一次用 他本来是想试试 自己用血魔大法的话 能发挥出多强的实力 但是现在 他后悔了 因为血魔大法 根本就不受他的控制 难怪会被称之为魔宫 也难怪血魔老祖敢称 自己为血魔老祖 这血魔大法 简直就是作弊的修炼功法 三个金丹后期的血气 被吞噬而来 源源不断地进入 陈平安的身体之中 感受到这庞大的血气 陈平安竟然发现 自己的修为在不断地增长 血魔大法之中的吞噬 竟然是吞噬别人的血气 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难怪那么多人足修士 想要修炼魔宫 这修炼速度不快才管 而在血色影子下的三人 就像是被血魔的影子 给禁锢了一样 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就连自爆都做不到 这就像是血脉上的压制一样 三人的惨叫声传出很远 陈平安又担心 把其他修士引来 只能更加疯狂地吸取血气 好在这个时候 神识空间中的天道果树 不断地散发出一道道的道运 这些道运流转全身 竟然能很好的压制 进入陈平安身体之中的狂暴血气 难怪当初血魔老祖说 天道果树是他的 陈平安来不及想这么多 看着眼前的三具干枯的尸体 他摇了摇头 三人的血气力量 完全被血魔大法吞噬 这些力量 可以称报一个金丹初期的修士 要不是有天道果树的道运中 和这些血气力量 他可能已经入魔了 现在他的修为 竟然比之前更近了一点 似乎这样的血气再来几次 他就能突破到金丹中期了 以后这血魔大法还是少用 陈平安提醒自己 不要被血魔大法的强大所迷惑 血魔老祖的神魂空间 都还在自己的神识空间之中 谁知道这血魔老祖要干什么 用他的血魔大法修炼 万一到时候被他抓住时机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别看现在有天道果树的道运 帮忙中和 吞噬而来的血气力量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可谁也说不清楚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陈平安赶紧上前 把这三个修士身上的储物袋都收起来 就连他们的尸体 陈平安也收了起来 这种干枯的尸体 看起来就像被吸干的干尸 明眼人一看 都知道死得不正常 金丹七修士的尸体都有精身 可没那么容易回去 以陈平安现在的修为 还做不到毁尸灭迹 先收起来就行了 这可是能卖出数千上万下品零食的几品法器 现在都是无主的 他们的主人已经死了 神魂也没能留下一丝 这次使用血魔大法 也让陈平安意识到了他的恐怖 下次宁愿暴露八品金丹 甚至是九品金丹的实力 也不能再使用血魔大法 把现场的痕迹抹掉之后 陈平安快速地离去 刚才那么大的动静 肯定会把一些附近的妖兽和修士吸引过来的 藏剑崖的位置 吴宇带着灵烟绕路后赶到了这里 此时这里也有好几个修士在感悟剑意 是的 这藏剑崖的剑不是去剑 而是需要靠感悟剑意之后得到剑的回应 就算是金丹顶峰的修士 也不敢直接走进藏剑崖 因为这里面的无数剑意 能让他瞬间五马分尸一样的四分五裂 吴宇看着这些修士都是些陌生的面孔 而且修为都不低 这其中竟然还有金丹顶峰 好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在感悟剑意 也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到来 第三百章 这么想不开的吗 吴宇的目光停留在其中一人的身上 这也是他唯一认识的人 这人正是李平他们那个小队的队长 吴宇之所以对他有印象 是因为这个人 还是望云宗宗主的清传弟子 也算是个天才 金丹中期的修为 据说还是结成的五品金丹 他也看见了吴宇 却没在意 而是继续感悟这藏剑崖中的剑意 吴宇微微一笑 然后主动开口道 庞师兄 听说你得到了一株桑林花 可以卖给我吗 他气不过这姓庞的所作所为 所以就阴了他一下 果然 听到桑林花 其他修士都看向了这个金丹中期 每个人的眼中都有不同的光芒 但却是让旁龙如寒芒 在背一样的难受 要是被这些人盯上 那他想要安全离开 就难上加难了 心里暗恨吴宇的同时 他也不能表现出来 他虽然是望云宗的宗族清传弟子 可他的身份远远不如吴宇 五星先宗和七星先宗的差距 就像是墨流小家族 和一流大家族之间的区别一样 有着天壤之别 吴师妹喜欢 那还说什么满 我把他送给师妹就是了 旁龙也不傻 这个时候 当然要把这烫手的山芋丢出来 他随手就掏出那一株桑林花 直接丢给吴宇 吴宇微微皱眉 这姓旁的还真是滑头 这不是故意的吗 果然 眼看着桑林花飞向吴宇 有人已经按捺不住 直接出手 旁龙惹不起吴宇 那是因为 他是望云宗的弟子 为了一株桑林花 他可以抛弃那些筑机器的天骄们 但是为了一株桑林花 他可不会傻到 成为别人的猎物 既然桑林花的事情已经暴露 那他就抛出来 让吴宇头疼去吧 出手的人 直接伸手 隔空抓去 这里除了旁龙之外 剩下的都不是望云宗的弟子 甚至都不是大圣的修士 他们才不管什么七星先宗的弟子 对于这些人来说 杀人越祸 就是他们经常干的事 一株桑林花 已经值得他们出手 我的东西 你也敢抢 吴宇冷哼一声 也是一把抓去 身为七星宗门的弟子 自然有自己的傲气 哪怕明知道姓庞的 摆了自己一道 他这个时候 绝对不能退缩 这是他作为天之娇女的强者之心 再说 他有自己的底牌 哪怕只是金丹初期 他也不惧这些外来的修士 这出手的 只是一个金丹后期而已 两人的力量在空中相撞 都避开了桑林花 找死 这出手之人 感觉到一个金丹初期的小姑娘 都敢挑衅自己 他当然生气 他也不知道吴宇的身份 知道他也不怕 因为他们这些人 本就是散修 又没有宗门家族 这修士的手中 一把剑 已经直接一剑挥来 昆仑界中的修士 90%都是修炼的剑道 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剑道直来直去 也容易领悟一些 一道剑气狂笑而来 这里可是藏剑牙 在这个地方使用剑法 是有加成的 冷烈的剑气 甚至让藏剑牙中的剑倚 都好像有了一点反应 无语不屑地冷笑一声 这样的剑气 对他可够不成伤害 他身上的衣服 那都是相当于 一剑上瓶法器 吃吃 剑气在无语的身前 被一道强大的能量给粉碎 这些修士 虽然没有宗门 没有家族 但是他们有同伴 也许是意识到了 无语的不简单 其中一人 竟然趁着这个时机 扑向了一旁的林燕 你敢 无语大喝一声 一掌拍了过去 强大的天地能量 蜂拥而去 要阻止这个修士 可他刚才为了 抢回桑林花 已经离林燕有了一点距离 就算是这个时候 想要救林燕 他的速度 也赶不上那个 忽然出手的修士 他是天山弟子 名门正派 讲江湖规矩 可这些近来 就是为了杀人发财的修士 不会跟他讲规矩 林燕露出惊恶的神色 眼看着这 金丹后期的修士 就要把他抓在手中 他却忽然露出了 一个奇怪的笑容 纵身一跃 竟然直接跳下了藏剑崖 别说那个 要去抓他的修士傻眼了 就是其他修士 都有些奇怪 就算被抓住 也不会马上丢掉小命 直接跳下了藏剑崖 这下面是无数道强大的剑意 就算是金丹巅峰 跳下去 也是碎尸万段的结局 一个先天舞者而已 他跳下去 绝对是死啊 这么想不开的吗 吴宇神色一变 林燕是陈平安让他照顾的 现在出了事 他怎么跟陈平安交代 你们都要死 吴宇在陈平安面前 像个小仙女 可别忘记了他的身份 他杀起人来 也不会手下留情 只见他在腰间一摸 一把剑就出现在他的手中 这是普通的剑 可见握在他手中的时候 他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 他一剑挑去 剑鸣之声 竟然从剑身上传了出来 这不是说他的剑的等级高 而是他已经修炼出了淡淡的剑意 剑意随风起 风指血花剑 即使是金丹后期的修饰 在吴宇这一剑下 也受了伤 他用的可是天山剑法 天山宗的天山剑法 明阳昆仑剑 这一套剑法 总共就有十八式 吴宇目前也只是 炼成前面三式而已 再加上他本身的修为 这第一剑 已经能相当于顶尖的 金丹后期修饰 这就是天才的强大 面对这些低等级金丹品质的修饰 简直就是碾压 剑意能轻松地穿透 金丹后期修饰的护身气罩 哪怕是身上 还有护体的法器 也挡不住这一剑 被吴宇一剑所伤 这金丹后期 也发现了吴宇的剑法强悍 天山剑爵 原本没有打算动手的 金丹巅峰修饰 这个时候也站了起来 小姑娘 得饶人处且饶人 桑林花你拿走吧 在他看来 能使用天山剑爵的小姑娘 要真实打起来 他们联手之下 肯定能杀掉这个小姑娘 可是 他们还有正事要做 不能为了杀这个小姑娘 而出现损伤 桑林花是珍贵 可和那笔丰厚的奖赏比起来 那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吴宇正在气头上 哪里会听他的话 想的美 我带来的人死了 你们都要给他陪葬 第301章 一剑破魔掌 吴宇已经用出了天山剑爵的第二剑 这一剑 他是要杀了受伤的金丹后妻 林燕跳下葬剑崖 必死无疑 他可不认为 跳下葬剑崖的人 还有活着走出来的 更何况 林燕还是一个先天舞者 既然如此 那你也去死吧 金丹巅峰的修士 是这些人的头 他们一共七个人 其他人修为全部都是金丹后妻 只有他一个人 是金丹巅峰 他们七人可是出了名的难缠 金丹妻之中 他们联手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 当然 这只是针对那些普通的金丹品质的金丹妻修士 面对一些爵士天才 他们也只能低头 在外面 他们也不会贸然的得罪大家族 和宗门的那些爵士天骄们 别人放出一句话 随时都能要了他们的命 可这里是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就算在这里面做了什么 外面的人也不会知道 大不了把知道这件事的人 全部都杀了就是 动手 好几道剑气 同时攻击 向了无语 他这一剑 也被三个金丹后妻的修士合力挡住 虽然身上的衣服上出现了一些剑气割破的口子 但是并没有受伤 无语手中的剑再次一挥 身上的气息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变化 他本来就是早就可以突破到金丹中期的 如今面对这些修士 他也不打算再等了 身上的气息变化 让他手中的剑发出一阵阵的轻微震战 杀了他 不要让他突破 那金丹巅峰 发现了无语要临阵突破 心中一惊 这些爵士天才就是这么恶心 这不是故意在他们面前展示自己的爵士天骄吗 这要真是等他突破了 那他们七兄弟 怕是活不下来几个 七把剑 七道强大的剑气 狂风乱笑的冲击而来 无语却露出一道淡淡的笑意 他在宗门的时候 可没这种机会和人交手 他压制了那么久的修为 终于可以在这个时候 全都释放出来 这次进入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他本就是要准备突破的 因为这样他 才能以最强的状态感悟剑意 把那把自己想要的剑给找出来 他身上爆发出一道道光圈 这是他衣服的防护力量 一件相当于上品法器的衣服 价值可就是好几千下品零食 这种特殊的法器 可比极品法器还要难炼制 价格自然要贵很多 这也只有七星宗门天山宗 这种宗门的核心弟子 才能有的待遇 这衣服就算是金丹巅峰 也很难攻破 短时间之内 对无语根本就无法造成伤害 而他从金丹初期突破到金丹中期 根本就不需要多长的时间 随着四周天地能量的疯狂涌来 无语体内的金丹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已经在金丹初期停留了两年多的时间 对他这样的天之交女来说 可是浪费时间 所以他身体之中早就积攒了足够多的灵力 如今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 金光在他体内乍现 也随之出现在他的身体之外 与此同时 无语借着突破的力量 使出了天山剑决的第三剑 强大的剑翼带着无数的剑气 向着四周扩散而去 噗噗噗噗噗噗 剑气入体的声音传了出来 围攻无语的七个修士之中 有两个修士 直接被这强大的剑气斩杀 剩下的几个身上都带着一点伤 就算是那个金丹巅峰 他的身上也被剑翼划破 七个大男人 不如一个小姑娘 还死了两个 这些人的脸上 火辣辣的刺痛的同时 也是无比的愤怒 他们七人一起修炼 一起成长起来 成为了一个 让很多人害怕的杀手组织 向来小心的他们 这次竟然也阴沟里翻船了 该死 金丹巅峰那个男人大怒 腾空而起 身上竟然出现了一道道黑色的影子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也不会暴露自身的底牌 这是魔宫 他们虽然不是魔族 但却是魔族的走狗 一旁的庞龙本来是看戏的 看到这个金丹巅峰 使用出魔宫的时候 他的脸色瞬间大变 就在他想要使用自己的逃命 底牌逃走的时候 好几道强大的剑光 已经封锁住了他的去路 这些配合默契的修士 看到老大用出魔宫 就知道要杀人灭口了 不 庞龙刚掏出那张 他准备许久的传送符 可是他还来不及使用 几道剑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吴鱼也是有些惊讶 没想到这些人之中 还藏着修炼魔宫的修士 不管你是谁 你都要死 金丹巅峰的修士 口中竟然发出和刚才不同的声音 而那些黑色的影子 正在不断的变化 这就是人类修士入魔之后的变化 眼睛变得血红 短时间之内 他的力量也得到了暴增 本来就是金丹巅峰的修为 这入魔之后 他的修为最起码 能有原因初期的修士 两三成的实力 这样的实力 绝对堪比那些金丹期的绝世天骄 他一只大手 从天而降 直接想要拍死吴鱼 这巨大的手掌 是黑色魔器幻化而成 黑烟滚滚 魔器纵横 吴鱼也不敢应接这一掌 他在瞬间做出了反应 急速后退 可是身后 还有几个金丹后期 已经再次出手 剑气直奔他的后背而来 封锁住了他的退路 他这个时候 虽然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绝对会受伤 这可是前后夹击 顾钱就无法顾后 顾后就没办法顾钱 正在他想着 要如何脱身的时候 一道剑光 竟然直接斩断了 他面前的黑手手掌 这一道剑光 直接穿破魔器 穿破那黑色的大手掌 这么说吧 剑光的突然出现 就像是天地之间 忽然裂开了一条缝隙 这条缝隙之下 浑厚的魔器 竟然被直接斩散 拨开乌云见天明 而这一道剑光 却并未停下 直接砍到了 那半空中的黑影 入魔的金丹巅峰修士 浑身的魔器四分五裂 直接露出了真身 而在他的身上 一把很丑的后剑 穿透了他的肉身 他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着这把剑 好像没想到 自己入魔之后 都还会死在这里 这把剑 自然就是小丑剑 陈平安的小丑剑 他在关键时刻赶来 发现有人入魔 还逼得无语不断后退 那自然就不用 讲江湖规矩 这一剑 他并没有用 神魂空间中的那一道剑 而是用了相当于 八品金丹的力量 第302章 一笔横财 八品金丹的一剑 还是在陈平安刚 吸取了三个金丹期的 修为之后用出来的 这一剑虽然没有剑 可强大的力量 一样能杀人 看到老大被杀 剩下的四个金丹 后期愣了一下 转身就跑 老大入魔的实力 远超一般的金丹顶峰 这样的实力 都挡不住对方的一剑 此时不跑 更待何时 想跑 吴宇没有了 入魔的老大的威胁 转身冲向了 这四个金丹后期 以他刚突破的 金丹中期的实力 杀死这四个金丹后期 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陈平安则是走过去 拔出小丑剑 然后把这入魔 修饰的储物袋 取了下来 这一看 他整个人都惊呆了 太富有了 这入魔修饰的储物袋中 各种灵药一大堆 零食也是堆成小山一样 陈平安哪里知道 这七兄弟 专门做杀人越货的事情 还接任务当杀手 他们这些年转的零食 可全都在老大的身上 这七兄弟 为了安全考虑的 老大修为最强 而且最有希望 最快突破到原因期 有价值的东西 都放在他身上 本来他们 准备做完这次的任务 回去就好好修炼 争取都突破到 原因期之后才出山的 可谁能想到 会遇到吴宇 和陈平安这样的妖念 陈平安收集储物袋的时候 心里都乐开了花 这一般的原因修饰 也拿不出这么多零食和宝卧 他这一天 干杀人越货这种事 这五本的生意 做起来就是舒服 那一株桑林花 也还漂浮在空中 陈平安身手 就把他抓了过来 虽然不知道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看得出来 这一株桑林花 是罪魁祸首 吴宇也在这个时候 解决了剩下的 四个金丹后期 他可没陈平安的功夫 打扫战场 收拾战礼品 这些人身上的东西 他都看不上 身为天山核心弟子 他的修炼资源 足够他修炼 到分神器去 都不用担心 林燕呢 陈平安终于想起了 这个女人来 吴宇有些尴尬 他也不知道 林燕会做出 那么冲动的事情来 他看向藏剑牙下的目光 已经很明显 吴宇低声道 他从这里跳下去了 陈平安皱眉 只是看一眼 他就知道 从这里跳下去 有多危险 这是死死无生啊 可是他和林燕 签订婚书之后 就能感应到林燕的气息 陈平安道 他没死 他很肯定 林燕没死 不仅没死 他的生命气息 似乎还出现了变化 难怪他死活 都要跟着自己进来 这肯定是 他自己安排好的计划 吴宇听到林燕没死 奇怪地看着陈平安 他可不认为 一个先天舞者 能挡住那些 强悍无比的建议 就算是他跳下去 也必死无疑 陈平安道 他的身份 你应该也知道吧 他没事 也许这就是他的机缘 吴宇点点头 总算安心了不守 林燕没死就行 不然他还担心 陈平安会责怪他 没保护好林燕 陈平安提醒吴宇道 收拾一下吧 不然等下有人来了 看见可不好 吴宇翻了白眼 他一个女生 向来身边都会围着一群人 什么时候 需要他亲自动手 刚才陈平安顾着 去拿那个老大的储物袋 不帮忙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还指使自己做事 心里这样想着 他却还是老老实实地 去收拾那些尸体 抹掉这里战斗的痕迹 那些尸体 都被他直接丢下了藏剑牙 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 他全丢给了陈平安 吴宇心里富匪 陈平安都已经是丹王弟子了 怎么还那么像是 没见过宝物一样的 他哪里知道 陈平安修炼需要的资源 那是一个天文数字 别人修炼魔宫吸了 三个金丹后期的血气 那不得直接提升一个等级 可是陈平安呢 他现在想要晋升到金丹中期 需要的资源 最起码是一般金丹修饰的 百倍千倍 甚至更多 就算是吴蒙子这个丹王 数百年积累的财富 也经不起他这种妖孽天才的消耗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陈平安自己很清楚 只有自己拥有的 才是自己的 不能过度的依靠外力 这就和修炼一样 自己的实力 才是真正的底牌 陈平安感受着 藏剑崖下来 纵横交叉的剑意 神魂空间之中的那一道剑意 竟然有了反应 他赶紧盘坐下来 开始领悟剑意 蓬莱仙岛上的师娘留下的剑意 本来是 想在关键时候 帮陈平安一把的 却没想到 反而让陈平安阴差阳错地 领悟了剑意 藏剑崖这个位置 是个两面的峡谷 对面的山崖 看起来高耸入云 仙气缭绕 而在对面的崖面上 留下了很多剑痕 这些都是在藏剑崖领悟剑意后 留下来的剑痕 就是为了让后来的修士 能在这些剑痕之中 领悟不同的剑意 剑道也是大道 剑意也有无数种 每个人领悟的剑意 都不尽相同 看着那些交叉纵横的剑痕 陈平安的眼中 似乎有无数道非剑 来回的一闪而过 这些剑痕中的剑意 似乎正在被他 神魂空间里的剑意所引动 忽然变得有异动的剑意 也让吴宇生出了浓浓的兴趣 他可是知道 陈平安在天交战擂台上 领悟剑意 剑斩金丹后期的 万剑齐鸣的场景 也不知道会不会再现 吴宇可是很期待 要真实让葬剑崖万剑齐鸣 那可比天交战的时候 要震撼太多 因为这葬剑崖中 可是葬着无数的宝剑 就连他想要的那把剑 也在这葬剑崖中 陈平安此时的脸上 已经出现了细细的汗珠 果然 在他神魂空间中的这道剑意 一点也不受他控制 在他感悟剑意的时候 这道剑意 却想要冲出来 陈平安似乎看见 一把巨剑 直接展开了天门 斩断了山河万里 剑洞九霄 剑气十万里 天下皆太平 这是什么样的剑 能让这片天地 都出现一道天门 一剑开天门 这是仙人之剑吗 陈平安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 在这样的剑之下 人类都很渺小 就算是仙人 也能一剑斩之 第303章 不能白来 这是我脑海里的剑意吗 陈平安的神魂空间 都在颤抖 一剑横空 一剑破天门 什么样的剑 才能有这么大的威力 这把剑 怎么会出现在 自己的神魂空间之中 而在陈平安的身前 藏剑崖下的无数剑意 狂笑而至 这些剑意 怕是有上万道 这足以证明 在藏剑崖处 留下剑意的修饰 有上万人 这是无数年积累的剑意 上万道剑意 汇聚而来 成为了一把 由剑意组成的巨无霸大剑 这把剑的出现 让一旁的吴宇 直接摊坐在地上 不是他不争气 而是这把剑上的剑意 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 吴宇还以为能看到 万剑齐鸣的画面 谁知道 却看到了更加震撼的剑意汇聚 这不是人力可以做到的 身为天山弟子 吴宇见过的强者很多 分神期老祖 他经常能见到 合体系的老祖也能见到 可是 他感觉 那些强大的老祖 都不如眼前 这道剑意的可怕 陈平安到底领悟的是什么剑意 竟然将这些剑意的汇聚到了一起 而且 这剑意组成的巨剑 要做什么 陈平安此时 哪里顾得上外面的情形 在他神魂空间里 一样有一把巨大的剑 横贯在其中 此时的他 神石完全就在 神魂空间之中的巨剑上 他想把这剑握在手里 他有一种感觉 只要自己握住了这把剑 就能做到刚才出现的 那些画面里的事情 一剑开天门 一剑断山河 可是这把剑太大了 大到他的神石在剑的面前 就是一粒灰尘一样渺小 用一粒灰尘 去撼动一把剑 可能吗 破 陈平安张口就吐出了一口血 而在他神魂空间里的巨剑 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藏剑崖上 那无数剑意汇聚而成的巨剑 也瞬间分散 无数的剑意 落在藏剑崖的崖壁上 留下一道道 或深或浅的剑痕 陈平安却有种心有余悸的感觉 因为此时的他 身体之中的力量 竟然被抽光了 他金丹出气的灵力 竟然一丝也不剩 他整个人虚弱的不行 还不如一个婴儿有力 贪坐在地上的无语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也是这个时候 才敢从地上站起来 他走到陈平安身边 从身上掏出一颗丹药 直接塞到了陈平安的嘴里 有点粗鲁 你知道 你这样有多危险吗 他是想告诉陈平安 如果这个时候 有人要偷袭他 陈平安必死无疑 只是领悟剑意 竟然能让自己的灵力 全部被抽空 一丝也不剩 这也证明 要想使用刚才那道剑意 得需要多庞大的灵力才行 陈平安刚才维持 那剑意组成的巨剑 也不过才三秒的时间 陈平安咳了一声 丹药入口即化 一股暖流流转他的身体 这是金丹期修饰的补气丹 陈平安的金丹 和别人不一样 一颗补气丹 可不足以让他恢复 只不过 在他恢复了灵力之后 他就能从自己的储物袋中 拿出补气丹了 一口气吞下了一瓶补气丹 陈平安才感觉 自己恢复到了最佳的状态 这补气丹 价值也不低 一瓶那也需要几百块 下品零食 这是我干的 陈平安看着对面 牙石上多出来的那些剑痕 纵横交叉 比之前多了许多 嘴角都抽了抽 一旁的吴宇笑道 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妖孽 之前的那些剑痕 不知道是多少钱被留下来的 你一个人就把这些剑痕给搞乱了 他自己也修炼出一丝剑痕的 知道领悟剑痕有多难 可就在刚才 他亲眼看见 那道由无数剑痕组成的剧痕之后 他感觉自己的剑痕 似乎就快完整了 这对他来说 可比修炼几年 几十年都要管用 这可是剑痕啊 大部分修炼剑道的金丹修士 纠其一生都无法领悟一丝剑痕 领悟剑痕 这可是对修炼剑道的修士 最重要的事情 只有领悟剑痕 你才能在金丹巅峰的时候 破丹成因 剑痕就是剑道修士 用来破金丹所用的 无数修炼剑道的金丹修士 真正领悟剑痕的 又有多少呢 陈平安咧嘴笑了笑 他站了起来 这里的剑痕 对他已经没有了威胁 他在领悟这些剑痕也没用 因为在他神魂空间里的 那道剑痕面前 这些剑痕都太弱了 他也不敢再轻易的尝试 去领悟剑痕 要不是身边有无语 他刚才的做法就很危险 你在这里领悟剑痕吧 陈平安道 我下去看看 无语在一边盘坐下 他也没回陈平安 只顾着自己领悟 刚才那剧剑带给他的感悟 陈平安笑了笑 知道无语是故意不理他的 陈平安一跃而下 身后的无语低估了一声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说的是狗男女 藏剑崖下 那些原本纵横的剑痕 早已经被陈平安打乱 这些剑意 在陈平安靠近的时候 竟然主动避开 唯恐不及 不知道多少年来 有多少人想要跳下 藏剑崖下看看 陈平安看到了插在牙齿上的剑 很多很多 有废弃的剑 也有残缺的法器剑 也有完整的 这些剑 也不知道是多少年的积累 真不知道 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到底是什么地方 难道真的是一件残缺的灵器 这里只是灵器的空间而已 陈平安一边想着 人也缓慢地落在了地上 踩到的都是人的尸骨 也不知道这下面 被丢下了多少尸体 总之一眼看去 除了满地的剑 就是满地的尸骨 陈平安随手捡起一把剑 还是中平法器 这剑也是残缺的 少了一截 这种残缺的法器 就没有多大的价值 卖不了几个钱 他有一种冲动 要是自己 把这下面的剑都收走了 望云宗会不会满世界的追杀自己 陈平安也只是想想 他还真不敢这样做 因为他总感觉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被人看在眼里 这秘境也不安全 全部的剑收走 那也不能白来啊 看到完整的剑 陈平安就收了起来 他只需要上平法器 就算是中平法器的剑 他也没有 小子 够了 就在陈平安收了 有差不多一百把 上平法器的剑的时候 一道声音忽然传了出来 吓得陈平安 直接挥剑就砍了过去 第304章 气灵破锤 一剑下去 陈平安看到的 就是诡异的一幕 被他砍到的是一道影子 竟然一分为二 然后又在他的眼前 慢慢地变成一个影子 这看起来 四人非人 也不可能 因为陈平安这一剑 鬼也能斩 难道是灵体 陈平安倒吸一口凉气 没有继续动手 如果真的是灵体 他这点实力 还没办法伤害到对方 原因出窍 只能算是灵魂出窍 可不算是灵体 灵体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说它是生命吧 它又没有肉身 而且 这种虚幻的灵体 几乎能做到长生不灭 陈平安以前只是听说过灵体 他也不敢确认 眼前的这个影子 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灵体 而且一般灵体 都是被用来作为灵气的气灵的 陈平安想到了什么 有些惊讶的道 你是气灵 他想到了无语之前说的是 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其实就是一件灵气 灵气的话 肯定拥有气灵 眼前这个影子 如果是灵体 又在这修炼秘境之中 那只可能是这个修炼秘境的气灵 还算有点眼光 气灵说话的时候 陈平安也看清楚了他的长相 不是什么老爷爷 也不是什么小仙女 而是一个青年模样的年轻人 真是气灵 那也就是说 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当真是一件灵气 灵气啊 还是拥有气灵的灵气 就算是无语所在的天山 七星先宗 怕是也拿不出一件灵气吧 一件灵气的存在 可是相当于一个大成器的老祖 这天下的灵气 总共才多少 每一件都是那些大宗门的正宗之宝 望云宗才是一个五星宗门 怎么可能有灵气这种宝物 就算有灵气 这望云宗上下 谁能使用灵气啊 没有大成器的修为 是无法驱动灵气的 要是强行使用灵气 能被灵气吸干 每一件灵气 那都是相当于一个小世界一样 据说 灵气只有地先级别的炼气强者 才能炼制出灵气 自己当着气灵的面 收走了那么多上瓶法器的剑 难怪气灵都忍不住要出来阻止自己 你好啊 陈平安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气灵看着陈平安 摇摇头道 油嘴滑舌 还真是和他很像 陈平安露出疑惑的表情 自己才说了三个字而已 怎么就油嘴滑舌了 气灵道 小子 你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的 陈平安点点头道 是啊 大圣皇城来的 气灵冷哼一声道 我说的不是大圣皇城这个世界 是昆仑界外面的世界 死 陈平安差点就想要杀人灭口 不过马上反应过来 这是气灵 就算他的本体灵气被彻底毁灭 气灵也能单独存在 除非能把它直接湮灭 你身上的气息能瞒住别人 可瞒不住我 气灵道 我是先天灵体 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 我也是被人从外面的世界带进来的 这下陈平安才算是彻底的明白 先天灵体 原来这气灵的来历 还这么不简单 气灵继续道 外面如今是什么年代了 陈平安想了想 这才开口道 现在是21新世纪 气灵疑惑的问道 什么叫做新世纪 这气灵 也许是很久没有人和他聊天说话了 简直就是一个话了 接下来的时间 陈平安就被他问了许多外界的问题 当然 陈平安也趁机从他这里 打听很多事情 气灵确实是从外界被带进来的 只不过 那是比血魔老祖更久远的年代 就连他自己都不记得过去了多少年 他如今本体受损 许多时候都在沉睡 这一次苏醒 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陈平安的气息 陈平安之前的那一件的剑意 唤醒了沉睡的气灵 陈平安身上的气息 他很熟悉 和他的第一任主人很像 气灵告诉陈平安 让陈平安帮他找回失去的另一部分 这件灵气 果然是残缺的 并非完整的灵气 只有找回残缺的部分 他才能恢复 气灵的意思很简单 他可以为陈平安所用 但是陈平安必须要帮他找回残缺的部分 昆仑界这么大 陈平安想想都觉得不可能 好在气灵告诉陈平安 他能感应到另一部分所在的位置 这些年来 并没有人能带走他 当年的望云宗老祖 就是无法带走他 才会选择在这里建立望云宗 把他的内部小世界 当成了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这么多年 他一直和望云宗合作 气灵负责利用内部的小世界 给望云宗培养弟子 也是趁机寻找能带走他的主人 陈平安既然能唤醒他 应该就能带走他 而且他感觉到陈平安身上熟悉的气息 这是他的第一任主人一样的气息 虽然那已经过去了很长的岁月 但是他不会错 因为他是先天灵体 很多灵气都是炼制出来之后 把强大的灵体炼入灵气之中 成为气灵 而他不是 他是天地之间诞生的先天灵体 从他诞生的时候开始 他就是一件灵气 他现在幻化出来的样子 就是他的第一任主人的样子 气灵的要求不算过分 但是陈平安却没有完全相信他 自己是什么实力 金丹初七 别说是灵气 就是给自己一法宝 自己都无法发挥出他的力量 灵气 不到大成七修为 他就别想动用灵气的任何力量 他现在还很弱 要是拿走一件灵气 那会被满世界的追杀的 再说了 自己之前只是想要握住一把神魂空间虚无的剑 就能抽空自己的灵力 要是握着一件真正的灵气 怕是还没伤到别人 自己就已经灰飞烟灭了 气灵告诉陈平安 他残缺的本体 最多相当于一件上品法宝 根本无法发挥出灵气的力量 这倒是让陈平安有些心动 最后 陈平安和气灵达成了一致 陈平安可以试试 能不能带走他 如果可以 陈平安就带他离开望云宗 但是前提是 必须要望云宗同意 不然 自己要是带走了他 那望云宗的修炼秘境就消失了 气灵等了超过十万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才等来一个有机会带走他的人 他现在就迫不及待地想要 离开这个 他已经待了无尽岁月的地方 所以 当着陈平安的面 气灵就把望云宗老祖的一道神石给换了出来 这一道神石幻影 正是望云宗的老祖灵冲 他出现之后 先是对气灵行礼道 多谢前辈 气灵可以说是 看着望云宗一代代弟子成长起来的 这件灵气的存在 也是望云宗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底牌 不到分神器 望云宗的弟子 根本就不会知道宗门之内的修炼秘境 是一件残缺的灵气 哪怕是望云宗的宗主 也不知道修炼秘境的秘密 气灵知道他们有话说 一副室外高人的样子 直接消失不见 灵冲的神石幻影 打量了陈平安一眼道 放心吧 气灵前辈是不会偷听我们这些晚辈的对话的 有什么想问的 你现在可以问了 陈平安都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第一句话就问道 你真是望云宗的老祖 这是气灵刚才说的 陈平安是担心 气灵自己幻化出来的幻影 用来欺骗自己的 灵冲哈哈大笑道 不错 按照辈分 你应该叫我一声师叔 师叔 陈平安忽然觉得 自己好像有许多事情需要问了 灵冲于是便把他和陈平安的便宜师傅 吴蒙子的关系 告诉了陈平安 知道了这层关系之后 陈平安算是明白了 合计半天 这吴蒙子并非是独来独往的丹王啊 他竟然还是望云宗隐藏在外的强者之一 关于吴蒙子为何要独来独往 陈平安并没多问 只是没想到 自己都要来望云宗的修炼秘境了 吴蒙子还没把他的身份告诉自己 灵冲道 师兄选了你 气灵前辈也选了你 我相信他们的选择 你若是将来真的能恢复这件灵气 望云宗的这份香火情 想必你也不会忘记 陈平安点点头 不管如何 真让自己得到了这件灵气 现在来看不是好事 可长远来看的话 那就是天大的机缘 灵气啊 而且气灵还没说他是什么等级的灵气 就算是下品灵气 那也绝对是一件绝世大杀器 等自己的修为将来强大了 这灵气的作用可就大了 在自己还不够强大之前 也可以暂时先把这件灵气 当成一处秘密基地 这里面可是有着庞大的修炼资源 足以提供一个宗门弟子修炼的资源 陈平安道 师叔 我若是取走了他 宗门的传承会不会有影响 陈平安可不是好心观兴旺云宗的传承问题 他是担心贸然取走的修炼秘境 引起别人怀疑 怕被人盯上 灵冲哈哈大笑道 放心吧 早在几万年前 宗门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即使是没有了修炼秘境 宗门的传承也不会有影响 陈平安这下是真的放心了 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 也终于相信了凌冲 凌冲告诉陈平安 取走灵气没那么简单 还要看陈平安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 说完他神秘一笑 然后这道神识幻影就消失不见了 凌冲的神识幻影消失之后 契林的影子又再次出现在陈平安的面前 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 契林觉得陈平安就是太小心翼翼了 这点和他之前的主人一点也不一样 陈平安问道 我要怎么才能带走你 他是觉得 师叔刚才走的时候 说的那句话绝对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这可是灵气 哪怕是残缺的 自己想要带走他 怕是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吧 契林道 你跟我来 陈平安看了看四周 他感应到 林彦就在这附近 契林似乎知道陈平安寻找什么 笑道 他没事 他借助这下面的力量 冲破血脉的枷锁 你再不努力的话 你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林彦的妖族血脉是什么 陈平安不知道 但想必一定不简单 不然妖族 怎么还要想方设法的把他取回去 既然林彦是安全的 陈平安也就不急着去找他 跟着契林 走向了这崖底的世界 满地的剑 看着就让人眼红 陈平安甚至还看到了好几件极平法器的剑 最后 契林在一处崖底的一处石碑处停了下来 这石碑上 刻着三个字 藏剑崖 字还是龙国的汉字 虽然是繁体 但陈平安还是认识的 这件灵气 果然是从外面的世界带进来的 契林道 你需要在这里感悟 只有得到我的承认 你才能带走我 陈平安看着他 笑道 那你现在承认我不就行了吗 哪里用得着这么麻烦 契林翻了个白眼道 哪有那么简单 我的本体是什么 你知道吗 陈平安摇摇头 他还真不知道 这件灵气是什么 契林很骄傲的道 我有一个让昆仑界修饰都害怕的名字 我的本体是一把锤子 我的名字叫做破天 陈平安道 破天 破锤 契林愤怒的道 破天 你听清楚了 是破天 陈平安哈哈大笑 现在不就是破锤了吗 这名字是哪个二百五曲的 还破天呢 全名应该就叫做破天锤 没有了天 那不就是破锤吗 好好 不和你争了 你叫破锤 陈平安越想越觉得 这个名字很贴切 契林气的不行 却又拿陈平安没办法 小子 你想要带走我 就必须在我的本体上留下印记 成为我的主人 所以 你能不能带走我 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这藏剑牙 当年是我主人藏剑的地方 在这个位置 你能不能感悟到主人的意志 就看你的了 契林说完这话之后 直接消失不见 似乎对于陈平安叫他破锤很不满 他还把那些建议全都召来 把四周的路都给封死了 这还真是进来容易出去难 这不是请君入问吗 看来契林是非得逼自己 感悟出点什么才行 陈平安心里想着 要是自己真的成为了他的主人 以后就叫他破锤 看着这块石碑 真不知道这修炼秘境的空间 当年是如何被放到破锤里面的 这是仙人的手段吧 从这点来看的话 这破锤的本体应该真的很强 就是不知道他完整的时候 是什么级别的灵气 自己现在想走也走不了 契林也不说清楚 怎么感悟 陈平安盘坐下来 看着藏剑崖这三个字 似乎觉得 可以从这三个字开始感悟 第305章 五品丹王 大圣皇城之中 吴蒙子正在炼制丹药 他早在200年前 就已经是四品丹王 他是绝世天骄 炼丹的资质 比修炼的资质还要好 当初他离开望云宗在外修炼 就是因为师尊告诉他 留在宗门会限制他的前途 因为只要在宗门 他就会沾染上宗门的众多因果 被宗门所累 无法在丹道上取得最大的突破 吴蒙子是幸运的 他遇到一个好的师尊 他隐姓埋名 独来独往 在外修炼数百年 不仅修为到了分神后期 炼丹一道更是遥遥领先 想要从四品丹王晋升到五品丹王 本来他是需要再等上一两百年的 可是现在 他却已经有了晋升五品丹王的契机 有一点 他没有告诉陈平安这个便宜徒弟 陈平安的气韵 可不仅仅是能帮到和他有关系的女人 也能帮到吴蒙子这个 和他有师徒名分的师尊 哪怕这气韵 只是很少很少的一点 也足以让吴蒙子 尝试着晋升五品丹王了 这炉五品丹药的药材 可是吴蒙子准备了上百年 价值连城 其中还有望云宗他师弟送来的一部分珍稀药材 丹炉里的熊熊天火 他现在的内心有多激动和紧张 就要成了 五品丹药体魄丹 虽然只是五品丹丹之中入门的丹药 却也是至关重要的丹药 因为修炼到分神巅峰之后 若是没有体魄丹的帮助 分神巅峰的强者想要合体 都是九死一生 许多分神巅峰的修饰 就是因为没有体魄丹 不敢尝试合体 吴蒙子炼制的 就是一炉体魄丹 这可是五品丹丹 望云宗上万年来 都没有合体气的强者坐镇 除了宗门很难有分神巅峰的强者之外 也因为望云宗没有体魄丹 这样的五品丹丹 就是体魄丹的丹方 都是望云宗数万年来 用了极大的代价才换来的 就是为了等待 有朝一日 望云宗能培养出一个五品丹王 吴蒙子很清楚自己的责任 他深信望云宗的未来 四品丹王虽然能让人敬畏 但是无法让望云宗崛起 可若是他成为五品丹王 还炼制出五品丹丹体魄丹的话 那望云宗的地位将会在上一个台阶 他能吸引那些隐居的分神巅峰强者前来 甚至能让合体气的强者 都要和他平起平坐 而且他很清楚 这一次五品丹丹体魄丹 若是能炼制成功 那他的修为也会再进一步 直至分神巅峰 假以时日 他也能尝试渡合体气的雷截 他能不激动吗 如今丹药眼看着就要炼制成功 对于吴蒙子来说 意义重大 眼前的丹炉中 已经有淡淡的丹香味传了出来 吴蒙子身上的气息 也在闻到这丹香味的时候 出现了变化 他的修为 已经从分神后期 晋升到了分神巅峰 既然是分神期 那肯定是有分神的 吴蒙子只有一句分神 而这分神 如今不在大圣境内 此时 他这句分神 晋升到了分神巅峰 那远在数十万里之外的分神 也不知道会不会感应到 感受到自身的变化 吴蒙子也不敢大意 他眼前的这一炉丹药 关系道往云宗万年的传承 这一炉丹药的重要 可想而知 因为想要再凑齐 这一炉丹药所需要的药材 就是整个望云宗的 千年积累也不够 所以 吴蒙子深知 自己现在要小心 他控制着天火 每一次呼吸都小心翼翼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 结印 然后收丹 吴蒙子的手指 在空中划过 一道奇怪的印记出现 落在丹炉之上 丹炉之中 几颗丹药爆发出 一道璀璨的光芒 更浓郁的丹香传出很远 但好在都被提前布置下来的 振法给挡住了 收 吴蒙子轻贺一声 几颗丹药飞出来 落在他手中的玉瓶里 看着玉瓶里 那闪闪发光的丹药 他的眼中 有着难以掩饰的激动 这一炉丹药 比他的期待还要好 原本他以为 第一次炼制无品灵丹承担 哪怕是一半 他就很满意 可结果大大的超出他的预期 这一炉体魄丹 竟然承担九颗 而且品质都还不错 能达到中上的品质 这可是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 九颗体魄丹 这代表着 能创造好几个合体器的强者出来 这可是能大大的提升 合体成功几率的体魄丹 吴蒙子随手收起丹炉 撤掉身边的镇旗 走了出去 在他的院子里 有两个人正在下棋 其中一个就是之前的老和 那个原音顶峰的小老头 而另一个 有七分和望云宗的老祖林冲很像 他其实也是林冲 只不过是林冲的一具分身而已 炼制无品灵丹这么重要的事情 原本林冲是打算让吴蒙子去望云宗的 但是那样的话 吴蒙子和望云宗的因果 就又有了联系 所以最终林冲只能让分身来 为吴蒙子这个师兄护法 成了 林冲也有些激动 他从师兄那张笑脸上 似乎确定了这件事情 吴蒙子点点头 这对他们师兄弟来说 太重要了 林冲哈哈大笑起来 激动不已 好好好 他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足以证明他心中的激动 师兄距离合体 也只有一步之遥 师父当年要是有体魄丹 也不至于会死于雷劫之下 他们的师父 当年就是在 渡河体气的雷劫的时候死的 体魄丹太重要了 林冲接着道 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件东西 还真的有可能会被师兄 选的传人取走 那位前辈已经认可他了 他也是从本尊传来的信息中 知道这件事的 吴蒙子却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他这弟子的资质 就是师弟他也没说 得到那位契林前辈的认可而已 并不算什么 他甚至都不敢想象 自己这弟子未来的成就 那是他想都不敢想的 所以他从不担心 这个弟子进入修炼秘境之后的事 因为他很清楚 拥有那种逆天气韵之人 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称之为气韵之子 这样的妖孽 是很难杀的 吴蒙子什么都没告诉陈平安 那是因为没必要 他可不觉得 修炼秘境之中的那点小事 能难倒他这个捡来的弟子 事实证明 捡到这个弟子 还真是他的机缘 原本还要一两百年 才能晋升的五品丹王 因为说了这个弟子 提前了 老家伙那边怎么说 林冲哈哈大笑 他知道师兄说的老家伙是谁 在这大圣的范围之内 能让他们师兄弟在意的人 也没几个 林冲道 他还能说什么 我和他打了一架 不分上下 能和打得不分上下的 整个大圣应该只有一人 他们都争了几百年 是一个时期的强者 大圣皇室的那个老祖宗 林冲接着道 他不会干涉 皇室这边也会尽量配合 吴蒙子点了点头 大圣帝国传承久远 甚至比望云宗的历史还要悠久 谁也说不准 大圣的皇室之中 还有多少老不死的老古董 这些人才是大圣皇室真正的抵御 望云宗和大圣皇室属于合作的关系 双方联手 才能让大圣范围之内的土地和民众 不受外地窥视 大圣皇室不会轻易地和望云宗翻脸 望云宗自然也不会撕破脸 谁都知道 大圣皇室一直对帝国范围之内的望云宗 是又爱又恨 但没办法 双方本就是纯王齿寒的关系 现在吴蒙子成为了五品丹王 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 就算是大圣皇室也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来求体破丹 他们师兄二人必须要商量好接下来的事情 吴蒙子也要为自己的弟子铺好路 让他去取望云宗的残缺灵器 只是走出第一步而已 望云宗修炼秘境之中 陈平安的神石进入了一片灰蒙蒙的世界里 这片世界就像是盘古开天辟地之前的世界 没有山川河流 也没有虫鸣鸟叫 他也不知道为何在藏剑崖的石碑前感悟 会突然进入这样一个世界之中 契林没跟他说清楚要如何感悟 他也是杖二和尚摸不着头 神石在这世界之中根本找不到方向 就算他现在想要收回这道神石都做不到 就和他来到藏剑崖底一样 近来容易 出去就已经没有了路 难道这里是石碑里的世界 他之前就是用神石去接触石碑 才不自觉的就进入了这片灰蒙蒙的世界的 如果这里是石碑中的世界 那岂不是说藏剑崖这块石碑 也是一件了不起的法宝 现在他可顾不上这么多 只能在这世界之中寻找突破口 而在修炼秘境之中 那些进入修炼秘境的杀手 正在四处寻找陈平安的身影 时间就这样缓慢的过去 一天 两天 三天 直到过去了十多天 依然没有人在修炼秘境之中 发现陈平安的身影 有人说他已经被杀了 尸骨无存 也有人说他找个地方躲起来 大家都找不到他 就连跟着他一起进入修炼秘境的队友 吴雨 都是独自一人在藏剑崖领悟建议 十多天的时间 吴雨对建议的领悟 已经让他能使出天山剑绝的第四件 要知道 这第三件到第四件的差距 这就像是跨了一大步 现在的他 金丹中期用出天山剑绝第四件的话 就算是之前那个入魔的金丹巅峰修士 也能秒杀 这就是天山剑绝第四件的强大之处 比第三件强了几十倍 吴雨在藏剑崖领悟建议 就算有修士前来 也不敢对他动手 他天山核心弟子的身份 还是让人忌惮的 就在这一天 吴雨的剑意 引得藏剑崖的剑意涌动 一把剑发出清脆的剑鸣 冲天而起 当看到这把剑的时候 吴雨的眼睛都亮了 这把剑 就是他这次进入藏剑崖的目标 其实 这把剑的品级并不高 只不过是中平法器而已 但是这把剑 却是天山一个前辈 留在藏剑崖的 而这个前辈 早在万年前 就已经成为了大成器的大能强者 这么多年 天山也有弟子来试过 想要唤醒宗门老祖留下的这把剑 结果可想而知 看到这把剑的时候 吴雨就知道 他果然和这把剑有缘 因为他修炼天山剑决的原因 再加上他领悟了 差不多半个月的剑意 终于得到了这把剑的承认 吴雨伸出手 这把剑就飞到了他的手中 中平法器的剑 却让吴雨第一眼 就喜欢上了这把剑 虽然并非明剑 但是这把剑 可是当年的剑神亲自打造的 作为本命剑 再适合不过 因为这把剑会随着主人的修为而成长 吴雨想也没想 直接在眉心上逼出一滴精血 炼化这把剑 让他成为自己的本命剑 从此以后 他才算是真正的剑修 拥有本命剑之后 他的战力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本命剑也会变成他手中最衬手的武器 炼化本命剑 剑会直接进入他的子府之中 神魂酝氧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剑 吴雨开始担心起陈平安的安危 半个月的时间 陈平安竟然还没从葬剑崖底出来 难道他已经被剑一杀死了 吴雨摇摇头 他没急着离开 这里面的修炼资源 他也看不上 陈平安肯定没那么容易死 这样的绝世天骄 往往都有大气韵的 也是这个时候 皇室的天骄将朝带着人 来到了藏剑崖 他看着吴雨 眼中难免有一些属于男人的欲望 吴家小公主 可是大圣很多男人心目中的小仙女 他当然也对这个小公主有想法 只是以他在皇室的身份地位 他是配不上吴家小公主的 就算是吴雨 没有被许配给陈平安 也轮不到他 吴师妹 陈公子呢 江朝一脸关心的模样 打听陈平安 吴雨也没防备江朝 皇室的人 他可没怀疑 吴雨到他在下面 江朝愣住了 他下意识地以为 陈平安死在了藏剑崖 可是仔细一想又不对 吴雨可是被许配给陈平安的 要是陈平安死在这里 他怎么可能会那么平静 江朝试探地问道 吴师妹是说 他去了下面 吴雨轻轻一笑道 他没死 只是去下面看看 应该快上来了吧 第306章 破锤本体 死 江朝和四周的人 都倒吸一口凉气 难怪修炼世界之中 都找不到陈平安 也没人见过他 谁能想到 他竟然在藏剑崖底 他是自己下去的 而不是被人丢下去的 这什么人啊 竟然不惧藏剑崖的剑意 这吴敬的剑意 就算是金丹巅峰下去 也必死无疑啊 难道陈平安的身上 有什么法宝 可以不惧这些剑意 我想起来了 其中一个修士 惊呼一声道 陈公子在天骄战上 不是领悟了一道剑意吗 他这一句话 也让不少人 再次想起来这件事 万剑齐鸣的场景 这里很多人都没见过 但是当日看到 这一幕的修士可不少 而且这是早就在 大晟帝国传开了 大晟皇城出现的 这么一大事件 怎么可能有人不知道呢 一指拜望云宗天 交耿平海 擂台领悟剑意 引来魔族刺杀 万剑齐鸣 斩杀金丹后期的修士 这些事情 再次让他们想起了 陈平安爵士天骄的身份 这样一想 好像陈平安下去藏剑衙 还能活着 也就不奇怪了 人就是这样的心理 当一个天骄 比你强一点的时候 你觉得还有机会追得上 但是 当一个天骄 超过你很多很多的时候 你连羡慕嫉妒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你不配 陈平安就是这样的爵士天骄 单单是18岁的金丹初期 七品金丹 就是他们这辈子望尘莫及的 江朝尴尬地笑道 陈公子果真不是凡人 这藏剑衙下 可还未曾听说 有人能活着走出来的 这下面 不知道有多少宝藏 据说法宝都有不少 他这最后一句 完全是在给陈平安拉仇恨 望云宗的藏剑衙下 藏着无数的剑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可是能取走这些剑的 除非领悟剑衣 而且最多只能得到一把剑的认可 但每次进入望云宗 修炼秘境的时间都有限 很少有人会为了一把剑 在这里浪费时间 因为 就算是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里领悟剑衣 也不一定能领悟到 就算真的领悟到剑衣 也不一定就能有剑回应 一般都是那些 有把握的剑修 才会来藏剑衙试一试 大部分进入修炼秘境的修士 都会想尽办法 收集其他的修炼资源 谁吃多了 会把这么宝贵的时间 浪费在藏剑衙这种地方 但如果是有人走下了藏剑衙 还活着走出来 那可就不一样了 这藏剑衙下的剑 岂不是想取走多少 取走多少 而且 这个人还是陈平安 领悟建议让万剑齐名的绝世添骄 他能让万剑为他所用 是不是也能让藏剑衙下的剑 成为他的剑呢 江朝没有明说 但光是他的一句话 就足够让大家浮想联翩 要是陈平安真的活着 从藏剑衙下走了上来 那他得得到多少好剑 甚至还有法宝啊 法宝可是原因修士 也会眼红的宝物 一个个修士的眼中 都露出了贪婪的神色 要真是得到一把法宝级别的剑 那绝对是天降横财 吴宇也察觉到了 江朝的不怀好意 他很直接地问道 你是太子的人 江朝道 吴师妹说笑了 我是大圣皇室子弟 自然是大圣皇室的人 我只是忠于大圣皇室 江朝自然不会随便暴露 他是太子一党 哪怕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 他也不能当面承认 吴宇冷哼一声啊 换句话说 吴家也是太子党 可是那是以前的吴家 如今的吴家自从他他哥哥 死了之后 就已经和太子党划清界限了 吴宇不再说话 其他人则是心思各异 没有人知道 他们心里都在想什么 只是看向葬剑崖下的目光 似乎有着淡淡的期待之色 葬剑崖下 陈平安的神识 依然还在那个灰蒙蒙的世界之中 他已经不记得时间的流速 好像才过去一瞬间 但又好像是过去了无尽岁月 他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了 但是这片空间 依旧没有任何的反应 陈平安甚至怀疑 是不是气灵破锤 故意为难他 这个地方根本就没用了 心里这样想 但陈平安可不敢松懈 他开始回忆 从进入修炼秘境之后发生的事 还有在这里面见过的一切 在他神识之中 开始出现了对于破锤的形象 陈平安想象中的破天锤 应该是像李源霸的那种锤子 在陈平安的神识里 开始出现锤子的画面的时候 灰蒙蒙的空间中 似乎有了一丝变化 他在随着陈平安的神识而变化 果然是这样吗 破锤的本体是锤子 破天锤 这名字听起来是霸气 样子应该也很霸气才对 陈平安的神识中 出现的锤子形象 就算是进入昆仑世界 陈平安也见过不少用锤子 作为武器的修饰 锤子的用处和剑不同 剑是取巧 而锤子就是一点 力量 一锤子下去 山开地裂 陈平安想象着 自己手握一把锤子 横行昆仑界的画面 神识之中 陈平安好像看到了一道影子 当看到这身影的时候 陈平安神识 似乎喊了一声 破锤 神识之中的这道影子 不就是气灵破锤吗 然而这道影子 像是没听到陈平安神识的呼唤一样 他看起来有些呆滞 陈平安的神识微微一震 似乎想起了什么 这根本不是气灵破锤 而是破锤之前的那个主人 一个不知道已经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 这可不是他的神魂意识 这是这片空间里留下来的影像 陈平安的神识 跟着这个青年模样的年轻人 看着他要去什么地方 很快 青年停了下来 这个地方 竟然能看到一个铁浆铺 有人在挥动着铁锤 敲打着剑 青年的目光 死死地看着那人手中的铁锤 若有所思 陈平安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这应该是气灵主人记忆中的画面 这么久远都还保存下来 证明这个画面对他很重要 也就是说 那把铁锤 就是破天锤吗 真丑 陈平安看到的锤子 根本就不是什么霸气的样子 而是像石器时代的那种 天然生成的石头做的锤子一样 就连用的锤把手 都是用一种材料绑上去的 这难道真的是破天锤 第307章 你发财了 破天锤的本体 让陈平安有些意外 而在画面中的青年 则是更让陈平安意外 因为他竟然留在了这个铁匠铺 成为了学徒 陈平安的神识 看着青年在铁匠铺里的 当学徒的生活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 老铁匠把铁匠铺传给了青年 也把那把他赖以生存的锤子 传给了青年 这些事 在陈平安的记忆中 像是过去了很多年 但是又像是突然多出来的记忆一样 陈平安很纳闷 怎么会这样呢 他好像经过了这青年 当学徒的那些年的岁月 青年还是那个样子 不老不死 而老铁匠已经变成了老人 最后甚至被青年安葬 岁月似乎在青年的身上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样 因为只是画面 没有任何生意 陈平安就像看的是沙画一样的 这些在他神识里出现的画面 都只是这个世界 曾经记录下来的画面 破锤的主人 就是这样得到这把破锤的 他是得到了老铁匠的认可 才传承给他铁锤的 那自己呢 要如何才能 让破锤也认可自己呢 总不能也是要让自己学打铁吧 打铁打铁 打铁最重要的是什么 陈平安的神识 前所未有的认真 因为画面就定格在青年 安葬了老铁匠之后 他带着铁锤 离开了铁匠铺 把废铁变成宝剑 即使是绝世神兵 那也是需要打造出来的 哪怕只是简单的农具 也是需要一锤一锤地敲打出来 从废变宝 把一块没用的废铁 敲打成一把把绝世神兵 老铁匠的一生 除了睡觉吃饭 都是在打铁 这破锤不只是他打铁的工具 更是他赚钱养家糊口的伙伴 破锤是他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他传给了他唯一的弟子 一幕幕画面 在陈平安的脑海中 走马观花一样的走过 一次又一次 他仿佛要抓住了那个点 只要抓住那个点 他好像就能握住破锤 创造吗 陈平安只感觉一道光亮 在神石之中出现 那是破锤冲天而起 那昏暗的空间里站着的青年 好像看了陈平安一眼 就这一眼 似乎把陈平安带到了他的年代 陈平安看到一个让人震撼的画面 青年手握破锤 一锤下去 山川河流迅速变化 好像这破锤 不仅是能敲打出绝世神兵 他也能敲打出一片盛世山河 破天锤 原来是这个意思吗 不知道为何 陈平安忽然下意识地觉得 破天锤不是一般的灵气 也许关于破天锤的传说 真的很久远 等将来一定要查查 这个世界 有关于破天锤的记录没有 他本身就是一件绝世神兵 还能打造出绝世神兵 慢慢的 陈平安把自己带入了青年的心境 从他进入铁匠铺开始 当学徒 学打铁 时间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这些画面 在陈平安的神识之中 演变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终于 陈平安感觉自己 就是那个手握铁锤的青年 一锤一锤地敲打着废铁 然后把他变成一把宝剑 当宝剑出现的那一瞬间 陈平安的神识都在颤抖 他神识之中打造出来的宝剑 竟然就是那一把 差点吸干他的剑 一剑开天门的剑 那把引洞葬剑崖下 无数剑意的剑 刹那之间 陈平安感觉自己 在灰蒙蒙的空间之中 看到了许多的光点 而这些光点 竟然都是那些 进入望云宗修炼秘境的修士 当初进入望云宗修炼秘境的 有两百人 如今竟然只剩不到一半 看着这些光点 陈平安有一种感觉 他能随时出现在这些光点的身边 也能随时抹出这些光点 在这一瞬间 他似乎成为了这个 修炼秘境的主宰一样 葬剑崖的石碑 就是控制破锤的内部世界的核心 陈平安想明白这点的时候 感觉自己似乎被破锤给耍了 但就是这个时候 陈平安感觉到了 那些光点 在一个个的消失 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到了 拿着一个月的玉牌 进入修炼秘境的修士 活下来的 都在被修炼秘境传出去 陈平安当然不被影响 但是他也明白 自己必须要出去 神石一动 陈平安就从葬剑崖下消失不见 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到了修炼秘境之外 而随着最后一个修士 被传送出来 陈平安只感觉 自己的神石空间之中 出现了一款石碑 石碑就是藏剑崖的石碑 也是控制破锤的石碑 一道声音 在陈平安的神石之中传出来 小子 你得到了主人的认可 可不是得到我的认可 陈平安还在纳闷的时候 眼前刚才把他们 传送出来的修炼秘境之上 忽然雷电闪烁 一道道诡异的天雷 似乎要把望云中的 修炼秘境毁了一样 刚被传送出来的修士们 都震惊地看着 突然出现的天雷 不明白 为什么会忽然出现 这样的情况 雷电轰鸣 一个望云中的长老 出现在半空之中道 所有人速速离开 没有人敢留下来 只能在望云中的 直视带领下 跟着离开 陈平安没看见林彦 他既然没有出来 在陈平安的神石中 那石碑之中 还能看到一个光点 这天雷 不会是金丹雷结吧 陈平安有些惊讶 林彦难道在破锤的 内部世界之中杜结 那片世界也属于昆仑界 所以 他杜结引来的 也是昆仑界的天结 想明白这点 陈平安嘴角露出 一抹淡淡的笑意 他也跟着一起离开 身后雷鸣之声不断 吴雨在这个时候凑了上来 他一脸好奇地 打量着安然无恙的陈平安 看来 你是发财了 他不羡慕陈平安 去葬见崖底 每个绝世天骄 都有自己的机缘 他已经得到了 想要的那把剑 这次回到天山 他就能从核心弟子 变成天山圣女的候选人之一 陈平安微微一笑 他感觉得到 现在他就可以控制 神石之中的那块石碑 让破锤的本体 跟着自己离开 要说发财 葬见崖底那么多件 自己随便拿出一点 就能卖不少零食吧 而且 好像以后 他也能随时进入破锤的空间 里面的修炼资源那么多 不知道够不够 他修炼到绝世强者去 只不过 好像契林不会让自己这么干的 那家伙就是个守财奴 实力不够 破锤也不会为自己所用 自己还是太弱了 PS 春节期间不定时更新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合家幸福 第308章 必须分清楚 大小王 陈平安自然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收走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不管破锤是不是自愿要跟自己走的 只要自己动了 马上取走他本体的心思 那动静肯定都不小 即使是望云宗的老祖 愿意让自己带走破锤的本体 他应该也不想外人知道 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消失这件事 灵验呢 吴宇看了一圈也没找到灵验 没有被传送出来的人 那就证明 在修炼秘境之中试炼的时候 已经死在了里面 陈平安可是一直都在藏间崖底 他还活着 不可能没见过灵验 除非灵验在陈平安下去之前 就已经死了 他没事 陈平安只是淡淡地回应了三个字 就不再多说什么 他和吴宇的关系 还没好到无话不说的地步 至于吴宇会怎么想 那是他的事 吴宇心中确实有很多疑惑 但是他也看出来 陈平安不想多说 于是他也识去的 不再多问 出来的这些修士 暂时都不会离开望云宗 在修炼秘境之中 得到的修炼资源 望云宗会用临时收购 修炼秘境之中 最多的就是各种灵药 还有各种妖兽的妖丹 或者妖兽的血肉等等 或者就是一些 以前没被人发现的炼器材料 这些东西 都不是可以直接拿来修炼的 为了保证隐蔽性 每一个小队 都有望云宗的直视单独接待 由他们负责统计 然后给出合理的收购价格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 不出售这些修炼资源 留在手中也是没问题的 对于这一点 望云宗是不会强求的 活下来的大部分 都是望云宗的弟子 他们自然是愿意 把这次进入修炼秘境 获得的修炼资源 用来兑换宗门积分的 望云宗的宗门积分 可是价值不菲 只要你有足够的积分 宗门宝库之中的任何宝物 你都可以兑换 不是望云宗的弟子 也都很愿意卖给望云宗 因为望云宗出的价格 要比市场价高 那么一点点 陈平安的小队 本来是三个人 林彦还在修炼秘境之中 只有他和吴宇两人 吴宇前半个月都在感悟建议 后半个月在等陈平安 他看不上那些修炼资源 也不屑于去和那些人争抢 陈平安身上是有不少剑 一百多把宝剑 基本上都是中平法器 这些宝剑他现在还用得上 暂时也不会拿出来 吴宇没有去见望云宗的直视 陈平安却是单独进入了望云宗安排的密室 接待陈平安的 也不是什么直视长老 而是望云宗的老祖林冲 他一直在等陈平安出来 因为在修炼秘境之中的时候 见过林冲的神识影像 陈平安对林冲这个诗书 也就不陌生了 神识影像和本体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无论如何 林冲可都是分神后期的强者 就只是这样看着他 陈平安都能感觉到 一股来自灵魂上的威压 林冲的这句肉身 可是实打实的本体 不是分神 他的本体坐镇宗门 就算是望云宗的宗主 也很难见到 林冲一脸笑意 陈平安也是一脸笑意 看得出来 他们对彼此都很满意 拜见师叔 陈平安还是规规矩矩的 给师叔磕头 林冲很满意 他已经知道 陈平安可以带走这件 被望云宗无数代人 守了无数年的残缺灵气 这对他们宗门来说 也算是完成了 对契林前辈的承诺 从此以后 望云宗的每一代弟子传人 也都不用再背负这份责任 如是重负 林冲道 你那小女友还在里面 陈平安点点头道 他的机缘在里面 林冲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 带走前辈的本体 陈平安微微一笑 很懂事地问道 师叔认为什么时候合适 他可不敢弄得人人皆知 这种事当然要小心翼翼 有了一个便宜师父不说 现在还有望云宗的老祖 作为靠山 当然要合理地利用这层关系 一旦真的出现什么纰漏 也好让师叔去处理 林冲一开始对师兄找的这个传人 是不太满意的 因为他动用了宗门的力量 也查不到陈平安的来历 刚开始 他也没打算让陈平安去修炼秘境的 只是后面和师兄见了一面之后 他才做出的决定 他必须要相信师兄的眼光 师兄的资质比他好太多了 他若是没有宗门的庞大资源 也不可能修炼到分神后期 林冲道 我会发动宗门大阵 还会让宗门的一些人配合 你就趁着这个机会 带走前辈的本体吧 林冲很清楚 一定会被人察觉到的 无数岁月里 望云宗一直在坚守这个秘密 但是这一次进入修炼秘境的外来修饰 数量是最多的 而且还出现了 有人进入藏剑崖底这件事 本来就有人怀疑过望云宗的修炼秘境 是一件灵器 要不是害怕灵器的恐怖 早就有强者亲自来查看了 现在让陈平安取走这件残缺的灵器 是最好的时机 林冲又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 就让陈平安出去准备 陈平安可不能长时间待在这里面 不然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陈平安出来的时候 还有的修饰没出来 这样他也就不会那么显眼 望云宗的修炼秘境之处 雷电轰鸣 一道道结云在半空之中出现 而这个时候 望云宗的宗门大阵也开启了 一群望云宗筑击顶峰的修饰 都被安排在今天渡劫 数百名筑击顶峰的修饰一起渡劫 这画面还真有点群魔乱舞的感觉 陈平安深吸一口气 神识和气灵沟通起来 破锤 有没有什么办法 不用太大的动静 也能带走你的本体 哼 也许是对陈平安对他的称呼的不满 气灵冷哼一声道 没有 我乃绝世神兵 出世之时必然惊天动地 那你还是留在这里吧 小样 还拿捏不住你吗 陈平安可不会惯着他 在师叔眼里 气灵是前辈 可在陈平安眼里 他就是个气灵而已 将来若是自己要使用灵气 必须要能完整地控制气灵 怎么能让气灵牵着鼻子走 必须分清楚大小王才行 第309章 残缺的破锤 气灵大概怎么也没想到 会遇到陈平安这样一个无赖的新主人 他等了无尽的岁月 好不容易才有机会离开这个鬼地方 想他破天锤 当年也是昆仑小世界中 闯下赫赫威名的绝世神兵 无数人都想要得到他 为了抢夺他 多少大能强者都丢了性命 陈平安这小子才经单修为 竟然看不起他 还称呼他为破锤 这要是在他纵横天下的年代 怕事都不用他出手 就有人教陈平安做人了 然而 现在破锤还真没办法不依仗陈平安 虽然他们还没有正式的认主 主铺关系还没确定 可是气灵知道 他的主人已经选定了陈平安 他们都是来自于外面的世界 这点应该也是他的主人 选定陈平安的原因之一 我跟你走 气灵不得不低头 藏在这偏僻之地无尽的岁月 他恨不得马上离开 只要他找回丢失的那一部分本体 他才是完整的破天锤 这么一说的话 陈平安叫他破锤 还真没错 于是破锤只能把收走他本体的方法 告诉陈平安 也不用陈平安再吃苦头了 按理说 陈平安想要带走破锤的本体 还真不容易 因为修为不够的原因 陈平安是无法炼化一件灵气的 哪怕是残缺的灵气 想要炼化残缺的灵气不可能 但是得到了这件残缺灵气的承认 那也是可以的 灵气有灵 气灵更是先天灵体 就在望云中之内 雷结纵横的时候 一道流光在雷结之中冲天而起 并没有人发现 这道流光之中是什么 因为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就算有人察觉到 也只会认为是谁杜结引起的天地异响 而这道流光 就是留在望云中无尽岁月的残缺灵气的本体 陈平安呆呆地看着出现在手中的破锤本体 若有所思 就这么简单的吗 不过 无论陈平安如何呼唤破锤气灵都没用了 他果然陷入了沉睡之中 按照气灵之前说的 他自己的力量无法支撑他离开 但是这么多年储存的力量 足够他帮陈平安这一次 也就是说 他主动来到陈平安的身上 会陷入短暂的沉睡之中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次苏醒 其实这么多年 气灵本就是会长时间的沉睡 积攒力量 出现在陈平安手中的破锤本体 只有锤子 没有了锤把手 陈平安在那十倍钟的记录画面里 见过破锤完整的样子 知道那锤把手的形状 不完整的破天锤 陈平安心中嘀咕 难怪破锤自己没办法离开 他的本体已经只剩下锤子 要是完整的破天锤 气灵自己都能控制本体 纵横天下 看着就像是一块石头颜色一样的破锤本体 谁能想到 这竟然是一件残缺的灵器 说真的 就是把它丢在地上 也不一定有人会捡 只会当它是一块破石头 只有陈平安知道 这是破天锤的锤身 这是在外面世界才有的铁锤样子 不过因为它的颜色 看起来更像是一块天然的怪形石头 哪怕陈平安用神识去沟通 也无法发现他的独特之处 也难怪他留在此地无尽的岁月 都没人能发现他的本体 想到自己以后 也算是随身带着一个小世界 陈平安觉得还不错 万一真的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他还能躲到破锤的世界里面去 除非有人能攻破破天锤的本体 否则自己就是安全的 虽然无法和弃灵沟通 但是陈平安能经过神识之中的那块 藏剑石碑进入破锤的世界 这破锤和石碑 竟然不是一体的 藏剑牙的石碑也是一件宝贝 只是陈平安无法确定它的等级 石碑中能记录下破锤原来主人的生活画面 证明它也是一件无价之宝 而且通过石碑进入破锤之中的世界 陈平安就不用担心时间限制 好像这石碑 才是控制破锤的小世界的关键之处 只能等七零什么时候醒来的时候 再问问他怎么回事 陈平安拿走了破天锤残区的本体 悄无声息 跟着一群准备离开望云宗的修士离开 虽然陈平安已经很低调 但他在修炼秘境之中 去了藏剑牙底的事 还是传开了 好多修士看他的目光都有所不同 他可是有史以来 唯一一个下去藏剑牙底 还活着出来的修士 陈平安却不在意 这些人看他的目光 他的身份摆在这里 谁敢在望云宗和外面对他出手 找死不成 一个丹王师父 就已经能让所有人敬而远之 更何况 暗中还有整个望云宗 作为自己的靠山 底气十足 而且除了望云宗 就有护道者暗中跟着 安全问题完全不担心 师叔林冲也跟他说了那些 进入修炼秘境 想要杀他的人的身份和来历 因为那些人 先他们进入修炼秘境 也就比他们先出来 但是奇怪的是 这些杀手出来之后都死了 好像是被人暗中灭了口 一路上 陈平安虽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但是还真没有水胆子那么大 敢对他出手 大圣皇城之中 东宫 太子江阳听完了 江朝说的事情之后 脸色阴沉 陈平安竟然下去了藏剑崖 他作为大圣太子 曾经几次进入望云宗 修炼秘境之中历练 当然知道 藏剑崖那个地方的无数道建议 他自己没领悟到建议 但是他东宫有修士 曾经在藏剑崖领悟建议 还得到了一把上瓶法器的宝剑 江阳道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 已经拿到了藏剑崖下的那些剑 即使身为太子 是大圣最富有的人之一 江阳也掩红藏剑崖底的那些宝剑 那下面到底有多少好剑 没有人知道 甚至有可能 还会有许多法宝等级的剑 法宝啊 想想江阳的心中 就更难平静 江朝低声道 就算不是全部 也一定得到了一部分 他本来带着太子殿下给的东西 打算再往云宗的修炼秘境之中 截杀陈平安的 可结果 他连陈平安的影子都没见着 现在给太子殿下这样一个消息 也算是功过向帝 江阳的眼中 出现了那么一丝贪婪之色 能让他这个太子殿下 都生出这样的想法 那也只有少数的东西 看来 本宫要亲自去见见 这位绝世天骄了 他是大圣太子 之前他不可能为了陈平安而屈尊 但是现在 他倒是觉得 可以去见见陈平安 亲眼看看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丹王弟子 绝世天骄 第310章 天子之剑 陈平安已经平安回到大圣皇城 只是 他刚倒住的院子 就接到了一道皇宫里 来的圣旨 按理说 大圣皇帝赐婚 陈平安就是要进宫面圣谢恩的 只是当时 陈平安要进入望云中的修炼秘境 这才耽搁了下来 修士的国度 一样是法度三严的 大圣皇帝的圣旨 代表的可是皇家的脸面 陈平安不得不坐上皇宫派来 接他的马车 前往皇宫 金甲骑士在前后护卫 龙马拖着马车在中间 陈平安是很器重的 按照大圣的礼制 也是合规矩的 吴雨是有皇室封号的公主 许佩起陈平安之后 陈平安可就是名正言顺的驸马爷 皇亲国妻 享受皇室子弟的待遇 完全没有问题 更何况 如今陈平安可是大圣帝国的第一天交 陈平安都没来得及去见一下 吴蒙子这个师父 就先去皇宫 龙马在皇城之中穿梭 速度极快 皇城之内 任何修士都是禁止飞行的 要是在其中飞行 被皇城寺的巡察高手发现 是会被灭杀的 只有那些得到皇家特许 令牌的修士 才可以在空中飞行 不然就算是原因修士 你也得老老实实的不敢造次 看到龙马 还有皇家的金甲骑士 大街上的修士 都赶紧让路 要知道 这些金甲骑士最低的修为 可都是金丹出七 皇室最强大的一支军队 就是金甲骑士 负责皇室宗亲的安全 镇守皇宫大内 有上万人 全都是金丹七的修士 据说他们身上的金甲 相当于是一件上平法器 这也大大的提升了金甲军的战力 等龙马托着的马车去远之后 大家都在讨论着 里面坐的到底是谁 有这么多的金甲军护送 而且领头的还是一个黑甲将军 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原因修士 马车进入了大盛的皇宫 陈平安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皇宫 外面的世界 虽然也有以前留下来的宫殿 但和眼前的皇宫比起来 那就是个小院子 皇宫之中充斥着一道道威压 皇室能和望云宗和平相处 更多的是双方的实力相差不大 皇宫之中高手如云 单单是金甲军就能镇压四方 吴蒙子给陈平安说过 皇室对外宣称 还活着的那个老祖宗修为 也是分神后期 望云宗都有吴蒙子这个没人知道的丹王 分神后期的强者 大圣皇室要是藏着一两个分神器的修士 也很正常 进入宫城之后 就有皇宫大内的人 负责引领陈平安去见大圣的皇帝 终于走过许多永道 才被带到了皇帝的寝宫 这里也是大圣皇帝修炼和召见臣子的地方 侍从让陈平安自己进去 他在外面把大殿的门给拉来关上 这说明皇帝要单独见陈平安 走进皇帝修炼的寝宫 陈平安感受到了皇帝的奢侈 大殿之中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宝物 就连柱子都是上好的炼器材料 是炼器师亲自打造的 故若金汤 皇帝修炼的地方 安全自然是要保证的 大殿之中 还有许多的天才地宝 甚至有法宝的气息 大圣皇帝还真是个爱显摆的人 要是其他修饰 这些法宝肯定都是藏起来的 这每一件拿出去 就算是原因期的修饰 也会争得头破血流的 当陈平安的目光 被其中一把剑吸引住的时候 在他神识空间之中的那道剑翼 似乎都微微动了一动 这把剑就那样悬浮在大殿的中央 一道光亮从大殿顶上照射下来 让这把剑看起来多了几分神秘莫测 沐浴在金光之下 陈平安感受得到 这把剑的品质绝对不是一般的法宝 就算不是极品法宝 也是上品法宝 大圣皇室还真是底蕴深厚 这样一件法宝 要是落在分神秘修士的手中 那可是能提升一大截战礼的 喜欢他吗 魂厚的声音惊醒了陈平安 陈平安看了过去 一旁站着一个男人 气息沉稳 满脸笑意 这就是大圣帝国的皇帝 江子宗 陈平安赶紧行礼道 拜见陛下 他没有行跪拜之礼 以他的身份 也不用给大圣的皇帝 行这么大的礼 他代表的可是丹王吴蒙子 皇帝微微一笑道 听说你在天交战的时候 领悟一道剑意 引得满城飞剑 万剑其名 想来你在剑道上的造诣 应该还可以 你可知 你眼前的这把是什么剑 陈平安收回自己的目光 这把剑被放在皇帝的寝宫 这个位置 应该也是大圣皇宫的正中央 这样的地方放着的剑 绝对是一剑神兵 皇室的气韵 异国的气韵都在这大殿之中 不知道这把剑 被大圣国运 酝养了多少年 只要有适合的契机 也许这把剑 就会变成真正的绝世神兵 皇室灵器 陈平安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把剑 应该是皇室的国运之剑 虽然陈平安 对大圣的历史知道的不多 但是从这把剑放的位置 就能猜出他的不简单 国运之剑 也叫做天子之剑 也就是说 这把剑 只有大圣皇室的皇帝 才能使用 大圣的皇帝修为不高 只是金丹巅峰器而已 但凭借这把天子之剑 他能斩杀一般的原因修士 皇帝道 不错 这把剑 是当年我江家第一代老祖的配剑 代代相传 至今也有十数万年 这把剑 一开始只是普通的剑 是皇室每一代帝王的配剑 如今他可是大圣帝国的第一神兵 说到这里 江子宗似乎很得意 大圣帝国的第一神兵 他只要手握这把天子之剑 他就是大圣的皇帝 无人可以取代 陈平安不知道皇帝跟自己说这些做什么 正在他心里猜测皇帝的用意的时候 江子宗已经再次开口 你可知道 要杀你的人 是我的那些儿子 皇帝这突然的直白 让陈平安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皇帝的儿子要杀自己 这是在告诉自己 修炼秘境之中的杀手 还有天交战的时候 魔族奸细 都和他的儿子有关吗 而且 刚刚他明明在说这把天子之剑 怎么突然又提到了 他儿子要杀自己这件事 第311章 皇帝的心思 皇帝难道是想借此事来敲打自己 这不就是老道士最爱的宫斗剧情吗 还好自己有跟着老道士看宫廷剧的习惯 学以致用 这也算是派上了用场 陈平安沉默不语 只是一脸纯真的笑容 等着皇帝自己说出他的用意 江子宗微微眯着眼睛 他也没想到 陈平安这年轻人如此沉的住气 自己都说了 自己的儿子要杀他 他依然无动于衷 若是让我让你 来选择我的一个儿子 来继承这把天子之剑 你觉得他们谁最适合 陈平安愣了一下 皇帝这是什么意思 天子之剑代表的是皇室继承人的象征 大圣皇帝这个时候 突然问自己这件事 还真是耐人寻味 大圣皇帝虽然已经三百多岁 可对于修士来说 正值壮年 借助皇室的资源 他怎么说都还有两三百年的寿源 他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舍得 把屁股下的位置让出来 这不是笑话吗 陈平安淡淡的道 陛下 大圣不是已经有太子了吗 这天子之剑 除你之外 自然是太子最有资格 开玩笑 就算自己身份特殊 陈平安也很清楚 大圣皇室的事情 他最好 还是不要掺和太多 这皇帝也许就是想试探一下 自己有没有参与皇室子弟之间竞争的想法 可能皇帝担心的不是自己 还是自己背后的担王 皇帝却是很平静的道 那若是我告诉你 要杀你的人 就是太子呢 问题又回到了陈平安的身上 这皇帝还真是有意思 非要让自己做出一个选择吗 陈平安笑了 然后很淡定的道 那我就找机会杀了他 杀太子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从陈平安口中说出来 就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一样 关键是还当着人家的老爹说的面说 要杀他儿子 这大圣有几个人有这样的魄力呢 皇帝并没生气 反而发出爽朗的大笑声 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帝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当着他的面 敢说这样的大实话 别人都要杀你了 难道你还不能反抗吗 该杀就杀 一个太子而已 自己的儿子那么多 死了的也不少 杀法果断 这才是一个绝世天骄该有的表现 杀一个太子而已 他有很多儿子 就可以有很多太子 就算是他这个皇帝要杀陈平安 那陈平安要杀他这个皇帝 也不足为奇吧 皇帝很满意的道 还算不错 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只有自己强大 你才有实力去杀要杀你的人 即使我现在给你机会 让你与他公平一战 哪怕你天资横溢 年纪轻轻就领悟建议 数十年之内 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皇帝的话 陈平安还是认可的 就算真的知道 要杀自己的人是大圣太子 凭借自己现在的实力 还真没办法和东宫那边斗 大圣太子的实力 虽然也只是金丹顶峰妻 可他是大圣太子 身上有大圣的气韵磅身 还有诸多法宝 东宫更是强者如云 别说陈平安 怕是望云宗 也不会轻易和东宫翻脸 甚至就算是东宫藏着分神器的强者 陈平安都不意外 皇帝的儿子哪有那么好杀 但不好杀 难道就不是杀了吗 自己可以说和大圣的这位太子殿下 无冤无仇 可看眼下这情势 皇帝说的不像是假的 太子殿下为什么要杀自己 自己连剑都没见过他 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恩怨 看来自己的出现 还真的出到了大圣皇室的一部分人的利益 陈平安也能明白 皇帝心中的想法 无非是把事情说开之后 放任自己和他的儿子之间的争斗 还能用自己这个外人来历练他的儿子 皇帝做的事情 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深意呢 陈平安道 那陛下的意思呢 问皇帝的意思 可不是让他做决定 只是想看看 这个皇帝陛下 对自己这个丹王弟子 又是什么态度 皇帝微微笑道 你们之间的事 我可不管 小孩子之间打的闹闹 我这个当家长的 总不能插手吧 陈平安心中 暗骂皇帝就是只老狐狸 他故意把太子 要杀自己的事告诉自己 这不是要让自己去对付他儿子吗 皇家无亲情 还真是一点也没错 这儿子和老子的关系也不牢靠 皇帝接着道 听说你去了藏剑崖底 他的目光之中 带着一点深邃 盯着陈平安的时候 仿佛要把他看穿一样 陈平安去藏剑崖底的事已经传开 但是作为大圣的皇帝 坐拥整个大圣帝国的男人 可以说 他是除了大圣那些 活在暗中的分神七强者之外 最有权势的男人 堂堂大圣皇帝 不至于眼红藏剑崖底的那些剑吧 陈平安依旧选择不说话 这可能才是皇帝要说的事情吧 皇帝道 你是唯一一个 下去藏剑崖底 还活着出来的修士 你可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不管你承不承认 大家都会认为 你得到了藏剑崖底的宝物 而且还很多 我的那些儿子们 在你还没回到大圣皇城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准备 有想要拉拢你的 也有想要杀你的 如果不是我先下指召你进宫 他们可能已经在你府上了 陈平安忽然明白过来 皇帝这样做 是想要告诉他的那些儿子 这大圣帝国的主人 是他这个皇帝 陈平安从始至终都没打算 和大圣的这些皇子们接触 他都能拒绝东宫那边的邀请 其他皇子就算是登门也没用 陈平安道 陛下请放心 猜拓皇帝的心思 陈平安也就有了打算 他本来也是要准备离开大圣的 刚好这个时候 还可以出去避避风头 虽然在大圣皇城之中 自己是最安全的 可修饰修炼 若是不经历生死历练 那有什么用 皇帝点点头道 正好我有意 让你代表大圣皇室 去西楚走一趟 你可愿意 陈平安能拒绝吗 皇帝怕是早就准备好了 把自己支走 不然这大圣皇城的满城风雨 可能都会跟自己有关 大圣的皇帝 还真是机关算尽 他连陈平安出使西楚的圣旨 都提前准备好了 第312章 我会杀你 大圣皇帝要把陈平安派遣到西楚 这是摆明了 要把陈平安花之歌祸害之走 最起码短时间之内 陈平安不能留在大圣皇城之中 不然大圣可能就真的乱起来了 把陈平安这个麻烦丢到西楚去 刚好让西楚那边的家族 和西楚皇室 头痛他这个绝世天交去 圣旨上要求陈平安三天之内 离开大圣皇城 前往西楚 这次出使西楚 是大圣皇室 要把自家的一个小公主 嫁给西楚那边的一个修仙家族 大圣皇室 可没资格和西楚皇室 这样的势力联姻 双方之间差距大着呢 西楚是属于六星势力 别小看这一个新的差距 大圣就是在用十万年的时间 皇室也不可能成为六星势力 六星势力 那是有合体器的大能强者坐镇的 而且还不止一个 拥有斩杀合体器修士的实力 是进入六星势力的门槛 拿到离开大圣的圣旨 皇帝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陈平安就跟着侍从 准备离开大圣皇宫 但是在侍从的带领下 陈平安发现 这不是出宫的路 他嘴角露出一道淡淡的笑意 这皇宫之中 看来不止大圣的皇帝 等着要见自己 能收买皇帝的侍从 还故意把自己往其他地方带 这背后之人 自然是权势滔天 而整个大圣皇室之中 只要不是分神七老祖 除了皇帝之外 权势最大的 自然就是大圣的当朝太子 太子殿下 并没有在他的东宫见陈平安 而是在皇宫之中的一个药园里 等着陈平安 当陈平安进入这一处药园的时候 都忍不住深深的吸了口气 好浓郁的药香 皇室培植的灵药 也不知道是多少代的积累 浓郁的灵药气息 若不是有阵法压制 可能整个皇宫都能闻到药香味 太子江阳长得还真像他老子 要是两个人站在一起 说他们是兄弟都行 陈平安 我们终于见面了 江阳笑得很诡异 陈平安也轻轻一笑 很平静地道 殿下大费周章地把我带来这里 不会是想要在这里杀我吧 皇帝都说了 要杀自己的是太子 眼前这个太子殿下 若真想要在皇宫杀自己 那可就好玩了 江阳哈哈大笑 一脸淡定地道 其实咱们可以做朋友的 之前的是 本宫可以跟你道歉 这个药园就是本宫的诚意 皇室有很多药园 但是在皇宫之中的可没几个 而眼前这个药园 是江阳当初被封为太子的时候 皇帝的赏赐 这个药园算是他的私产 也是他名下最值钱的产业之一 里面有不少的三品灵药 甚至还有许多精心培植的四品灵药 这些灵药 每一株的年份 都已经达到了炼药的要求 他这哪是用药园来赔礼道歉 他这是投其所好 想要拉拢陈平安 陈平安是丹王弟子 肯定也会修炼丹道 如今陈平安在剑道上 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天赋 谁知道他的丹道有多强 传闻他已经是二品炼丹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药园对陈平安来说 绝对是一份大礼 一眼望去 这药园之中得有上万株灵药 这可是皇室 用了无数的人力和财力培植起来的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个药园的价值 能抵得上大圣皇城之中的 一些终上的世家财富了 太子还真是舍得下血本 说实话 陈平安若是没有得到破锤之前 这份大礼 他还真会收下 又不是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先把灵药搞到手再说 但是现在 他坐拥破锤的内部小世界 望云中的修炼秘境 其中的修炼资源 足够陈平安现在修炼所需 区区一个药园 也想收买自己 殿下的好业 在下心灵了 陈平安笑道 如果殿下不介意的话 可不可以为在下解惑 殿下为何要杀我 江阳点点头道 你可知道 本宫做了多少年的太子 太子答非所问 但是他这样说 肯定是有原因的 两百多年不出意外 本宫可能就只能一直做太子 你的出现 让我看到了机会 只要杀了你 皇城之中必然会有一场大乱 这就是我的机会 我登上那个位置的机会 太子殿下还真是坦诚 他要杀陈平安 本就是想要 引起一场皇室大乱 陈平安的背后 是一个四品丹王 杀了丹王的弟子 一个绝世天骄 还是在皇城之中 这当然很重要 陈平安呵呵一笑 还真是个自以为是的太子 为了那个位置 就拿别人的命 不算当命 皇室的人 果然都是一群疯子 殿下可要小心了 陈平安道 从现在开始 我会随时做好杀你的准备 太子不过是金丹巅峰而已 真要是动用全部的底牌 哪怕他有大圣皇室的 气韵傍身又如何 自己又不是没斩杀过金丹巅峰 还是入魔的金丹巅峰 江阳知道 他和陈平安的谈判 算是失败了 不过他并不以为意 别说是你 就算是丹王前辈 也不敢在皇城之中 杀本公这个太子 虽然你是绝世天骄 可想要杀本公 在修炼几十年 或许有这个实力 他和他的皇帝老子 真相都是一样的骄傲自大 若不是不想暴露自己的底牌 陈平安真想在这里 斩了这个狗太子 陈平安也不废话 笑道 那就走着瞧 虽然马上要离离开大圣 但陈平安总感觉 太子不会让自己 这么轻松的离开的 这一路上 怕是都会藏着许多危险 太子要杀自己 而且现在还明牌了 也就不用躲躲藏藏 当朝太子 暗中能调动的势力有多少 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话不投羁绊居多 陈平安转身就走 对这个要员 没有任何的留恋 陈平安 你可想好了 若是离开 那从此以后 大圣将在无容你之处 太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陈平安连头也没回 只留给他一个背影 开玩笑 这就想吓到自己吗 自己现在不能杀他 难道他能杀自己 看到陈平安如此果决的离开 江阳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他低声道 师尊 这个人 你怎么看 第313章 此子断不可留 江阳来见陈平安 自然不是一个人 他的老师 一直都藏在他身边 其实这一次 真正想要亲眼看看陈平安的 也是太子殿下 这个外号天机子的 原因顶峰的老师 这个男人能算天机 就想亲自看看 陈平安这种绝世天骄的命格 然而此时他幻化出身形的时候 江阳看到的是 老师那一脸苍白之色 气息微弱 像是与人大战了一场一样 老师竟然受伤了 老师 有人伤了你 江阳有些愤怒 这里是大内皇宫 他还以为是陈平安的 发现有人窥探陈平安 暗中出手伤了老师 然而 男人却是摇摇头道 殿下 此子断不可留 我只是窥探一丝 他与殿下之间的天机 就被反噬得如此重伤 留他 将来必成祸害 说到这里 男人竟然还有些心有余悸 他万万没想到 只是亲眼看一眼陈平安面相 想窥探一下天机 他差点就因此隐秘 想他天机子 也算是大圣的顶尖强者之一 分神器不出的情况下 他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他修炼的还是算计之道 却是第一次在这上面吃了大亏 这得是什么样的大气韵拥有者 才能让他都无法窥探一丝天机 原本他以为 就算是丹王用无上的法力 给陈平安掩盖了天机 只要当面看上一眼 他应该也能窥探到一二才对 结果可想而知 回想刚才那一幕 他看到的 就像是一场蔑视的场景 太子江阳最是听老师的话 因为他知道 自己能不能在有生之年 登上大圣最高的那个位置 全都要仰仗老师 他眼睛微微眯着道 老师的意思 我明白了 我会让他无法活着到西处 陈平安出了皇宫 直奔住的地方 他必须要见见吴蒙子这个便宜师傅 刚才他在皇宫之中 感应到好几道气息 在自己的身上停留 有那么一瞬间 他甚至想要在皇宫药园里 动手杀了那个狗屁的太子 最后还是忍住了 陈平安最终还是没有见到吴蒙子 因为吴蒙子已经不在大胜皇城 但是他却给陈平安留下了一枚玉剑 上面有他要对陈平安说的话 吴蒙子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次晋升到吴品丹王 分神顶峰之后 必须要离开 去寻找他突破分神器的机缘 他给陈平安留下了三张亲自炼制的玉副 都包含了他的最强一击 可以击杀一般的分神器强者 还给陈平安留下了不少的丹方和炼丹心得 这都是吴蒙子几百年的所获所得 最后他也告诉陈平安 大胜皇城是个是非之地 别牵涉太深 陈平安看着吴蒙子留下的东西 深深地叹了口气 吴蒙子这个便宜师傅 还真会当甩手掌柜 这大胜皇城的产业 他也留给了自己 不过他也能明白 吴蒙子想要冲击合体器的修为 就必须要去寻找他自己的机缘 修宪意图 与天斗 与人斗 其乐无穷 陈平安谢绝了所有人登门拜访 哪怕是大胜的十七公主江威 这个曾经传闻与陈平安走得近的皇室子女 但陈平安却没办法拒绝他的未婚妻 吴家小公主吴宇登门 两人如今可是大胜的一段佳话 一个是刚冒出来的绝世天娇 一个是早就出名的天之娇女 他们二人还被人称之为神仙眷侣 吴宇在陈平安进了皇宫之后的当晚 就来找陈平安 自然是得知陈平安要离开大胜的事情 陈平安出使西楚 这件事该知道的人也都知道了 而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皇帝要支走陈平安这个不稳定的存在 吴宇也没说什么废话 见面之后 他直接开口道 我陪你一起去西楚 陈平安看了一眼他 然后摇摇头 他们之间只是因为吴蒙子 需要掩盖他身上的气域 而定下的婚约 陈平安可不想在昆仑界中 还要沾染上情战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仅仅是那一纸婚约罢了 吴宇有些不满的道 你可知道 这次你去西楚 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 他这已经算是明说 陈平安再去西楚的路上 不会太平 陈平安微微一笑 很平静的道 那又如何 难道我还能不去 虽然陈平安可以拒绝皇帝的圣旨 可那样一来 他在大圣皇城 难道就安全了吗 除了大圣皇城 他才能放开手脚 而且他早晚都是要离开的 皇帝说的有一句话不无道理 只有自己拥有的实力 才是属于自己的 他总不能一直在别人的庇护下成长 那样就算他修为再高 也都是假象 吴宇看出陈平安的想法 只能接着道 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名分已定 你一旦出事 对我吴家来说 可是一大损失 你不让我跟你一起去西楚可以 但是吴家这次会派两个原音后期的修士 跟你一起去西楚 他们都是我吴家培养的强者 信得过 他退而求其次 是早就想好被陈平安拒绝之后的后手 吴家如此重视和陈平安的婚约 还担心他的安危 这背后到底是不是因为婚约的关系 还真说不准 就像陈平安一直没想通 吴宇背后的天山先宗 为何会同意这门婚事一样 拒绝了吴宇亲自跟着 陈平安没办法再拒绝他要派人 跟着自己去西楚的好意 其实这次出使西楚 皇室也会安排金甲卫士跟随 按照规制 陈平安能带一队金甲卫 这一队可是一百人 其中还有一个领头的将军队长 也就是原音七的强者 剩下的也都是金丹七的修士 每一个金甲卫士都是千挑万选 才能进入金甲军的 这些金甲卫 陈平安一个都不能相信 所以他身边真正的护卫 自然只能是自己人 老道是给他留下的人 还有吴家派出来的 两个原音后期的强者 陈平安这一行 除非真的是遇到一个原音修士中无敌的存在 不然安全问题倒是不用担心 再说他还有吴蒙子给的御服 也还有许多的保命手段 就算真的有人要在半路上截杀自己 陈平安也不担心 那就看看谁死谁活 反正他是不能死的 还有许多未完成的事 还要回到外面了结外界的那些因果 他要找到老道士 问清楚自己的身份和来历 找寻自己的血脉亲人 想要修炼成仙 血脉亲人这一道天节 他是必须要度过的 他还答应过别人 要修炼道度节气 成为大能强者的 第314章 色品天火 大圣皇帝的圣旨 要求陈平安三天之内出发 但实际上 陈平安并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反正吴蒙子这个便宜师傅 也没在大圣皇城 陈平安在第二天 就收拾好行装出发 他这也是想给那些心怀不轨之人 一个措手不及 就算真有人图谋不轨 也没那么多的时间安排准备 陈平安只是需要跟皇室这边 负责对接的负责人报备之后 就可以出发了 陈平安在大圣皇城 也没有朋友 不用跟谁告别 唯一有点关系的吴宇 昨晚已经见过 还聊了许多事 一支龙马组成的车队 就这样匆匆的 从大圣皇城出发 一对金甲军是最亮眼的 陈平安坐在马车之中 身边跟着的是何师叔 何师叔就是帮吴蒙子 打理大圣皇城的生意的 但是这一次 他要跟着一起去西楚 这点就连吴宇都不知情 当然 也没有人知道 何师叔这样一个强者 会心甘情愿的 给陈平安做一个护道者 就连陈平安自己都很意外 何师叔要跟着自己 据说 他可是一直都在大圣皇城 已经几百年 没有出门 按照何师叔的说法 他也要走出大圣皇城 才有他的机缘 马车中的空间 还是很大的 藏着一个高手外面的人 也无法察觉 这次陈平安要送嫁的是 大圣皇帝的一个女儿 比姜薇还要小 除了陈平安这个送婚室之外 大圣还有其他随行的官员 陈平安其实也就是个 被大圣皇帝 支出去的谎子而已 官员和修士都会把事情办好 何师叔这个人话很少 陈平安和他坐一个马车 也就跟着他一起打坐修炼 龙马的速度很快 日行万里完全不是问题 按照行程 要七天之后 才能进入西楚的地界 西楚那边也会有人接应 第一天到第四天都平安无事 眼看着再有三天 就会踏入西楚地界 陈平安却总感觉 这样的平静才是最可怕的 虽然他不知道 太子殿下杀他的心有多重 但是离开大圣皇城之后 要杀他 比在大圣皇城之中 杀容易太多 这一天 他们进入了宇州城的地界 这是大圣一个比较大的城池 虽然比不上大圣皇城 但是也差不多 按照随行官员的安排 宋卿队伍 要在宇州城休整一夜之后再出发 陈平安作为宋卿正事 身份地位比那个要出家的小公主还高 宇州城的城主早就得到消息 安排好了宋卿队伍休息的地方 就连补给也都准备好了 对于那些随行官员来说 这一路上 陈平安不顾问任何事 对他们来说是一大美差 光是收礼都收得手软 就算有人想要拜访陈平安 也都被拒绝了 他又不是大圣的人 也不会长时间逗留在大圣 和大圣的官员或者世家接触 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休士是可以不休息的 无时无刻不再修炼 到了半夜的时候 正在修炼的陈平安被喧闹声惊醒 在他的感应之中 他们这些人居住的城主府大院里 燃起了一场大火 突如其来的大火 不是冲着陈平安来的 起火的地方 是在那个小公主住的院子里 对于休士来说 灭火本来很容易才对 但是这大火却像是有着灵性一样 金丹七的休士用法力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是天火 不说话的何师叔 轻声说了一句 按照这火事 竟然还是四品天火 天火 还有四品 陈平安深吸一口气 这可是丹王用来炼丹的四品天火 天火的等级越高 对于掌控天火的休士的要求越高 四品天火 这幕后纵火之人的修为 最起码也是原因巅峰的休士 我出去看看 陈平安站了起来 他知道 这场大火看似不是冲着他来 但实际上绝对是想把他引出去 何师叔没有阻止陈平安 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陈平安在鸣面上 他是躲不过去的 除了自己住的院子 陈平安的身边 马上就多了几个原因期的休士 除了吴家派来的两个原因后期 剩下的都是吴蒙子在大胜皇城的人 原因后期的休士加起来就有五个 这样的组合 就算是面对原因顶峰 也丝毫不拒 而这个时候 宇州城的城主 也带着人匆匆赶来 他看到燃烧的院子 脸色可是相当难看 别看他是个原因中期的休士 可在大胜皇室的眼中 他这个城主 随时都能换一个人 如果失去城主这个位置 他的修炼资源 就会大打折扣 家族也会因此 而一蹶不振 陈平安刚好和城主遇见 之前城主见过陈平安 看着他身边那些高手护卫 城主都忍不住付匪 需要这么多强者保护的绝世添交 这算什么 陈公子 城主对陈平安 还是很客气的 他虽然修为高 可是这身份地位完全没法比 他这辈子 都很难突破元英七这道门槛 而陈平安 可是传言 结了七品金丹的绝世添交 只要不夭折 必然有很大的机会 修炼道分神七 合体七 甚至是大成七 陈平安点点头道 赵城主 宇州城中 可有三品炼丹师 按照陈平安的估计 弄出这场天火的 修为最低是元英顶峰 而这样的人 还懂得操控四品天火 那肯定是一个三品炼丹师无疑 还是三品炼丹师中 最顶尖的那种 城主皱眉 想了想 然后点点头道 我宇州城有两个三品炼丹师 其中一人 是我城主府供奉 另一人几年前外出 至今未悔 三品炼丹师的身份地位 已经不低 就算是大圣皇室 都要认真对待 所以宇州城的城主府中 有供奉的三品炼丹师 并不奇怪 赵城主想到了什么 马上到 我这就去请供奉大人 他似乎也意识到 这场火 可能跟城主府中的 那个供奉大人有关 陈平安却摇摇头道 不用了 他已经来了 陈平安的神识力量 感受到一道炙热的气息 一条火龙从大火之中 冲天而起 看到这条火龙的瞬间 城主府中的修士 全都傻了眼 陈平安身边的原因修士 都如灵大敌 陈平安微微笑道 还真是冲我来的 第315章 替死符 宇州城城主府中的三品炼丹师 身居大圣皇室的供奉之位 可不听从城主府的命令 城主都才只是一个 原因中期的修士 他又如何 能让一个原因顶峰的修士 对他心悦诚服 此时 在这城主府院子之中 出现的那条火龙 像是活过来了一样 火龙之中 藏着恐怖的气息 城主赵玉泉脸色大变 这场大火 竟然真是从城主府内部冒出来的 供奉大人 这是要做什么 赵玉泉 火龙之中 一道声音传了出来 这是那位供奉大人的神识传音 杀了你旁边的小子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不然整个宇州城城主府 都要给他陪葬 这一道声音 在城主府之中响彻 而这个时候 赵玉泉才发现 城主府的大阵 竟然已经悄然开启 也就是说 如今这城主府 被完全封闭在宇州城中 固若金汤 除非是有份神器强者 从外面攻击城主府大阵 不然谁也进不来 谁也出不去 作为宇州城的城主 城主府大阵 也是他自己的保命手段 在这个时候被开启 只有一个可能 城主府的大阵 必须要他赵家血脉之人 才能开启 而拥有他至亲血脉的 也就那么几个 这些人 要逼着他出手 杀陈平安这个绝世天骄 就连皇室的供奉都要出手 这背后之人的身份 已经呼之欲出 陈平安身边的强者 已经警惕地看着赵玉泉 只要发现 他有动手的意思 肯定马上出手灭杀 赵玉泉的神色 变得有些苍白 被自家的至亲血脉出卖 他如今是进退两难 他之前虽然就猜到 陈平安在路上会出世 可他千算万算也没算到 这些人会在宇州城中动手 就连他这个城主 也都被算计在其中 城主府中有众多高手 这些人之中 又有多少人 真的能在这个时候 听他的命令呢 还没等赵玉泉 做出决定的时候 那条火龙 已经化身为树道火光 直奔陈平安而来 城主府中的三品炼丹师 供奉已经出手 原音巅峰的修为 还是三品炼丹师 这样的修士 神魂力量强大 不见本尊 但他控制的四品天火 足以杀死一般的 原音器修士 陈平安身边的 原音修士 已经有几个腾空而起 直奔那条火龙而去 他们的目标是 拦住这个控制 四品天火的强者 要知道 陈平安身边 虽然原音修士不守 但是没有一个 是原音巅峰 只有几人联手 才能和一个神魂力量 强大的原音巅峰一战 父亲 你还在犹豫什么 杀了陈平安 我们赵家就能入主 大圣皇城 一个年轻的男子 出现在一旁 他是赵玉泉的儿子 也是宇州城的少城主 能开启城主府大阵的 自然是他 赵玉泉看到 自己的儿子带人出现 就知道 他儿子早已经 投靠了背后的主谋 可哪怕是到如今 赵玉泉却还是 没有任何表态 城主府中 还是有一部分强者 对他这个城主 忠心耿耿的 这些人都在等着 他这个城主的命令 明里按理 不知道多少人 平住呼吸 因为赵玉泉的决定 关系着整个宇州城 城主府中 上万人的命运 逆子 赵玉泉大喝一声 震耳欲聋 谁让你开启 城主府大阵的 你想造反吗 被自己父亲呵斥 青年却笑了 然后淡淡的道 父亲 既然你不愿意动手 那你就在一边看着吧 儿子会带领赵家 进入大圣皇城 成为大圣顶尖的世家 他早知道 他父亲 不会那么轻易被说动 不然这场截杀 也轮不到 他这个少城主来安排 只要他父亲不插手 那他就有把握 完成上面的人 交代的任务 赵玉泉气的身子颤抖 可他这个儿子的修为 一点也不比他差 因为这些年 他一直在闭关修炼 冲击原音后期 城主府中大小事物 很多都是这个儿子 在负责 这个儿子的身边 早就笼络了一大群 心腹强者 逆子 逆子 赵玉泉骂得太生 却也只是做做样子 他心中闪过很多念头 但却不敢真正的做出决定 而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护卫在 陈平安身边的 一个原音中期的修士 忽然对陈平安出手 他是何师叔 在大圣皇城之中的人 他距离陈平安最近 在那些原音后期 都冲出去 挡住那条火龙的时候 陈平安身边剩下的最强的 也就是原音中期的修士 这原音中期的突然出手 让他旁边的修士 根本来不及反应 昔日的同伴 突然对自己保护的对象出手 谁能想到 这原音中期的修士 并未动用任何的法器法宝 单凭一双拳头 直接轰射而来 哪怕只是一双拳头 那也是原音中期的肉身力量 就算是一座山 也能直接给轰他了 然而 就在他这一拳轰在 陈平安身上的时候 原本站在他们身边的陈平安 却消失不见了 替死符 有人惊呼一声 原来这根本就不是真的陈平安 而是一张替死符 幻幻而成的陈平安 这种替死符的炼制 一点也不比炼制四品灵丹容易 出手的原音中期修士 大惊失色 可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他考虑 他身边的同伴 已经同时对他出手 他本就是弃子 寿元即将到了大县 这个时候 竟然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肉身自爆 强大的灵力爆炸 让四周几乎被夷为平地 那几个护卫陈平安身边的原音修士 死的死 伤的伤 杀了他们 宇州承哨承主一声令下 他身边的那些强者 全都扑了上来 赵玉泉看着满地的狼藉 他距离陈平安的替死符也很近 但是他修为高 身上还有法宝护身 并未受到波及 此时他儿子命令 承主府中的高手加入战斗 赵玉泉却眯起了眼睛 一个绝世天骄 哪有那么好杀 就那一张替死符 只有分神器的强者才能炼制 有一个丹王师傅 作为靠山就是不一样 自己这个傻儿子 怎么就想不明白这点呢 逆子 给我住手 赵玉泉随手一挥 强大的力量 硬是阻止住了那些冲上来的 承主府高手 他看着自己那傻儿子 冷冷地道 宇州承 还轮不到你这个逆子 来做主 我现在还是宇州城城主 第三百一十六章 谁说我要逃了 赵玉泉的突然出手 让城主府中的众多修士 一时之间陷入了两难的抉择 那你从现在开始 就不是宇州城城主了 一道身影 从赵玉泉子的背后走了出来 只见他身穿蟒袍 上面有蛟龙图案 这可是皇室宗卿才敢穿的衣服 而这个人 竟然堂而皇之地 站到这么多人的面前 他的身份不言而明 而看到这个男子的时候 赵玉泉才彻底明白过来 即使他现在想要 阻止儿子继续错下去 赵玉泉 本王现在正式宣布 剥夺你宇州城城主府的位置 由你儿子赵小果继任 你可有意见 男人的话 让四周陷入短暂的一阵寂静 因为这个男人 刚好有这个权利 他是大圣皇室的王爷 而这宇州城 本就是他的封地 他是大圣皇帝陛下的胞弟 亲王 封地之中的城主 还不是他想让谁来当 就是谁来当 让赵玉泉的儿子当城主 那也是他一句话的事情 赵玉泉不听话 换掉他这个城主 本就在他们的计划之中 一个皇室的供奉出手之后 接着是皇室的宗亲王爷出面 一环扣着一环 临阵换城主 赵玉泉失去 宇州城城主府大权 再想命令城主府中的众多修士 就没之前那么容易了 就算他这些年 暗中培养了一些修士 可现在这情形 皇室的亲王都出面了 谁还愿意跟着他冒险送命 赵玉泉的儿子笑道 父亲 陈平安今日必死无疑 儿子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来人 护送老城主下去休息 随着他一声令下 城主府中的修士 都看向了赵玉泉 事到如今 赵玉泉深知他一人之力 无法改变什么 冷哼一声 他总不可能真和自己儿子动手 那样的话 就真的成了笑话 少了赵玉泉这个阻拦 少城主命令城主府修士 杀进陈平安住的院子之中 用替死扶死过一次的陈平安 肯定在院子里 陈平安确实还在院子里 他此时正面临着金甲军的围杀 这些金甲军 虽然是皇室的禁卫军 可他们都是来自于大晟皇城 各大家族的修士 不管是因为什么目的 他们也都得到了一个 差不多相同的命令 那就是 尽一切力量 杀了陈平安 金甲军的普通军事 都是金丹七 一队金甲军中 有一半负责陈平安的院子守卫 如今全都拔刀相向 杀到了陈平安住的院子 陈平安的身边 高手都被外面的修士所困住 一群金甲军 就逼得他再无退路 十几个金甲军 把陈平安逼到了 退无可退的地步 陈公子 带队的尹甲将军 这两天和陈平安 也算是熟悉了 他现在看着陈平安 就像是看着一个 天大的功劳 杀了陈平安 上面云诺他的好处 足够他找个地方躲起来 修炼数百年 能让他有机会 冲击更高的境界 他的家族 也会因此得到照顾 你自我了结吧 这尹甲将军的话 也得到他手下的认可 杀陈平安这样的绝世添骄 他们这些人的下场 肯定不会太好 可是他们 又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他们若是不杀陈平安 等待他们的 一样是死 让陈平安自行了结 他们也不用亲自动手 就不用沾染上这份因果 陈平安从来没有相信过 这些金甲军 就是他身边那些人 他都不会真的相信 不然他就不会暗中 用上替死服这种宝贝了 他是天骄不错 但是他也只是 金丹初期的修为而已 这些要杀他的人 修为最低的 都是金丹初期 手中握着小丑剑 陈平安早就 做好了拼命的准备 陈公子 没用的 你今天是逃不了的 赢甲将军 一脸冷漠地看着陈平安 他知道 陈平安这样的天骄 肯定有很多保命的手段 这也是他不愿意 这个时候 和陈平安拼命的原因 虽然那些强大的护道者 都被拖住了 可谁都知道 陈平安是丹王弟子 谁知道 丹王会给他留下 什么样的底牌保命 陈平安微微一笑 哪怕身处险境 他也没有丝毫的恐惧 除非有大能强者 能在瞬间 抹灭他的灵魂肉身 但那样的大能强者 最起码 是分神器的修为 大圣皇城之中的分神强者 还不会为了杀他 这个天骄而出动 而且 如果真是出动了 分神器的修士 来杀他 那望云宗 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 谁说我要逃了 陈平安伸手抚摸着小丑剑 这把从外面 就跟着他的剑 在经过雷洁的炼制之后 已经有了一丝 法宝的气息 就算依然没有开封 也能相当于 是一剑极拼法器的剑 都知道陈平安是剑到天才 因为他在大圣皇城之中 领悟了剑意 如今他拿着剑 一人一剑 孤傲地面对眼前 所有的敌人 杀了陈平安 外面杀进来的 陈主府修士 发现了陈平安的位置 有人为了表现 以最快的速度 对陈平安出手 宇州城的修士 怎么会再以一个天骄 他们也不会认为 这个天骄 真有传言中那么强大 陈平安举剑 一剑挥出 冲上来的陈主府修士 其中有两人 直接被剑气横穿身体 剩下的 也都被陈平安这随意的一剑 给震惊到不敢上前 都是金丹七 但这差距 可不是一点半点 大笑声传了出来 身穿蟒袍的男人走了出来 不错 不愧是绝世天骄 可今天就算你有三头六臂 也要把命留在宇州城 陈平安看着这个 长得有点像大圣皇帝的男人 猜到了他皇室的身份 陈平安道 想要杀我 恐怕你们这些人还不够 虽然城主府中高手也不少 但是陈平安身边 还有一个一直没出手的何师叔 何师叔可是分神之下无敌的存在 这些人加起来 也不够何师叔一只手杀的 陈平安自己也清楚 现在出现的这些人 都只是炮灰 不管是金甲军 还是宇州城城主府修士 这些人的命运都早已经注定 陈平安无论是死是活 这些人肯定都是活不成的 所以 真正要杀陈平安的 也不是这些人 第317章 该你出手了 大圣皇室的王爷很多 但大圣皇帝的胞弟却只有一个 仗着自己是大圣最欲权势的亲王 这位王爷在外面 可是笼络了不少修士 手底下的高手也不少 他不想当大圣的皇帝 因为在他看来 当皇帝 哪有他做亲王有意思 在他自己的封地之中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这位王爷 也是大圣皇室出了名的逍遥王爷 就连封号都是逍遥王 逍遥王 因为无心大圣皇室 最顶尖的那个位置 所以 他向来也和各个皇子之间 都没有冲突 在许多人看来 他是最不可能参与到皇室争斗的 却没有人想到 在宇州城逍遥王的封底之中 会是这位王爷亲自出面 他要杀陈平安 看着陈平安这个绝世天骄 逍遥王一脸的平静 杀 没有任何的废话 直接下令 宇州城城主府中 那些被陈平安的强悍下注的修士 相互看了一眼 再次冲了上去 赵玉泉被带到了城主府中的一处修炼密室 虽然他被逍遥王剥夺了城主的身份 但城主府中的修士也不敢为难这位老城主 他的身边还有心肤的手下跟着 他只是不想父子操歌 才没有继续出手而已 此时的赵玉泉看起来气色并不好 因为他总感觉今天的事充满了诡异 城主府中的供奉三品炼丹师出手 就已经大大的出乎他的预料 没想到就连向来低调的逍遥王都亲自出面 他似乎想到的一可能 这大圣帝国如果不是分神器老祖的命令 怕是只有一个人有这个本事 让这两个人都对陈平安出手 可是他想不明白 这个人为什么要杀陈平安 皇帝陛下你到底想做什么呢 赵玉泉的话身边的心腹听见之后 微微一论 城主你的意思是说 要杀陈平安的事咱们的陛下 这个心腹也很意外 他没有赵玉泉想的那么深 赵玉泉点点头道 除了咱们这位陛下 谁还能让逍遥王亲自出手 逍遥王一个亲王 就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给 他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险来杀丹王弟子 还有那个三品炼丹师的供奉大人 一般人又怎么会命令得到他出手 他要杀的可是四品丹王的弟子 赵玉泉的心腹低声道 城主既然猜到了 这是陛下的意思 为何不出手呢 在大盛的范围之内 如果是大盛皇帝要杀的人 不管是谁 那肯定是上天入地 必死无疑 赵玉泉呵呵笑道 陈平安可是绝世天骄 他那个丹王师父 不可能什么都没给他准备的 你就等着看吧 这些人肯定要自食其果的 都说陈平安是丹王弟子 但实际上见过这位丹王前辈的修士 却少知右手 所以至今为止 有人甚至认为 那个四品丹王或许就不存在 陈平安被数十个金丹修士围杀 他的小丑剑 已经杀了不少的金丹修士 几个元英修士都在外围 封锁了陈平安的所有退路 避免他利用传送服 这样的宝贝逃离 在城主府大阵开启之后 就算陈平安想要使用传送服 离开也做不到 逍遥王身边就有两个元英修士 他这个身份 能让金丹七修士为他卖名 但是元英修士 可就没那么好收服了 一千个金丹七的修士 也很难出一个元英修士 就拿望云宗 这样的五星宗门来说 明面上的元英长老 也不过才二三十个 就算有一些隐藏的暗中的元英修士 加起来也不会超过百人 陈平安身边 能有十来个元英修士做护道者 还是因为丹王无蒙子 整个宇州城城主府 也不过才几个元英修士而已 赵小国 逍遥王见那些金丹七的修士 根本拿不下陈平安 对一旁的赵小国道 该你动手了 赵小国早就到了 他也是元英中期的修为 他现在已经到了 不得不出手的时候 王爷放心 我一定亲自取他的性命 被逍遥王任命为 新的宇州城城主 赵小国自然要杀陈平安 作为他的投名状 赵小国一伸手 一把长枪就出现在他手中 这是他的武器 一箭极平法器 哪怕是面对陈平安 这样一个金丹出气的修士 他也不得不动用权力 长枪一出 空中都似乎出现了一道裂缝 那些金丹修士 刚好退了下来 掌控城主府大阵的赵小国 在这城主府中 此时能发挥出元英后期的修为 就算是元英巅峰 也不是不能一战 都知道陈平安身上 肯定有丹王留下的后手 其他元英修士 不会轻易出手 担心被丹王留下的后手灭杀 赵小国是不得不动手 陈平安感受到了 这把长枪上散发出来的杀气 面对一个强大的元英修士 陈平安也不敢大意 他的手中 早就捏住了吴蒙子留给他的符 这符可是相当于 分神器修士的一击 可惜只有三张 要是能多几张 他就能把眼前这些人 全都灭杀了 陈平安正想使用手中的符的时候 一只巨大的手凭空出现 一把就抓住了赵小国的长枪 看到这只巨大的手 陈平安知道 何师叔出手了 赵小国也被这突然出现的巨手 给震惊到了 他能感受到 这巨手之中蕴含的力量 破 极平法器的长枪 聚集起来的气息 被巨手直接捏得溃散 作为长枪的主人 赵小国也是口吐鲜血 气息萎靡 原鹰顶峰 他看着那只巨手 说话的声音都微微颤抖 陈平安身边 竟然还藏着一个 原鹰顶峰的修士 要知道 每一个原鹰顶峰的修士 那可都大人物 轻易不会出手 分神器之下无敌的存在 怎么会甘心为陈平安护道 赵小国喊出这四个字的时候 四周的修士 全都是身体一颤 而这个时候 一把飞剑从天降 直奔那巨手而去 巨手感受到飞剑 一掌拍去 飞剑和巨手在半空之中相撞 巨大的冲击力 让巨手瞬间消散 但是消散的地方 已经出现了何师叔的身影 然大把巨剑 也被一个男人握在了手中 这个能和何师叔 拼上一招的男人 满脸笑意地看着何师叔 第318章 逃离 能一剑击溃何师叔的灵力巨手 这男人的修为自然也不弱 这把剑 是一剑下品法宝 但男人的修为 也是原因巅峰 何师叔看到这个男人的时候 脸上也很平静 看起来 他们应该认识 一旁的逍遥王 看到这个男人出现 也是满脸的笑意 真正出手 负责杀陈平安的 自然不是他们这些人 杀一个绝世天骄 那可是会沾染上因果的 何正龙 果然是你 半空中的男人看着何师叔 好像对何师叔 一点也不陌生 何师叔 原来叫做何正龙 天机子 何师叔也是一脸笑意地道 没想到太夫大人 会亲自前来 这个原因巅峰的男人 不是别人 他正是东宫太子的师父 大圣皇宫之中的天机子 一个算尽天下的男人 前几日 他在大圣皇宫要员 看了陈平安一眼 被反射重伤 他很确定 陈平安必须要死 哪怕他知道 要杀陈平安这样的绝世 天才不容易 他也必须要亲自出手 太夫代表的就是东宫 但他要杀陈平安 可不是为了太子 男人微微一笑道 几百年不出皇城 你是不是忘了 你是谁 一句你是谁 让人陷入了沉思 何师叔 难道还有什么身份吗 就在这个时候 逍遥王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看向了半空中的何师叔 脸色越来越难看 六王叔 是你吗 六王叔 何师叔是大圣皇室的人 但是他怎么不姓江呢 而且他还是逍遥王的六王叔 那岂不是也是大圣皇帝的皇叔 这身份 竟然比大圣的皇帝 还要高一倍 何师叔却是很平静的道 往事如浮云 我与江家早已经划清界限 太夫想以此乱我道心 怕是打错了算盘 他们这种修为的强者 只要不是面对真正的分神器强者 谁也不敢保证就能战胜对方 太夫算计人心 想要以此乱了何师叔的道心 太子太夫哈哈大笑 不以为意 他是最清楚 何正龙和大圣皇室之间的事情的 没想到 为了他 你竟然愿意出大圣皇城 太子太夫道 既然我来了 你就应该明白 我早就算到了你会来 何师叔知道 这位太夫的强大 一个能被称之为天机子的男人 他的算计之策 可谓是算无一策 这样的人 只要不是算计分神器的强者 哪怕是强大如他这样的原因巅峰 也肯定是有几分把握的 就在陈平安心中 想着何师叔有什么应对之策的时候 一道声音就在他的耳边响起 正是何师叔的传音 你找机会先走 我会想办法 影响成竹府大圣 传音到的时候 半空中的何师叔 也在这个时候 对太子太夫动了手 他的手中 也出现了一把飞剑 两人的气息 都在不断的变化 两把飞剑在半空之中 来回的穿梭 走 一道大鹤声 在陈平安的耳边响起 也是这个时候 陈平安捏碎了他手中的传送符 谁能想到 何师叔会借着和太子太夫 交手的时候的天地能量的变化 影响了成竹府大圣 让这成竹府大圣 出现了瞬间的裂缝 这得是对阵法 有着数百年研究的阵法大师 才有这样的本事 何师叔就是个阵法大师 还是最顶尖的三品阵法大师 察觉到阵法出现的漏洞 赵小果大惊失色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陈平安已经消失在了 他们的感应之中 追 太夫也发现了 使用传送符离开的陈平安 竟然想要顺着传送符的气息追去 但是何师叔却在这个时候 丢出来一把正旗 何正龙 你找死 太夫大怒 再次杀向了何师叔 陈平安用的传送符 只能传送出上百里 这种保命的传送符 也是分等级的 上百里的距离 只是刚好传送出了宇州城 他如今站在宇州城外 却不敢停留 想都没想 准备再次捏碎一张传送符 这种距离的传送 空间的撕裂 可是会伤到陈平安的肉身的 因为他肉身比一般的金丹修士要强 这才能承受传送符带来的影响 往哪里走 一道声音传了出来 一道可怕的力量也从一边出现 这时有人早在这个位置等着他了 算尽天下的太子太父 怎么会没算到任何出现的可能情况呢 而且 藏在这附近等着传送符的气息的 还是一个原因初期的修士 强大的力量攻击而来的时候 陈平安已经捏碎了传送符 就在陈平安的身影慢慢消失的时候 那一道强大的力量 还是落在他的影子上 让他吐了一口血 原因修士的攻击 陈平安不动用底牌的情况下 是挡不住的 看着被传送离开的陈平安 那个出现的原因修士 呵呵冷笑一声 选择一个方向 追了上去 陈平安受了伤 他没想到这些人无处不在 竟然在他传送的途中 就有人埋伏着 这么说的话 他现在传送出去 一样会遇到危险 虽然他手中这样的传送符 还有好几张 可是现在看来 还真没那么容易逃出去 所以 在陈平安这次刚一出现 他就直接捏碎了传送符 哪怕要承受着肉身上的痛苦 也比陷入那些人埋伏的圈子里好 一连使用了五张传送符 陈平安身上的传送符 也只剩下三张 这个时候 他没有继续用传送符 别人或许会以为 他会传送远离宇州城 但是陈平安却反其道而行 他现在就在宇州城中 谁能想到 逃出宇州城的陈平安会 再次回到宇州城 陈平安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样子 就连气息都完全换了一个人 现在的他 就是一个助机器的修士 宇州城里很平静 宇州城城主府的大战 被阵法掩盖 外界根本就不知道 陈平安距离宇州城城主府 不过极力的距离 此时的他 气息很虚弱 那个原因修士的一击 哪怕只是攻击到他的身影 也让他受了不轻的伤 也不知道何师叔怎么样了 陈平安看着远处的城主府 眼中有一道淡淡的杀意 这些人费尽心机的要杀他 他身边那些原因修士 也不知道能活下来几个 原因顶峰的何师叔 自然没那么容易死 但城主府大战至今未结束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319章 好色之图 城主府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一夜之后 宋青的官员和队伍 没有了陈平安这个领队之后 依然还是要按照之前的路线 前往西处 而城主府 也完成了新老城主的替换 就像是昨夜城主府中 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只是老城主把城主的位置 让给了少城主而已 陈平安很清楚 昨晚死了很多人 何师叔是原因顶峰的强者 这种级别的强者 是很难被杀死的 除非是有份神器的强者出手 那些负责保护他的原因修士 也不知道有几个活下来 皇城无家的 两个原因后妻 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正如陈平安想的一样 城主府一天之内 就出去了好几支队伍 都是奔向各个不同的方向 这些人应该都是被派出去追杀他的 而这些人怎么都不会想到 陈平安并没有选择逃离 而是留在了宇州城中 住了下来 看着城主府的高手不断的出去 陈平安也从一些街头巷尾 听到了一些传言 而这个传言 还是关于陈平安自己的 说是他陈平安土路上 都在基于大圣小公主的美色 在宇州城城主府中 企图侮辱小公主 之后惊动惊甲卫 果然还是这种俗套的剧情 直接给陈平安安上了一个罪名 一个绝世天骄 还是丹王弟子 这样的是传出去之后 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陈平安落了一个好色之徒的名声 这样一来 也不至于直接得罪丹王 别人只会说丹王 是受到他这个传人弟子的牵连 当这些传言越传越多的时候 陈平安都快变成了过街老鼠 就连普通民众都深恶痛绝 大圣皇室赐婚 把吴家小公主许佩给他 他却不计皇恩 竟然想要对要 嫁到西楚的大圣小公主下手 这样的好色之徒 怎么能配得上吴家小公主 这些人可不只是要 把陈平安的名声给弄坏 而是要陈平安的命 都知道大圣的小公主 要嫁到西楚那边的世家 而西楚这个世家的实力 可是比大圣的皇室 还要强上一些 这样的羞辱 大圣皇室不能忍 那西楚那边的世家 怎么能忍 大圣皇室 虽然没有发布明面上的 通缉追杀令 也没有任何的名指 但实际上 各地都已经出现了 追杀陈平安的修士 陈平安却是在宇州城中 住了下来 宇州城是一个大城 人口上益 每天都有陌生的面孔 陈平安表现出来的气息 只是一个住基修士 还是一副中年男人的面孔 这样的他 一点也不显眼 被那个原因修士的力量锁伤 陈平安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恢复 好在他如今不缺灵药和丹药 二品炼丹师的他 需要什么丹药 都可以自己炼制 又有吴蒙子这个便宜师傅 留下来的丹方和炼丹的经验 要不是神魂力量上的限制 陈平安都能炼制三品丹药了 他在宇州城租了一个院子 这种修士居住的院子 都是有阵法屏蔽的 私密性很好 只是每个月要200多块的下品临时 陈平安也租了一个月的时间 按照他的想法 一个月之内 他应该能冲击金丹中期 一旦修为突破金丹中期 他就可以找机会离开宇州城 一切都在陈平安的计划之中 他本就差一点 就能突破到金丹中期的 所以 只是用了20天的时间 陈平安就顺利地突破到了金丹中期 这一次的突破 也让陈平安意识到 他所需要的修炼资源 真的很恐怖 这么长时间的修炼 他每天要消耗上万块下品临时 还有好多的灵药丹药 他需要的资源 是普通的金丹初期 修炼到金丹中期的千倍万倍 就算是他拥有破天锤的内部小世界 这样的消耗 也很吓人 突破到了金丹中期 修为稳定之后 陈平安感觉 就算是真的遇到元英初期的修饰 就算依然打不赢 但是保命应该没问题了 大圣皇室才多少元英修饰 不可能全都来追杀他 元英修饰的时间 可是很宝贵的 除非是那些已经没有机会 冲击更高境界的老牌元英修饰 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 宇州城中关于陈平安的事情 已经很少有讨人论 偶尔还能听到一些小道消息 说是陈平安已经被杀 也有说 陈平安早就逃出了大圣 不过大家都选择相信陈平安被杀 所以陈平安死了的消息传的最多 也讨论的最多 一个天骄陨落而已 这天下陨落的天骄还少吗 冉冉升起的天骄 财经单初期 就敢得罪大圣皇室 就算是丹王弟子又如何 难道那个不知道存不存在的丹王 还能和整个大圣皇室为敌吗 为了一个好色之徒的弟子 一个死人 值得吗 陈平安坐在酒楼里 听到这些话之后 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恐怕他现在站出来 说他是陈平安 也没有人会相信吧 他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天骄 陨落是大部分人想看到的结局 兄台也觉得很好笑吗 一个青年走了上来 坐到了陈平安的旁边的空位置上 他似乎早就注意到了陈平安 他笑道 都说这个陈平安已经被杀 我却觉得 他绝对还好好的活着 青年的话 让陈平安多看了他一眼 丹王弟子 绝世天骄 哪能那么容易就被人杀了 青年有些嘲讽的道 都说他死了 但是谁又亲眼看见他被杀了呢 陈平安淡淡的道 这可不一定 他得罪的可是大圣皇室 青年不屑的道 大圣皇室至今也没有任何说法 这种霍西尼的表现 更加证明 陈平安还好好的活着 看来大圣也不全都是白痴 陈平安看了这个青年一眼 心里暗暗一惊 这个青年的修为竟然是金丹后期 金丹后期不可怕 可怕的是 陈平安感应到的生命气息 这青年的年龄绝对不超过三十岁 不到三十岁的金丹后期 这样的天才 可是真正的绝世天骄 陈平安本来不想搭理这个青年 不清楚对方的身份来历 陈平安自然要小心一些 可这青年却对陈平安很有兴趣 哪怕他已经换了一张中年男人的脸 用功法隐藏了修为 青年打量着陈平安 说出了一句 让陈平安差点就想杀人灭口的话 那陈平安说不定就藏在这宇宙城中 像胸台一样 用一张普通的脸 掩盖气息 这样 谁能找到他呢 第三百二十章 天山弟子 陈平安不动声色 他知道 这天下奇人意识很多 他掩盖了气息 改变了面貌 总有人能看出来 不过对方不会那么巧 知道他就是陈平安 陈平安一脸平静 这个时候 他要是真动手 那不就暴露了 自己就是陈平安吗 年轻人呵呵一笑道 胸台不要介意 我没有亏太你的意思 他果然看出了陈平安的伪装 这也不奇怪 很多修士都会修炼隐秘修为的功法 这种一般都是有仇人 被追杀 或者就是得罪一些大人物的修士 陈平安道 阁下难道也是为了陈平安而来 青年点点头道 我乃天山弟子 陈平安是我小师妹的道理 我想要亲眼看看 他是不是配得上我小师妹 原来是天山弟子 难怪这么年轻 就是金丹后期的修为 吴宇的师兄吗 按照时间算的话 吴宇应该已经回到了天山先宗 他跟陈平安说过 在陈平安离开大圣皇城之后 他也是要回天山的 这天山先宗是七星先宗 天山弟子之中 天才自然不少 吴宇在那些天才之中 也算是佼佼者 再加上如今他得到了天山的 一位万年前的老祖留下的剑 拥有了本命剑 又突破到了金丹中期 这次据说回去 还要竞争天山圣女的位置 吴宇和陈平安的婚事 可是天山的长老都同意的 如果吴宇真的成为了天山圣女 陈平安可就是天山圣女的双修道理 天山不知道多少男弟子会想要找陈平安的麻烦 所以眼前出现的天山弟子不足为奇 只是他运气好 刚好遇到了改头换面的陈平安而已 原来是天山高徒 陈平安故意露出一个吃惊的表情 这是作为普通修士必须要有的反应 青年那一脸的骄傲还是很明显的 他之所以注意到陈平安 就是因为他修炼的功法特殊 能发现陈平安隐藏了气息 他甚至感觉陈平安比他还要强 也是因为这样 他才会多和陈平安说了几句 他虽然看出陈平安的伪装 但是他可没怀疑眼前之人就是陈平安 在他的认知里 陈平安只是金丹初期而已 就算真的是个千年难遇的天骄 也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威胁 绝不会比他还要强 他自己金丹后期的修为 在天山那也是核心弟子 还曾越籍杀过金丹巅峰的修士 就在陈平安打算找机会离开酒楼的时候 一行人走了进来 看到这行人的时候 陈平安眼中有那么一丝意外 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还真是意外 因为这行人的领头之人 竟然是大圣帝国的太子江阳 江阳作为大圣的东宫太子 不在大圣皇城 却出现在宇州城 而且看他的穿着打扮 还是威服出行 身边的人都是伪装过的 而且在这一行人中 陈平安还看到了 和他有过两次接触的十七公主江威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宇州城 皇室的太子和公主 威服出行 这中间必然是发生了一些 自己不知道的事 看着这太子江阳一行人 走进了一边的包房 陈平安反而不那么急着离开了 江阳可是要杀自己的罪魁祸首之一 在大圣皇城 自己就算能杀他 那付出的代价绝对不小 既然他出了大圣皇城 到了这宇州城 那自己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杀他的机会呢 他的身边 此时可没有太子太父 那样的原因巅峰强者跟着 金丹巅峰的大圣太子 自己要杀他 还是有点机会的 想到这里 陈平安的目光 落在了眼前天山弟子的身上 在陈平安脑海中 一个阴险的计划 开始慢慢形成 兄台认识刚才那几人 天山弟子的观察力真的很惊人 他竟然从陈平安细微的表情中 看出来 陈平安认识刚才那一星人 陈平安点点头道 那个女孩 是大圣皇室的十七公主 适当地透露一点信息 这样反而会让人察觉不出异常 太子江阳他们 是微服出行 绝对不想暴露身份 不然就不会来这样的酒楼 公主 青年眼中 还是那么的桀骜不驯 想想也是 大圣的公主 哪有他这个天山弟子的身份高贵 一个五星势力的皇室的公主而已 和他这个七星先宗的核心弟子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宇州城 还真是越来越热闹 青年笑道 这群人中 那公主的身份 可不是最尊贵的 他一个公主 都要乖乖地跟着的人 看来身份很不简单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群人之中 身份最尊贵的 应该是大圣的太子 他最后这句话的声音很低 只有陈平安能听到 但就因为这样 陈平安才越来越觉得 眼前的天山弟子不简单 这么简单的分析 可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 陈平安故意露出惊讶的表情道 难道他们 也是为了陈平安而来 这样的反应 让青年对陈平安 最后的那一丝疑惑 也消散了 他露出了一个讥讽的笑容道 区区一个陈平安 还不值得让大圣的太子 亲自前来 听说大圣皇帝的六王叔 在宇州城 突破到了分神期 这位太子殿下 可能是为了 他这个六爷爷而来 大圣皇帝的六王叔 不就是和师叔吗 和师叔突破到了分神期 陈平安心中大喜 没想到和师叔的机缘 这么快就到了 这么大的消息 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 和师叔突破到分神期 是在那一晚 还是在那之后 这么大的消息 天山弟子都知道 外界却没有一点风声传出来 陈平安道 没想到我闭关修炼期间 还发生了这么多大事 皇室多了一个分神期的老祖 可喜可获 用这样的口气 表示自己也是大圣的子民 对皇室的尊敬 也要表现出来 青年冷笑道 那可不一定 这位六王爷 可不是大圣皇室的人 他早在几百年前 就自废皇室的身份 贬为庶民 如今他突破到分神期 大圣皇室 想要用血缘来说 动他回归皇室 可不容易 他虽然看不起大圣皇室 但是一个分神期的强者 也不是他这个天骄 可以随便讨论的 分神期的强者 那已经是世间的顶尖战里 拥有分身 很难杀的